好的,大家晚上好,几个事情,首先是大家应该能够看到预约,纳卡战争专题我们放到明天晚上讲,因为我还有些准备工作,包括有些介绍性图片的批图还没有做好,这些我们放到明天,然后今天晚上大概是这样,今天晚上我们会继续讨论纳卡地区目前的进展, 然后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在7月份和欧洲记者进行了采访,我认为是一个非常有价值,我们可以过来看看,就是有一点是什么呢,在这一次战争和上一次纳卡战争当中,阿塞拜疆方面对于媒体的掌控,在整个媒体上该说什么,特别是外宣该怎么做这些方面,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相比之下,亚美尼亚不管是内宣, 还是外宣,都可以说是处于大败的状态,911专题之前说了,往后,往后推,往后推,58集团军司令部被摧毁吧,不是吧,那个是打的塞瓦斯图波尔的黑海舰队总部吧,不是58军呢,你如果说是大概一两个小时前的那次乌克兰袭击,是针对塞瓦斯图波尔的黑海舰队总部,然后说是有6人负伤,实际伤亡不明,不过好像看照片感觉对建筑的损毁并不是特别严重, 实际上最近两天的话,在前线各个方向,不管是巴赫木特方向,还是弗里米夫卡方向都非常的安静,包括扎波尔的方向,我会说如果前线的安静再持续两个星期没什么变化的话,那我们基本上可以认为这一轮乌克兰反攻正式结束了,911不会推迟到10月吧,下周的话肯定是10月了,那肯定是10月了,911专题我们再说,到时候还是有专题的话,我会提前放预告的, 这个事情肯定是这样,就是有现在值得讨论的,有最新进展,而且是明确是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对地缘战略带来较大影响事件,肯定是先做专题的, 频繁袭击俄国部队,其实不是,阿塞拜疆这回导致应该是俄罗斯维和部队是4人死亡吧,包括驻纳卡地区维和部队的副指挥官,这一次实际上是,就是它算是一个孤立事件,在之前开战第一天19号的时候,双方交火都明显避开了俄罗斯维和部队,这一次事件有可能是意外,也有可能是蓄意为之,我倾向于意外的可能性比较大, 但是如果这个事情是有蓄意为之,这的蓄意是指有阿塞拜疆军政高级领导层的默许和指示的话,那么我倾向于认为,阿塞拜疆可能在试探俄罗斯的反应,然后考虑要不要进一步动手,特别是对于战阁卓尔走廊地区,因为当时在格鲁吉亚战争的时候,俄罗斯干涉的理由就是维和部队被打,然后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是阿塞拜疆有指示,可能就是为了试探俄罗斯, 会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增大干涉,那死者军衔未免过高了,他是那个维和部队副指挥官,然后当时他是带着几个人开一辆武装甲防护车辆在前线附近,据说是在执行那个疏散平民任务,跟美国挑拨离间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我们要考虑到一个问题什么呢,在过去几年当中,前线阿塞拜疆武装力量一直和俄罗斯维和部队之间是存在冲突的, 或者说俄罗斯维和部队在当地和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实际上都有冲突,亚美尼亚觉得俄罗斯做的不够,阿塞拜疆嫌俄罗斯待在那边太爱事,所以哪怕是说高级政治层,我个人倾向于是阿里耶夫应该是明确发过命令,要求不得对俄罗斯维和部队进行攻击的, 但是可能前线有指挥官有刺头,看着这种情况不爽,然后因此要求攻击,据说阿塞拜疆方面是撤职了一个军长,然后阿里耶夫很快就和普京通话,表示愿意对死者家属提供赔偿,我会说考虑到之前阿塞拜疆在整场战争上的谨慎态度,我倾向于比较大的可能性是什么呢,要么是纯粹意外,要么是政治层下了命令,不许对俄国人动手,但是下面有人, 实在是不爽,气不打移出来,然后借机公报私仇,有这种可能性,没有没有,这种情况实际上非常常见,它不能说是一个无组织无纪律,实际上非常常见的一个情况,有可能就是一线搞事情,这是完全有可能的,违背军令不枪毙吗,你无法确定他是违背军令,前线肯定会告诉你这是意外,理论上如果是确定撤职的一个军长,那这个已经算是处理级别比较高了,除非是阿塞拜疆提前组织好了,这次挑衅行动,你现在先撤职了, 之后再给你官复原职,除非是这种可能性,不排除它存在,但是除此之外,对于阿塞拜疆来说,攻击俄罗斯维护部队,除了我刚才说的,为了试探俄罗斯的反应之外,它实际上并不能带来太大的利益,那这么看来阿塞拜疆独立性很高,我一直都这么说,不能把阿塞拜疆当成是,阿塞拜疆既不是俄国傀儡,也不是土耳其傀儡, 更不是一部分人认为的北约傀儡,一部分人认为是,北约利用阿塞拜疆打击俄罗斯小弟亚美尼亚,在这个问题上给俄罗斯上演药,这个说法我的观点也是有问题的,阿塞拜疆恰恰一定程度上在未来可能成为一个典型就是什么呢, 在这个大国竞争逐步激烈的时代,小国如果能够打好自己的牌,在大国之间左右逢源,它可以获得极高的行动自主性,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给自己切出一个独立王国,因为有些时候大国也需要这么样一个能够充当缓冲地带的独立区域小霸王的存在,搞维和部队其实根本没有好处,不,是有好处的,搞维和部队是有价值的,一个重要价值就是我们看到, 俄罗斯至少把亚,冲突冻结了三年,至少这个问题算是拖了一段时间,而且同时俄罗斯通过介入在这个事件上,就是俄罗斯迫使各方面必须要开始处理和俄罗斯的关系,再加上有一个传闻啊,有一个传闻,有个传闻这是俄国人那边说的,目前还没有确定,有一个传闻是土耳其终止了所有对乌克兰军事援助,有人在推测,可能是之前,埃尔多安在索契和, 应该是索契,在索契和普京会面的时候,双方达成了这个交易,那就是阿塞拜疆在纳卡地区动手,俄罗斯不拦着,然后接着同时土耳其终止对乌克兰援助,如果这个是属实的,那么部署维和部队的意义就已经达到了。 乌克兰是这个样子,如果按照俄罗斯的说法应该是两天之前,乌克兰发动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说是当天俄罗斯防空部队一共击落了72架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然后说是三个月以来最大规模一次乌克兰攻击,主要针对目标都是朝着克里尼亚。 我个人觉得是比较蠢的,而且有一种可能是这意味着乌克兰在前线的进攻可能要停了,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乌克兰对地打击力量似乎都集中在了克里米亚方向,而扎波罗热那边相当的安静,就乌克兰空军几乎在那个前线没有什么活动,也没有什么针对纵身别尔江斯克,马里沃尔这些方向的打击,所以实际上你看着好像很热闹,从媒体角度来说好像是乌克兰大赢特赢, 但是这实际上是乌克兰把重要战略资源投入了一个次要战场,我个人倾向于可能他们的判断是确实前线反攻已经很难取得进一步进展,基本上要停止了。 乌克兰人到底拿多少风暴阴影?有传闻是英国人把全国的风暴阴影库存都送过去了,据说是300米左右,然后法国人那边跟风暴阴影同款的ScalfE机已经给了,具体给了多少不知道,乌克兰人目前在找德国人要金牛舵,英国人那边说法是短期内风暴阴影没法恢复生产, 而且他们似乎现在好像也没有明显表现出要复产的打算,据说是全部,据说是全部,以英国的军备状态,全国只有300枚巡航导弹其实不奇怪,就风暴阴影全国只有300枚真不奇怪,很正常,目前的说法是美国人可能要送来PACMAS了,就是海马斯和M270用的战术对击导弹,300发效果怎么样,从目前来看没有实现任何战略目标, 这就是我说的,很多人在之前包括300战斧灭国论,我当时最大的一个质疑就是300发真的打不出什么效果来,300发战斧真的是,就是这个问题是就算别人露头给你打,300发战斧量也是不够的,你看看海湾扔了多少枚炸弹,300枚战斧真的打目标不够打的, ATACMAS美国具体有多少库存能送多少,ATACMAS美国人现役应该是有个500枚左右,然后有一些是好像有些急速弹头情况是被封存了,理论上美国可以给的短期内极限可能是1000枚上下,估计这个数字是比较合理的, 但说句老话,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有一个问题是在目前的现状情况下,ATACMAS规避防空的能力其实不一定比风暴阴影强, 风暴阴影作为巡航弹是这个样子,我解释下两种弹的区别,ATACMAS是个简易弹道轨迹, 就是一个纯粹的,一个抛物线,飞上天,然后下来,因此它的那个初中段和末端都是属于相对较高,容易被地面雷达发现的, ATACMAS是属于它主要是靠着高末端速度,然后以此压缩对方的防御空间, 但是首先它并不是高超音速,它的飞行本身需要时间,第二就是高抛弹道异域被防空雷达发现, 近期乌克兰对克里米亚的袭击显得相对成功,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它们袭击所使用的无人机和巡航导弹都是低空飞行, 这些导弹的特征是,它相对来说你一旦发现是异于拦截的,很容易被拦, 有大量的防空系统都可以拦截它,它的优势在于, 由于它可以低空靠近海平面飞行,因此防空雷达发现它的距离被大大压缩了, 难以发现,虽然有跨地平线雷达,但是跨地平线雷达对于巡航导弹这种小目标的发现能力, 是比较差的,我们看到包括它对克里米亚多数目标进行攻击, 主要是靠近沿海地区的目标,那么这就是, 由于俄军目前在海上没有部署大量舰艇当雷达少舰, 这个风险太高了,所以它可以较为轻松的低空掠海飞行, 往往是先用无人机侦察目标,然后接着后续导弹在无人机引导下进行打击, 相对来说它可以有效压缩俄俄国人的防空圈, 但是用Attackmas的话,就实际上它的突防效果不一定比现在用风暴阴影什么的, 打克里米亚效果要好很多, 风暴阴影和拉斯姆哪个突防好,理论上应该是拉斯姆, 因为拉斯姆的隐形设计应该是比风暴阴影来的要好的, 为什么不留这些巡航导弹在前线攒移过大的,好问题, 就理论上它们最好的选择是把这些巡航导弹用在前线突破方向, 但是现在乌克兰人就是在浪费资源, 就是这个真的就是跟德三末期朝英国本土打VR差不多, 看着很热闹,但是实际上很难带来什么决定性影响, 因为底线是在可见的未来, 乌克兰不可能组织起大规模登陆力量, 试图登陆克里米亚, 而且目前的情况应该是在昨天, 在昨天俄罗斯恢复了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的轰炸, 炸了里弗利亚那边一个变电站, 从现在来看俄罗斯可能要把秋冬季轰炸能源设施, 变成一个固定事项了, 而且似乎今年乌克兰的电力恢复速度, 比去年被炸的时候要慢, 有可能是单纯这回被炸, 炸得有点猝不及防, 也有可能确实说经过这一整年的战争, 乌克兰的抢修能力, 备建能力都开始出现问题了, 如何评价80架F-16砸烂俄罗斯西部军区拉倒吧, 80架F-16哪够啊, 西部军区的尖击机数量都比这个多, 我们还不看地面防空, 80架F-16打本土防空是有可能的, 打进攻就不要指望了, 这跟之前有些人认为爆二和挑战者可以轻松砸烂俄国人防线一样, 不切实际的, 你说F-35我们都可以讨论一下, 80架F-16真没戏, 现在俄罗斯有没有大规模登陆奥德萨的能力, 也没有, 总体来说俄罗斯海军步兵规模不足以进行大规模的战略型登陆, 未来想要打奥德萨还是得用赫尔松方面渡河进攻尼乌拉耶夫, 然后再去奥德萨, 如何评价空自F-35灭俄国人空天军, 我个人观点是这样, 可以讨论, 但是我认为也不太可能, 是这个样子啊, 从这次战争来看, 我们看到俄罗斯空军在目前为止, 依旧并不能完全歼灭乌克兰空中力量, 特别是最近此攻击, 乌克兰还有能力在奥德萨集结单一攻击波次, 据说最大一个, 按照Ribar的说法是14架苏24的单一攻击波次, 当然有些人可以认为是俄国人拉, 但是我倾向于跟这场战争到目前为止所展现的很多事情一样, 它并不是说明俄国人拉, 它只是单纯向我们展示了现代战争的现实, 所以说从目前来看俄国人的空军没有能力歼灭完全歼灭乌克兰空中力量, 乌克兰方面通过密集部署地面防空, 然后包括分散部署飞机, 甚至还有米格29能够停在距离前线仅仅70公里的机场, 那么我倾向于别国打俄国人我们可能也看到差不多的情况, 就是北约也未必有能力歼灭俄国人的空军, 空自目前的F35应该有40架以上, 去年好像都有30多架了, 三百战俘是笑话, 如果真的攒够了三千甚至三万, 那很多事情就会不一样了, 那很多事情就会不一样了, 说个搞笑的点是什么呢, 今天手头对地巡航导弹数量最多的国家可能是伊朗人, 我最近看到有个数据虽然不确定保不保真, 有观点认为就算不计算自杀无人机, 伊朗人手上大约有3500发到5000发战术巡航导弹, 这个数字还是挺离谱的, 这个数字还是挺离谱的, 我国巡航弹实际上数量没有那么多, 当然你可以说是外部信息不足, 但是我倾向于确实有可能, 就我国巡航弹就是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 也主要是处于一个迭代的一个阶段, 真正要说储备量未必有那么多, 巡航弹的话, 巡航弹的话, 而且我国大量是投入在战术单脑站上, 我认为从这场战争当中我国看到什么, 我认为这场战争对于我国来说可能最大的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虽然我认为在军事上这个是早就存在的, 就是不能假定大国对小国一定拥有碾压能力, 在现代战争的背景下, 特别在本土防御的情况下, 小国可以依托大量的动员, 以及大量相对较为简易, 技术水平落后, 但依旧非常有效的攻击手段, 让小国实现自身的中远距离攻击能力, 也就是伊朗人的经验, 伊朗人的成功并不是特例, 而是很可能是未来的一种趋势, 美国人估计后面直接用拉斯姆期待战斧, 再可见的未来还不可能, 因为什么呢, 我现在一直到2021年为止, 拉斯姆的采购量应该只有30多美, 虽然国内居民一直对拉斯姆的威胁非常担心, 而且也有其合理性, 但是一个客观必须要指出的问题是, 拉斯姆到目前为止采购量并不够, 急于打舰队是不是因为急于突破黑海封锁, 传送粮食, 理论上不是, 因为实际上目前对于黑海粮食运输最大的威胁是, 俄罗斯不断地对港口进行空袭, 包括奥德萨和在多瑙河的河港, 这是目前最大的威胁, 也就是目前粮食出口的最大威胁, 并不是来自任何俄罗斯海军力量, 而是来自于俄罗斯陆基和空基的远程导弹, 当然海上也可以打口径, 但是就算没有黑海舰队的口径, 对于乌克兰港口的威胁依旧是非常实实在在的, 美国把拉斯姆卖给印度会不会严重增大西部压力, 不会, 因为总体来说在西部方向我方主要处于防守态势, 这类型的导弹实际上对防御方比对进攻方价值更高, 因为进攻方想要发动进攻, 必须暴露部队, 必须在前线建立前线后勤节点等等这些, 而这些就很容易成为防御方的目标, 而防御方可以相对较为简单的, 在前线分散部队进行防御, 以此来有效抵消对方精确武器打击的效能, 所以总体来说这类精确指导武器对于防御一方的价值, 要比进攻方的价值要大, 所以就算说是印度人拿到了拉斯姆, 对于前线的整体战略状况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毛子舰队多次被袭击是不是说明舰队封锁不可行, 不, 他说明舰队封锁不再是过去的模式了, 就是我说的, 舰队在靠近海岸线的时候是打不过对方的陆基航空兵和反舰导弹的, 可以进行封锁, 因为我们看到实际上俄罗斯证明了, 有能力对乌克兰进行封锁, 但是封锁的关键不再是舰队在你港口周围, 而是远距离打导弹, 攻击你的港口设施, 让你港口无法运作, 这是未来的海军封锁, 为什么神舰比海马斯弹药还贵, 因为神舰产量小, 神舰的价格一直是很麻烦的问题, 神舰好像一发炮弹是多少, 25万美元还是多少, 很贵, 是常规炮弹的7倍还是8倍, 我记得红土地的价格好像只有常规152的3倍左右, 所以神舰确实一直贵, 神舰对比红土地的优势是它的射程要远一些, 知乎大V说俄国人导弹技术不如和平卫士和三叉戟, 有可能, 有可能, 总体来说三叉戟现在应该是第五, 到目前为止, 依旧是顶级的导弹技术, 三叉戟在很大程度上完全改变了核战略格局, 在过去的传统是核潜艇在有的潜射弹道导弹, 在精度上来说不足以对战术目标发动攻击, 因此一般核潜艇导弹只能用来打击对方的民用城市级别的目标,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美国一直以来对空射核导弹, 然后包括陆基核弹还是非常重视的, 但是三叉戟到了C4吧, 应该是C4, 到了C4型号以后的精度, 据说是已经几乎可以比肩陆基导弹, 理论上到今天来说三叉戟第五依旧是顶级别的潜射导弹, 但是这的问题在于美国人自己技术其实也基本上停滞了, 在可见的未来三叉戟第五并没有后续接班人, 所以就是坏消息是中俄技术未必能够赶上美国八九成的导弹技术, 在某些领域, 好消息是美国人自己好像也赶不上, 所以很多人当现在说赶不上美国人30年前, 但是问题是美国人自己好像也赶不上30年前了, 最近看见说帝国一发155要6千刀有没有可信度, 有可能, 有可能, 155炮弹不便宜的, 155炮弹不便宜, 我觉得这件事听谁说, 我国155可能两万五人民币一发吧, 好像是两万到两万五人民币, 好像是这个家, 155不便宜的, 所以6千刀也不是很奇怪, 武器停滞是什么原因, 科幻冷战黑科技为什么没了, 原因很简单, 人不在了, 老一辈不在了, 老一辈得已经年纪大了, 年轻一辈没人愿意去干军工, 美国干军工真是吃力不讨好, 总体来说过去30年对于美国军工, 特别是高精尖, 包括导弹电子战等等领域, 很多公司倒闭的, 然后很多公司包括被兼并了以后, 你像被兼并到雷声啊, 波音这些厂之后, 导弹方面不赚钱, 这是一个重要问题, 因为采购量非常有限, 在冷战之后, 这些弹药基本上没有任何的新的采购需求, 特别是远程战略和战术导弹, 没有什么采购需求, 有采购需求是战斗机和返地雷车这种东西, 那自然而然这些部门在他们公司啊, 厂里面也不受待见咯, 有人说毛子152一发不到1000刀, 我觉得不到1000刀可能也不至于, 有可能因为卢布汇率跌太惨了, 卢布汇率跌太惨, 1000刀好像多少, 10万卢布还是多少了现在, 10万多吧好像是, 能有10万多卢布, 可能12万卢布左右, 有可能, 有可能, 反地雷车为什么反不了地雷了, 因为反地雷车从来就没指望能够扛住地雷, 反地雷车相比一般车辆最大的区别是, 它底部是个V型底盘, 一般的车底部是个平的, 你雷炸了很容易, 包括炸断主轴, 包括炸穿底部, 对车内人员造成损伤, V型底盘主要是分散爆炸能量, 重点是保护车内人员不受伤, 但是车本身还是完全有可能被瘫痪的, 然后虽然说是反地雷车, 但是实际上在阿富汗和伊拉克, 反地雷车其实一般是用来对付那种IED, 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触爆型地雷, 你如果是轮子开到地雷上, 那照样一炸, 你车肯定是瘫痪的, 没有任何争议, 他们很多是用来针对那种在车底盘, 向上爆炸的那种雾边弹, 简易爆炸物, IED等等这些, 你遇到正尔八经的反坦克地雷, 你还是会被炸瘫痪的, 那反地雷车相当于一次性暴反, 它本身目标就是尽可能保证车内人员安全, 怎么看我国最近高强度的劝和, 我认为从我国的角度来说是希望缓和的, 但是我同样认为这是不可能发生的, 而且我认为或多或少我国的行为, 跟俄国人在去年做了一系列事件, 还有包括阿塞拜疆之前做的事件有类似性, 就是等到日后追溯起来翻旧账, 我国已经做了一切我国可以做的缓和举措, 如果再打起来的话, 那责任不在我国, 这种行为既是为了对外, 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对内, 以此来证明我国做了一切可以做的缓和举措, 因为实际上如果看我国近期整体来说, 去年到今年外交层面上, 我国的对外接触, 包括对一系列反美国家, 像委内瑞拉, 还有包括伊朗接触等等是在升级的, 不, 这个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为了防外部岁月始书, 而更多是为了国内, 你如果看的话, 伊朗人和俄国人在过去做的类似的事情, 包括我之前解释, 苏莱曼尼如果是刻意算到自己会被暗杀, 他还要做那个事情, 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什么, 是为了团结国内, 特别是为了团堵住国内妥协派的嘴, 通过一个极度明确的标志性事件, 然后包括对外摆出低姿态, 让国内妥协派意识到妥协已经不可能了, 这是关键原因, 整体来看世界发生战争的概率越来越高, 摩擦越来越多, 没错是这个样子, 但是帝国如果用岁月始书又该如何运队, 还是那个问题, 这不重要, 这不重要, 未来帝国岁月始书什么都不重要, 重点是谁赢谁输, 这本身你可以理解为, 我个人还是倾向于是, 它更多是一个明确的, 一个在现阶段, 它的团结内部的价值, 远远比对外的价值来的要重要, 对了金文公特逼三舍, 新马约斯克那边进攻进攻了一段时间就撤了, 从目前来看实际上, 实际上是目前前线真的乌克兰人打得最丢了的方向, 像是弗里米夫卡, 弗里米夫卡之前是攒了一大股波兵全线发动攻击, 包括很长时间没被攻击的弗里米斯克和新马约斯克那边, 都被打了一轮, 然后接着是对斯塔罗马里米夫卡那边也打了一轮, 就那一线其实真的是全线进攻, 我很好奇简中几乎没有人谈那一线, 因为那一线是之前乌克兰集中的大量兵力, 明显是准备9月初, 似乎是准备全线巴赫木特方向, 然后在拉伯基涅方向, 弗里米夫卡方向各打一波, 然后弗里米夫卡方向是真的一点成果都没有, 什么都拿不出来, 巴赫木特方向他们还可以勉强号称拿下了克里西夫卡, 拿下了安德里夫卡, 哪怕这是一个极为空洞的胜利, 他们至少还能拿出点成绩来看一下, 弗里米夫卡那波进攻打的是真的烂, 啥也没拿下来, 感谢爱兰兹伊德利布, 好的, 我回复一下, 稍等, 最近萨勒曼说如果伊朗拥合他要拥合, 我认为是完全有可能的, 这也是我之前说的, 当我们进入一个越来越动荡的世界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核扩散的可能性越来越高, 因为这也是我之前说的, 在今天在大量技术扩散等等环境下, 拥合在技术难度和经济难度上实际上都并不高, 唯一阻碍各国拥合的更多真的就是一层面子因素, 大家担心我拥合, 别人也想要拥合, 然后导致区域内战略竞争失控, 以及担心我拥合了会不会导致各个大国武偿给我上眼药, 这实际上阻止多数国家拥合的核心因素, 而不是技术难度, 但是对于沙特的情况来说, 一旦伊朗拥合, 它的第一个理由就不存在了, 这个所谓的规律升级的理由就不存在了, 因为伊朗人已经有核武器了, 你局面不可能再比现在再高了, 没错, 拥合技术难度并不高, 实际上核军控方面的共识就是, 拥合在今天, 都别说今天了, 90年代的观点就是, 拥合的技术难度远远没有外界想象那么高, 它需要时间, 需要积累, 但是它本质上是个苦活累活, 而不是说, 现在它已经不是纯粹的高技术活了, 如何看北约没有东扩, 只是东欧西逃, 北约可以不接受, 就这么简单, 它可以选择不接受, 但是它选择了一箩筐的, 把东欧加入欧盟和北约, 那就是扩张了, 你可以选择不接受, 这是完全可以做的, 你可以选择让东欧只加入欧盟, 不加入北约, 在当时欧盟对于东欧拥有所有的牌, 是东欧求着, 他们完全可以统一不加, 到最后北约自己做出了一个决定, 感谢奥林匹亚的佩图拉伯的SE, 感谢互联网魔证人的SE, 好的, 我来那个, 我等一下, 我一个一个来那个, 我一个一个来那个, 稍等, 来啊, 奥林匹亚的佩图拉伯, 现在这个, 现在这个磁性系统改了, 真是拉款, 等一下, 我确认一下, 互联网魔证人刚才SE, 乌克兰防空弹药哪来的, 不说五月份就耗尽了吗, 因为后来西方又给了几批, 包括五月份加急送了一批, 就目前还有, 而且乌克兰防空系统的覆盖能力, 明显下降了, 因为我们看到五月份之后, 俄罗斯对于乌克兰众生, 包括后方利沃夫等等方向, 攻击越来越多, 这个东西就是当初讨论乌克兰防空几乎耗尽, 是假设按照当时的消耗频率来, 然后接着你省着用, 你原本十天用完的量, 你现在放到三十天, 然后再来点西方细水长流援助, 就是你还可以保持存在, 它还是存在, 就是只不过对水对的越来越多了, 我认为未来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会不会越来越多? 会, 这个观点我一直都非常明确, 这也是为什么我之前说, 在未来区分真正的一流核大国, 和二流核大国的区分, 将会不再是你有没有核武器, 你有没有热核武器, 而是哪一个国家可以建立导弹防御系统, 这将是未来区分一流核大国和二流核大国的差分,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我们可能会看到, 英法彻底调出一流核大国的行列, 因为弹道导弹防御体系, 这玩意儿是真的只有大国玩得起, 它的技术上的要求和经济上的要求太高了, 上了好几次前还只收到杀人会章, 是因为那个武艺上的梦中情人, 我记得是你上次领那个手办是在第二, 是在已经发了一批货之后, 当时你说要的, 然后现在下一批还没有发出来, 不好意思, 就只能攒了, 只能攒等一等, 日本是不是一直在搞核武器, 到目前为止没有证据能够明确表明日本在搞核武器, 而且我个人也是倾向于没有, 他们还没有明确下那个战略决心, 萨勒曼和以色列正常化, 最近萨勒曼的说法是, 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努力并没有停止, 实际上两国正在推进关系正常化, 从目前来看, 沙特阿拉伯在潜在未来的对外战略方向应该是, 他们在变得像上个世界的土耳其一样, 他们在放弃自身的战略诉求, 然后主要诉求是, 我跟各方面都搞好关系, 我跟伊朗重新建交, 然后我也同时要承认以色列, 我既继续发展和中国战略关系, 同时希望尽可能维持和美国的外交关系, 然后把主要的精力集中在内部改革上, 从目前来看沙特是这个方针, 我看一下佩图拉伯的那个说的新闻是什么新闻, 中美成立经济领域工作组, 包括经济工作组和金融工作组, 等一下我来看一下, 经济工作组是由中美两国财政部副部长级别官员牵头, 金融工作组是由人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副部级官员牵头, 我倾向于很难起到什么建设性作用, 我需要再观察一下, 但是这里的有一个问题是, 需要看美国国会那边对这个有什么反应, 我个人估计不会有什么正面反应, 而且涉及到预算的问题必须要走国会, 我倾向于不会有太大的作用, 感谢开怪手游学者周卓上见, 谢谢, 上见之后可以看到在自动回复里面, 会有一个建长审核群的私信, 如果想加入建长群的话, 先加入那个建长审核群, 然后有工作人员帮忙引导到正式建长群, 这里的核心问题在于, 我们目前面临的经济情况, 和2008年是不一样的, 在2008年的时候, 两国在经济上的关系是高度接近, 并且在宏观政策等等各方面, 在宏观和微观方面, 两国在对经济问题上, 基本上是一致的, 尽管2008年美国时不时, 把人民币汇率和对外经济政策, 这方面拿出来说事, 但是实际上没有任何明确的实质性举动, 而今天现在两国一个是, 在宏观层面上, 我们已经逐渐走到了两国在高技术领域, 新兴领域, 包括AI啊, 通信啊, 5G啊等等这些领域, 两国的争端越来越激烈, 它已经变成结构性冲突, 然后具体的细微的微观层面上来说, 大量制裁问题还没有解决, 还有一个问题是, 在目前的情况下, 我们难以判断明年之后, 24年大选之后, 美国国内政治情况会是一个什么情况, 以及他们还有没有进一步沟通和合作的意愿, 所以我倾向于是很难取得实质性的意义, 这次巴萨尔访华有什么影响, 如果你要说公开的话, 那就大概可以认为是我国基本上认为叙利亚内战已经结束了, 然后至少能够重新以国家领导人级别的规格接待巴萨尔, 这个世界主要乱的原因是怎么回事, 如果我们要进行一个非常简单的笼统概括就是, 过去主导这个世界的国家, 也就是联合国武昌, 主导世界的能力变得越来越弱, 这是核心因素, 一方面主导世界的能力在变弱, 但是一方面武昌当中特别是美国, 依旧在极力试图在全世界内强行推进自身政策, 这是最大的原因, 就是你既没有能力控制, 同时还要直准画脚, 这是核心问题, 东道接不了盘嘛, 在可见的未来没有能力直接接这个盘, 在可见的未来我国在国际层面的影响力能力还不足以直接, 目前现在是不足以接美国盘的, 剩下美国和土耳其占领的区域还能拿回来, 不好说, 但是总体来说是这个样子, 就是从我国对叙利亚的战略诉求来说, 目前叙利亚政府所控制的区域已经足以满足我国战略诉求了, 由美国和土耳其控制区域, 或者说更关键的是东北部由库尔德人控制区域, 能不能拿回来, 说句老实话, 对我国利益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它是一个叙利亚问题, 它更多是一个叙利亚内部问题, 并不是拿回来没有用, 因为有必要说明, 东北部库尔德人占领的土地, 是有大量石油矿需的, 所以不是没有用, 但是就是这更多是叙利亚本国的问题, 希望大国时代落幕开启太空时代, 不, 我不认为太空时代会随着大国时代的落幕而开启, 为什么, 当大国时代落幕了之后, 我们会看到目前世界上来说, 实际上会进入一个越来越混乱, 越来越不稳定的一个时期, 那么在这个时期, 合理的决策恰恰是减少对于外太空探索的投资, 除非真的出现某项开拓系技术, 否则在可见的未来, 外太空探索都是纯粹的砸钱, 在这个阶段反而更大概率可能出现, 各国减少对太空探索的投入, 把更多的资源和精力, 放在目前地球范围上的竞争和开发上, 这是更大有可能的, 太空时代的开启恰恰有可能是, 当大国争霸时代落幕, 重新出现一个稳定的秩序的时候, 这个时候各国才有可能更大, 更多的动力说, 投入更多资源来进行太空探索, 感谢Antin-Turgeon的SE, 虽然阿拉维派有不少佛教的因素, 但看到小萨德尔拜佛还是忍俊不惊可还行, 有一种可能性是什么呢, 在这个方面某种意义上我同意质量效应的观点, 有一种可能性是, 首先是大国争霸, 然后决出一个明确的一个新的秩序, 联合国改革, 地球进入新的稳定时期, 然后在这个时期之后, 开始大规模的外太空探索, 出现了大量的太空殖民地, 然后接着这些太空殖民地, 太空新领土, 出于自身货物共通的利益, 开始逐渐逐渐组建出一个独立于地球政治的太空互助团体, 而且这个团体在最开始对于地球各国政府来说, 还是一个有利的愿意支持的太空自治群体, 接着到了下一个混乱的时代, 当地球各国可能再度因为地球利益发生矛盾和冲突的时候, 这个基于太空的自治团体, 有可能他们的影响力会大幅度扩大, 乃至到最后太空利益已经高于地球本土利益, 然后接着这个基于太空的自治组织逐渐发展成一个超国家实体, 拥有可能超越联合国的影响力, 这个和高达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就是质量效应巨型归根结底是, 新年崛起以后, 人类在质量效应科技加持下快速推进太空探索, 而地球各国重新进入了一个, 就是由于新技术的引入, 重新进入了一个征战不休的时代, 在这个背景下, 新年并没有准备对地球动手, 而更多是看弱智的心态, 地球打成一锅粥, 新年在那边疯狂的对外太空拱殖民地, 然后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 和越来越多的外星政权, 外星种族建立了联系, 直到最后就是地球变成一个完全无关紧要的了, 就是对于外太空种族来说, 地球怎么样不重要, 对于新年来说, 地球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其实际利益, 新年的主要的经济实体, 军事实体, 全是在太空领域, 然后这样慢慢一来, 整个就变成了一个太空主权, 对地球的一个自然的一个转化, 对新年首都是大脚星, 感谢北外IF.SC, 有没有看过一个叫大都会电讯的23世纪架空的200年, 没有看过, 没有看过, 美国事务官是否处于被选民绑架的极度痛苦当中, 不, 我会说并不是, 实际上在今天, 也不要对美国事务官的觉悟, 和对华友好倾向抱有太高的预期, 因为什么呢, 在今天, 特别在特朗普时代以后, 今天的美国公务员团队当中, 有不少人是认同特朗普时代观点的, 也就是相当一部分人认为, 美国必须要经历一个对华脱钩的阵痛, 通过摆脱对我国工业制成品的依赖, 以此来重建北美自身的经济和工业体系, 他们正在把这个问题试作和戒毒同等级别的事物, 也就是说, 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一定程度上, 不少事务官已经从过去的, 试图避免发生中美脱钩, 逐渐转入说准备支付这个代价, 但他们只是想让支付这个代价的过程尽可能缓和而已, 自己没工业脱钩不就是死路一条, 目前很多人观点是, 可能短期内美国会陷入大乱, 可能短期内物价疯涨, 但是从中长期来看, 会促进美国自身工业的重建, 感谢地域齐静的NC, 有必要说明, 其实质量效益里的新联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团体, 新联看起来很文明, 但实际上新联对于大量外太空殖民地的影响力是非常巨大, 而且非常霸道的, 很多的边远殖民地不满新盟, 就是新盟对于他们, 就是新联, 新联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副平时啥都不管, 只有说比如说新联说我们要来你这里修军事基地, 我们要来你这里修防御设施, 我们要和你建立联系, 我们要开始对你发号施令的时候新联才过来, 实际上质量效益当中地球各国政府, 在地球问题上争执不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这些地球政府当中试图主导太空开发的派系, 在本国政治斗争当中赶不上本国没有办法面对本土派, 然后这很多人很多原本的地球的各国官员, 对官僚机构失望之后选择逃到新联去, 新联对外太空开发的态度很大程度上接近西部大开发的美国政府, 你们殖民者去开采去开拓什么的, 我都支持你们开拓过程当中我可能啥都不干, 等你们开拓好了,我就要过来摘果子了, 而且你们还没得选,你们不得不听我的, 新联对外星种族相当硬气, 可以说是相当硬气了, 实际上新联对外战争基本上是胜多败少的, 包括质量效益们多次谈, 就是神保理事会人们谈到, 人类地位的崛起可以说是做火箭一般崛起, 很多在神保理事会资历比人类老得多的种族, 地位是被人类踩在脚下的, 推测现实的话太空联合能够勉强对分裂的地球保持平衡就不容易了吧, 不一定,取决于它发展的有多快, 不一定, 有SE被吞了吗, 那就没办法了, 私信稍微等一下, 等一下, 我看看刚才那几个稍微等一等, 我要确认一下, 刚才地域奇景的SE是, 最近重温质量效应, 感觉赛博鲁斯是个类似于黄鹅的组织, 那么质量效应三里面的幻影人被黑化, 是不是逼射煤火咬打火机还是必然的结果, 我会说是的, 就是幻影人就是怎么说呢, 你可以说是一个类似于黄鹅的情况是, 他们在某些问题特别是当对外发生冲突的时候, 他们和新年站在一起, 比如说质量效应二, 比如说幻影人本人甚至是参加过初次接触战的老兵, 但是在长期来看, 特别当战争结束之后, 他们对外的极度激进态度, 极度敌视和怀疑, 就和新年中央政府之间产生了越来越严重的分裂, 直到他们被新年视作恐怖组织和极端组织, 到那个时候他们直接背叛新年头对面也不奇怪, 行张国焘故事嘛, 行张国焘故事, 法肯瑞森条约里面人类五位剑数量最少, 那是跟老牌种族相提并论好吧, 那是跟突瑞人, 萨拉瑞人和阿沙利人相提并论, 除了这三个种族之外, 人类应该是五艘五位剑, 数量是最多的, 而且人类之后疯狂钻条约空子, 疯狂的造航母, 你如果看的话像沃勒人, 就是那个突瑞保护国那个矮子商人种族, 资历上来说比人类老得多, 他们只有一艘五位剑, 还有巴塔瑞人这种直接被宇宙开除宇宙籍的, 那就更不说了, 就相当于一个国家2000年近联合国, 然后他2020年就已经变成五常, 就已经加入五常行列成为第六常了, 你肯定不会骂他, 你在六常里面垫底, 你只会感叹, 这国家究竟搞了什么鬼崛起这么快, 好, 然后别了几个, 奥林匹亚的佩图拉伯的SC, 发现美国那个经济工作组有个巨大bug, 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直接对中央银行副行长, 但是美国货币政策是美联储主导, 财政部配合, 而财政部没有合法途径代表美国的对外货币政策, 没有错, 这是不是说明美国刻意让财政部独走, 在窗口去进行某种欺骗, 或者直接耶伦暴走, 把拜登政府架到谈判桌上, 这事情美国的人没有报道就感觉太有问题了, 我倾向于在这个问题上可能美国财政部的影响力比较大, 美国财政部和白宫在这个问题上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耍了点什么政治花招绕过了国会, 我觉得有这种可能性, 就是白宫和财政部能够意识到想要稳定美国经济必须要中美合作, 但是这一点国会未必同意, 人类打突瑞人那场其实不算赢了, 初次接触战当中是这个样子, 人类第一次遇到外星种族, 是宇宙第一军事霸权突瑞国, 然后实际上伤亡比, 我记得人类是比突瑞人好看的, 突瑞人伤亡大概是人类两倍, 但是不要忽略一点, 突瑞人是全民皆兵罗马化的军事社会, 人类的话是这个样子, 人类的单兵小单位作战素质, 在全宇宙里面是第一流的, 可能只比阿沙利人和塞拉瑞人这种, 军队完全特种部队化的那个种族要稍微弱一点, 但是人类的小单位战斗力是比突瑞人, 甚至可能比战斗种族克罗根人还要强的, 就是人类和突瑞人军事对比, 就是今天俄乌对比, 但是你如果要比整体军事实力, 人类是肯定打不过突瑞人的, 突瑞人那个全军动员太离谱了, 美国人会不会嘴上接触实际上技术去全面施压, 这几乎是唯一的可能, 这几乎是唯一的可能, 对人类那个模式就是魏武族模式, 人类单兵配置非常高, 每个单兵都配置了虚拟智能, 那个质量效应里面的人类陆战队, 新联陆战队, 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接近星河战队里面, 所描绘的单兵, 包括很多拿火箭筒级别的微型黑洞发射器, 等等这些东西, 然后单兵护甲呀, 护盾呀, 虚拟智能辅助啊, 都是配的非常全面的, 就如果你看小说的话, 人类在很多殖民地就是, 一艘护卫舰上面, 可能一个护卫舰总共在边成员, 小护卫舰的话, 在边成员才十几二十个人, 然后里面可能就五到七个陆战队, 这种规模就足以跑去殖民地, 提供军事建议, 帮忙设立一系列自动炮塔, 抵御海盗袭击, 就直接可以拿这种小单位来组织, 实际上相当于战役级别工作了, 对, 我说是小说的星河战队, 没错, 对, 还有人类的灵能适应性也强, 我国失业率有没有奔着十年前中东情况走, 没有, 还早, 还早, 总体来说, 就之前的最后的公布数据来看, 我国依旧比欧美好不少, 而欧美也比当时的中东好不少, 当时中东普叶认为年轻人可能是60%以上失业率, 然后在2016年17年左右, 欧美部分国家年轻人失业率被认为是在3%40%的样子, 就实际上还是个问题, 就是对我国悲观的人应该考虑到外面比我国还糟糕, 俄罗斯黑亚这个指挥部位导弹攻击, 那个导弹应该从奥德萨那边起飞的飞机空射的风暴音, 看起来威力不是很大, 应该是风暴音, 不是弹道楼弹, 巡航弹, 人类在质量效应三大结局之后在银河系啥地位, 回答不知道, 因为我们不知道目前证实质量效应三走的是什么结局, 我们只有到质量效应四才知道质量效应三究竟是什么结局, 阿沙利人就不说了, 阿沙利人单兵战斗力全宇宙第一, 就是全宇宙单兵战斗力第一的一般来说啊, 在质量效应世界观里面, 要么是克罗根战斗大师, 要么是资深阿沙利突击队, 只有这两类, 就这两类都是活神仙级别吧, 就不用想了, 别的种族就不用想吐槽了, 仙女座不说全没了, 仙女座在质量效应二到质量效应三之间, 那些人类直接润了, 跑到遥远的仙女座, 并不知道原本的银河系发生了什么, 仙女座应该是不知道吧, 不知道原来发生了什么, 还有SE的另外几个, 爱来自伊德利布的SE, 应该怎么看待印度在美国刚强调印度合作之后, 跨洋加拿大开篇希克老哥, 回答是这个东西, 就是现在的问题是, 大家在嘴上都会说加强合作, 但是实际操作不一样的, 而且印度的情况, 我之前也谈过, 印度在进行这个新的一波, 比较激进的民族整合阶段, 包括希克人被干等等, 不一定是政府行为, 但是出现这种情况是再正常不过的, 毛泽有没有把防空装船上黑海前出缓冲, 回答没有, 因为那样的话船太危险了, 总体来说, 目前俄国的黑海舰队的海军部署, 多数主要还是停留在军港或者军港附近, 然后很多警戒的船是没有什么防空能力的, 因为黑海舰队本身就有很多老船, 前出的话风险实在太高, 因为你再怎么说, 你这地面基地被打相比损失重要战舰来说, 还是要熬很多的, 请教黄海五小时是真的假的, 我个人倾向于是类似的夸张故事一律当做是假的, 我的关键是这样, 所有军事问题, 除非是双方都确认的, 我们把它视作真的, 否则保险起见你把它当做是假的, 不管是中国方面宣称的中必胜, 还是美国方面宣称的美必胜, 只要不是来自官方, 来自网民的说法, 你都直接把它当做是假的, 这是一个非常稳妥的做法, 这是一个非常稳妥的做法, 而且实际上这个东西这样, 就是就算它是真的, 这是属于两国摩擦当中非常正常的一个部分, 它既不代表说就算是我方占了便宜, 它既不代表说大规模冲突当中也一样能够占便宜, 就是它没有任何的意义, 它没有什么很明显的意义的, 感谢科西家一世代SC, 近期柳叶刀做掉了两代STRV122瑞典爆, 巡飞弹似乎取代了三代弹位置, 和二代反弹核导弹相比有什么优劣, 优势就射程比较二代远多, 二代弹你打个七八公里就是极限了, 柳叶刀甚至可以对敌后70公里左右进行攻击, 然后你要真说的话, 它价格甚至都不是什么劣势, 可能唯一的劣势就是你比如说柳叶刀没有办法对特别近距离, 几百米目标发动攻击, 否则的话你可以说它是二代反坦克导弹的绝对上位, 可能还有就是柳叶刀弹头的破坏能力相比二代弹要弱一些, 但是考虑到它可以居高临下对坦克脆弱部分发动攻击, 好像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然后就是如果未来各国野战防空扑的越多, 巡飞弹的效能可能会下降, 这是另外一个弱点, 但除此之外从目前来看, 因为柳叶刀好像也并不比二代弹贵很多说实话, 所以目前来看巡飞弹几乎是完全二代弹的上位, 这么来看外网没有任何演习消息看来是假的, 是这个样子, 我解释一下这个问题上我的态度, 外网我方这边有人说, 特别是非官方说不代表是真的, 外网没有说也不代表它就是假的, 因为这类事情一般来说不会有报道, 但是这类事情我之所以倾向于不知其真假的时候, 你宁可当它是假的, 因为它本质上是真是假无所谓, 它本质上是真是假不会带来太大的变化, 包括在未来我国, 假定未来我国海外投放变多, 也有可能有国家在海外给我国演习部队上演药, 但是重点是它不重要, 在这种小摩擦上面不管是占了便宜还是吃了亏, 对于整体战略态势双方对比它不重要, 有没有可能在主动防御上下功夫, 做到主动防循飞弹比较难, 因为循飞弹飞得高, 目前的主动防护基本上这样, 主要是针对平面同一高度, 或者最多是45度攻顶的攻顶弹来进行防御, 循飞弹的话如果高空发现, 然后俯冲弹道攻击的话比较难, 就是它超出了多数主动防护的几届范围了, 而且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呢,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一部分摩擦, 被我国特别是部分网名吹得很高, 在欧美人看来挺正常, 这个就涉及到什么呢, 就像包括之前几次公开的, 美国驱逐舰公开拍双方两艘船在南海赛艇, 南海在那边开得非常近危险距离, 有一部分我国居迷对此感到非常高兴, 但是在那之前我要意识到, 类似的猫鼠游戏, 美国人和苏联人从冷战开始就开始玩, 甚至我国也和苏联人在冷战开始就玩过, 然后近年来美国人和俄国人, 美国人和伊朗人玩的都很多, 所以实际上我国加入类似的游戏, 类似这样的碰碰车碰碰船比赛碰碰机比赛, 其实是属于比较晚的, 它并不是什么特别值得大肆宣扬的大事件, 我觉得以后像120筒子这样的重筒会不会发展, 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那个给散兵研发的82毫米, 新无后坐立炮会逐渐取代筒子, 因为筒子的那个, 筒子的有效射程和带弹确实还是比较局限, 你像新的古斯塔夫应该已经可以实现1300米简易制导战了, 120重筒子一般的估计射程一般是1000米之内, 虽然也有一些简易火控和制导, 但是就是还是那个问题, 由于弹药本身过大过重, 所以导致火力持续性也不如825, 而它能够发挥的作用在多数情况下和82毫米后坐立炮是差不多的, 在两种武器能力差不多的情况下, 一般来说都是会选择自然淘汰, 会选择更加轻便, 然后更火力持续性更强的那种, 是120筒子不是制导的, 120筒子不是制导的, 是个简易火控, 120那个毁伤能力的确很诱人, 现在的问题是这样, 就是你正面反坦克的话, 面对现在爆反堆板的坦克, 120对于坦克正面毁伤效果也不是很好, 而且现在反坦克越来越多强调反坦克距离, 因为坦克可以远距离对你开炮掉的比达, 那个时候你的威力不太重要了, 反而是你距离越远, 你的伏击点的选择, 反坦克阵地选择相对来说越多样化, 然后你如果都是打侧面的话, 那825也可以用, 然后再就是打公式, 打公式同样的问题就是, 射程本身的提升就能够带来一系列的优势, 然后825对于多数公式来说, 其实也完全够用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120统子的优势确实不大, 感谢反乡战争现在NC, 我看一下啊, 感觉未来俄乌战争结局后和苏波战争差不多, 我个人不是很同意, 因为我们要考虑几个问题啊, 第一个, 苏波战争当中本身对波兰战争战胜或者战败, 对苏联来说没有决定性的影响, 所以苏联可以选择停止苏波战争, 而俄乌战争从目前来看, 俄罗斯整体战略决策层是把这场战争当作是决定俄罗斯未来的一场战争, 所以战略决心不一样, 然后另外一个是苏波战争时期, 苏联本身是属于刚刚从一个极度虚弱的状态, 刚刚恢复建立一个正常国家状态, 因此对于苏联来说, 他也不愿意付出过大代价, 而今天俄罗斯虽然遭遇了经济制裁, 但总体来说它是有20年左右时间, 可以相对进行和平发展的, 它国力和当初不一样, 然后再也就是交换比来说, 至少目前来看, 俄乌战争的交换比和苏波战争不是同一个级别的, 波斯系亲步兵靠陶之类当重火力, 很大一部分换成巡飞弹会不会更好, 有可能, 我会说有可能, 还需要观察, 但是考虑到伊朗人本来就玩无人机和巡飞弹上瘾, 这次俄乌战争肯定会让他们考虑巡飞弹在未来的应用, 照我这个说法侧面加爆反, 大家全用60桶子, 没有啊, 60桶子对攻势效果不是很好的, 825的威力不小, 有必要说明总体来看, 为什么我说820基本上威力够用, 在叙利亚伊拉克战争等等一系列, 包括我们看在叙利亚战争当中大量使用的SPG9, 总体来说无后坐立炮对于多数攻势, 不管是野战还是城市战攻势, 它的威力已经够用了, 我会说与其你对比唐灭高构历, 对比唐灭突厥可能更合适, 包括我个人倾向于到之后, 西乌会变成一个混沌地带作为缓冲战, 作为一个缓冲带, 也跟唐代在对突厥, 消灭突厥主力, 把突厥打碎之后, 留下一部分土地建立清唐朝政权, 有相似之处, 不是, 你说的60桶是60小牌吗, 60小牌对攻势的效果很差的, 60小牌装药量非常小, 60小牌更多你把它作为一个制弹筒, 它对于无顶部掩护的攻势, 和开阔地带敌军有较强杀伤力, 肯攻势还是不够用的, 包括肯坦克顶部, 它精度和威力都不能说特别好, 刚才那位开怪手游学者周卓问, 质量效应的本土派能不能被视为保守派, 明明太空中有更加丰富的资源, 为什么要固守地球? 可以把它视作保守派, 但保守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 在很多国家里面主持推进太空开发的派别, 到最后他们由于在本土本国的政治斗争当中失败, 他们选择直接跑路, 他们选择直接跑新联了, 就是进步派跑路之后, 那自然保守派的势力就更加根深蒂固, 而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 留在地球上的国民本身很多就是不愿意去开垦太空的人, 愿意开垦太空的都已经跑出去了, 那么这样一来就更加加剧了本国的保守化, 温迪哥温迪哥之王刚刚发什么, 我真的没有看到, 我真的没看到消息, 真的有能出去不出去的人吗? 主要是两类, 要么是巨富, 要么是巨穷, 然后再有就是基于纯粹的价值观不愿意上太空的, 有观众问我再说一遍, 中美成立联合金融组和经济组释放什么信号? 你如果要我总结的话, 我的倾向于是释放出两国试图缓和关系的信号, 注意重点是试图, 但是我的观点是这个尝试没有办法成功, 而这个没有办法成功很大原因是, 目前美国内部的政治倾向和美国内部的不稳定性, 然后另外一种是, 目前来说我国似乎也没有计划改变我国既定发展方向, 实际上在今年以来, 包括千人计划等等, 有一些在中美贸易战谈判时期被搁置的, 特别是我国高新产业发展计划, 实际上在快速重启, 就是如果我国不准备改变经济政策, 美国也不准备改变经济政策, 那么看起来这个冲突并不会因为建立一个联合工作组就得到缓解, 现在情况就像什么呢, 就像经典胆小鬼游戏, 双方互相开着车往对方上面撞, 双方都表示我不想撞车, 我希望保持和平, 但是双方都更加倾向于要求对方让步, 要求对方停车, 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只能视作是一种口头的表达了, 不是都在假装踩油门, 都在假装踩刹车, 利好墨西哥成为新的制造业中心,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理论上在未来几十年当中, 墨西哥有没有可能成为北美的制造业中心, 是有可能的, 我会说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随着中南美大量贫民, 大量贫困人口流入墨西哥, 理论上墨西哥获得了大量的优质人口资源, 而且同时其中大量的不愿意留下的流民, 可能还会涌入美国, 但是拥有一个丰富的人口资源, 不代表它一定能够有效的进行经济产业建设和工业规划, 它是一个先决条件, 而不是必要条件, 所以有可能, 但是不一定成, 美国现在往韩国堆资源其实并不是, 其实并不是, 总体来说在这两年, 美国对于韩国其实并没有对多少资源, 不管是外交政策还是经济上的, 韩国在美国很多, 包括有些军工单很多, 真的是靠他们企业自己抢下来的, 我会说实际上在东亚的盟友选择, 不管是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 对美国来说日本依旧是首选, 虽然我个人认为这个决定比较脑残, 但是总体来说似乎来看, 美国最愿意扶持的依旧是日本, 如果把防空车放在名船上, 在今天黑海实用性如何, 我个人观点是这个样子, 我认为目前的情况不会变, 因为什么呢, 因为本质上目前乌克兰对于克里米亚的袭击, 效果是相当独献的, 说实话, 到目前为止, 如果我们看, 包括潜在的被打沉的船, 在近期只有一艘坦克登陆舰受伤, 另外一艘登陆舰和一艘潜艇, 在船屋修理的时候被摧毁, 然后接着打掉了几个防空设施, 今天对着黑海舰队司令部来了一下, 它本质上其实没有带来太大损伤, 就是可以基本上说到目前为止, 克里米亚的防空还是基本上成功的, 就总体来说, 它对于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维持海空军战斗能力, 没有带来致命性打击, 在这种情况下, 我不太认为俄罗斯会改变安排, 包括把防空车放到名船上, 部署在海上, 能不能用, 但是这里有几个问题就是, 当你这样部署的时候, 你的防空车是变得更脆弱了, 原本在地上你可以随时机动, 随时分散, 在海上的话, 你需要多辆车部署在一艘民船上, 然后这艘民船本身还有较高的被发现的风险, 被打了的话非常脆弱, 几乎是一发就沉, 然后一沉它可能要把一整个防空连都给带下海, 所以我倾向于不会那么做, 空中威胁没有急迫到那个程度, 而这样做本身有很大的风险, 我们姑且就把那两艘在船屋里面的, 我们姑且把它按机毁来算, 我们姑且按机毁来算, 什么情况才是致命性打击, 我会说在目前的俄罗斯战争规划下, 对克里米亚很难造成致命性打击, 因为什么呢, 克里米亚现在并不是一个重要的俄罗斯后勤基地, 恰恰相反, 俄罗斯后勤路线实际上是东屋走陆地运输, 沿路侠进克里米亚, 就是在目前情况下, 除非说比如说有一种可能性是什么的, 包括能够对驻扎在克里米亚的俄罗斯空天军, 带来致命打击, 这个致命打击指的是, 可能要摧毁其30%以上的航空兵力量, 或者是完全切断来自陆地上, 对克里米亚的补给运输能力, 这一点从目前来看也做不到, 或者是能够允许乌军在克里米亚进行大规模登陆, 在地面上直接威胁俄罗斯后方, 有物理上完全失去克里米亚的可能, 而这种可能性似乎也不存在, 所以综合来说, 也就是我这些关键就是, 目前把大量战略资源直入到克里米亚, 是非常在军事上不合理不理智的行为, 俄空军现在在黑海其实没有玩什么前出, 就是克里米亚方面总体来说, 俄罗斯现在是纯粹的被动消极防御, 感谢北外FSC, 如果我方直接转向表示, 我就是想踩油门和你撞, 因为我开的是沃尔沃, 你是日产, 美方会怎么样, 这里的问题是, 美方也认为他开的是沃尔沃, 我们开的是日产, 这是一切战略矛盾到最后的核心就是, 哪怕双方都是理性人, 双方都基于一个理性的观点来看待事物, 双方对事物本身的认知可能不一样, 就是欧美对于中俄一的内部脆弱性是深信不一的, 而且实际上在7月份的时候, 当时就有一些美国那边的说法, 当时就有据说是CIA的人说, 就是白宫实际上对乌克兰炸克里米亚是不满意的, 哪怕是7月份的时候, 说白宫当时就有人认为, 乌克兰在浪费宝贵的资源, 打一些只有象征性意义的目标, 好像是希摩赫什报出来的, 而且我记得有其他几个媒体, 也做出类似报道, 美国人自己也不太高兴乌克兰人炸克里米亚, 他们单纯是觉得你这炸的没用, 你还不如集中资源大反攻, 那白宫满不满意, 乌克兰攻打别尔哥路德似乎也不满意, 原因跟之前一样就是, 你在那边小打小闹没有用啊, 就你在那边小打小闹, 你这个不可能变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第二战线, 然后你如果没有办法真正意义上变成一个第二战线, 你在那边小打小闹有什么用呢, 这个质疑本身也是非常合理的, 感谢网友Briam Knight SE, 最近坐飞机时看平流层落日如此归例, 不仅想到我们这代人还看不到宇宙大航海时代, 回答是不一定, 说不定到2050年之后, 我们又进入了一个新的稳定时期呢, 就像我之前说的, 世界周期, 历史周期, 我的个人观点在加快, 那么这不仅代表和平周期可能变短了, 也同样意味着混乱周期可能也会变短, 但是在反攻打不下去的情况搞克里米亚就合理,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 理论上乌军反攻不是完全绝望, 乌军对克里米亚大规模攻击主要是8月底到9月份, 而这段时间恰恰其实是乌军前线反攻力量还在打, 如果乌克兰人把前线反攻完全停了, 集中力量打克里米亚, 某种意义上我会同意, 实际上, Ribar之前报道是, 在8月底, 乌克兰空军是加强了, 在扎波罗热方向等等前线前沿地带的空中活动, 当时Ribar是一副如临大敌, 表示乌克兰人很快要总攻了, 他们要集中所有陆空力量, 一波强冲扎波罗热, 强冲巴赫木特, 然后到现在的情况是, 乌克兰陆军还在前线尼迪达古尔, 乌克兰空军在前线基本上不存在了, 然后把乌克兰空军宝贵的对地支援力量, 拿过去打克里米亚, 所以才说抽象, 所以才说抽象, 反攻目前算是失败, 我说再等两个星期, 如果目前前线的相对较为稳定, 开始再维持两个星期, 那我们基本上可以说乌克兰反攻阶段结束了, 至于是不是失败, 我们晚一点再看, 但是基本上可以说反攻结束了, 实际上基辅并不是想把克里米亚变成奥马哈海滩, 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 来自俄国人的报道, 我没看乌克兰人方面确认, 不过我倾向于根据过去来看, 俄国人对于乌克兰的部队番号和部署, 判断是比较准的, 包括我看到有几个欧美里面的, 像Rob Lee这种也承认, 俄罗斯对于乌克兰参战部队的番号报道基本上准确的, 按照俄国人的报道是, 目前在赫尔松方向, 乌克兰控制的赫尔松方向, 成立了两个新集群, 之前是诺曼底集群, 然后后来最近两三个星期成立了一个新的奥马哈集群, 并且最近乌克兰人加速了在赫尔松地区主案的渗透行动, 开辟了一两个新的桥头堡, 所以就是如果要预测乌克兰下几段地面进攻方向, 似乎赫尔松方向是个比较合理的预期, 感谢宇天的SC, 等一下我回复一下, 不是, 其实我非常想吐槽的是, 你要起代号别起奥马哈呀, 就你来个什么犹他海滩多好, 犹他海滩那个海滩登陆, 好像只阵亡了一百号人还是两百号人, 就你起名, 你起什么奥马哈这种不吉利的名字你, 感谢格玫瑞瑞的SC, 治疗效应的塞伯勒克斯的组织形式, 就塞伯鲁斯是吧, 塞伯鲁斯组织形式怎么样, 一个基本上类似于现代恐怖组织的组织形式, 他们在很多人类, 包括新年内部有很多的同情者, 有他们的间谍, 这主要属于在多数情况下, 他们的活动主要针对外星人, 不直接对人类动手, 但是到了三代他们变成彻底恐怖组织了, 是, 还好算是没起花园行动, 那确实, 他们要是来个花园行动集群, 那就是真的准备送了是吧, 刚才那个话题, 一开始情报收集研判就不理智客观, 压根不算理性人吗? 不, 现在的问题是, 情报收集研判永远有局限性, 它永远有局限性, 就是我们看美国负面新闻, 觉得美国要出问题了, 美国也会有人盯着我们的负面新闻, 觉得我们要出问题了, 现在的重要问题已经不再是, 双方对于事实的收集和整理, 实际上在今天高度发达信息社会, 双方对于事实性数据的收集和整理, 基本上高度接近的, 甚至你可以说民间人士的看法都是高度接近的, 现在的差异是, 双方在根本的判断上, 每一方都认为对方更加脆弱, 每一方都认为对方实力更弱, 而双方似乎都有合理的历史和理论论据, 来支撑自己的判断, 这是主要问题, 有些东西就是, 直到你真的碰一碰撞一撞之前, 你永远没有办法得出一个说是决定性的结论, 没办法的是, 而你碰一碰撞一撞之后, 那个情报就不那么重要了, 俄国现在国内压力大不大, 我会说不小, 但是我会说还有很大的冗余量, 俄罗斯最近的举动是禁止了国内的, 暂时禁止了国内的燃料出口, 这个可能跟近期的包括卢布汇率波动, 等等各方面有很大的关系, 我看一下, 看到现在报道里面, 红件12出现率很高, 应该已经突拍了, 那么之前银里面的红件73, 会不会下发到步兵连, 比较现在我们车载的还是这个型号, 说不定这个型号还有不少库存, 稍前二本月底付费测试会不会直播, 应该会, 付费测试我应该会到时候直播, 在银里面的红件73, 会不会下发到步兵连, 回答是不知道, 就是这个东西永远, 这个东西在我们看到正式的公开报道, 永远无法确认, 就像当初一个经典讨论是, 120桶子是连级别火力, 然后很多人基于连级别火力, 来讨论120桶子, 接着应该是才过了几个月之后, 就有大量120桶子, 带简易两脚架, 下到班级别的事情, 所以回答是, 你不知道, 这个东西真的是属于, 就是编制这个东西, 有时候真的就是, 一想, 有些时候负责主事的人表示, 这东西要下放, 就下放了, 当然部队还需要很多时间适应, 但是回答是不知道, 有可能, 我的个人观点是有可能, 因为就像我之前一直说的, 就像我之前一直说的, 总体来说, 总体来说, 在未来我的倾向于是, 步兵般的火力核心, 将会变成反坦核导弹, 从现在来说, 都不一定是反坦核导弹, 可能会变成自杀无人机, 都说不准, 然后关于火力不足恐惧症这个说法, 实际上我个人是一直以来都不太同意的, 关于火力不足恐惧症, 这里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强调这个说法的人, 实际上往往忽略一点, 就是到很长一段时间, 某种意义上, 包括今天, 我国在各个级别的武器, 重武器, 下放率等等, 其实是不如美俄的, 如果我们不考虑战时军级别临时加强, 但是你比如典型的炮兵, 与级别只有122, 而美俄是152, 155这个级别铺开, 当然美国人炮少, 但重点是, 在中美俄军三个军事强国当中, 实际上, 目前我军很多合成单位, 普遍显现出最大的优势, 其实是激动, 我的观点意思就是, 如果我们真的要回头看, 我军传统, 包括中苏对峙, 包括朝鲜战争, 我军传统, 其实是激动不足恐惧症, 而这个激动不足恐惧症, 一直到今天都存在, 包括, 对于大量轮式车辆和履带式车辆, 大量要求能够进行无准备幅度, 然后包括对于轻武器设计等等, 对于重量一直卡得非常严, 可能191有了变化, 但总体来说, 我国一直对负重等等这方面卡得非常严, 甚至包括防弹衣的装备问题, 在一定程度上也跟负重要求有关, 明显在三国当中, 我军最大的特色是激动能力, 有SE吗? 等一下, 我看一下, 我要网上翻一下, 好吧, 杨文和预软文会的SE, 光环里面统一地球政府是怎么把殖民地给玩崩, 导致大分裂的, UNSE每次远征也才一两艘船, 光环里面的实际问题是什么, 有必要说明, 就光环里面在新盟战争开打之前, UNSE其实是一副要完蛋的迹象, 这里有必要说明, 就什么呢? 在新盟战争开打之前, 联合国太空司令部实际上是很大程度上, 由于地球文官政府之间各国打架, 光环和这辆消息不同了什么, 实际上在光环里面, 地球各国依旧拥有极高的影响力, 然后依旧是一个高度, 以地球为核心的统治机构, 它更加偏向于高达里面联邦和极翁的世界观, 然后同时, 当时UNSE是大规模削减预算的时代, 在新盟战争开战之前, 很多大型战舰都是准备被砍的, 然后只留小船用来巡游殖民地, 当时之所以要搞斯巴达计划, 就是因为殖民地的怨气已经达到了沸腾点, 很快可能要开始大规模的叛乱, 而军方根本就没有资源和资金, 给每个地区配置舰队来进行讨伐, 所以要搞斯巴达这种舰走偏锋, 特种部队斩首打击, 打掉那些殖民地独立分子, 然后接着来保证UNSE和统一地球政府的统治, 实际上如果我们看, 在光环后传, 就是光环三和光环四之间, 凯伦崔维斯写的那几本书里面, 里面就有好几个UNSE的人说, 虽然我们现在是军政府, 但是我对这个军政府的信赖, 远远高于任何对文官政府的信赖, 因为文官政府太拉垮了, 对, 很多殖民地甚至认为新盟全是UNSE, 编出来骗人的, 你说斯巴达相比几个舰队, 那明显很便宜啊, 你往一个星球渗透一个小队, 十几个斯巴达, 那明显比劳师远征派一支讨伐舰队要便宜多了, 斯巴达最开始就是准备拿来评判的, 就是干这个活的, 没有, 光环电视剧并不合理, 光环电视剧是把UNSE描绘成了一帮类似于星河战队电影版里面, 人类那个泰伦联盟一样的一帮蠢货, 纯军国主义者, 其实不是, 其实光环从头到尾, 几个官方小说都是一副文官式笨蛋, UNSE的军队人员实际上要更加务实, 他们对于态势要更加了解, 在各处都反映出了特别是凯伦崔卫斯小说里面, 里面多次表现了对UNSE, 包括对舰队司令部和海军情报局的同情, 就是往往是一副宁可军政府模式继续延续下去算了, 有没有偏远星球直到星盟战争结束还不认为星盟存在的, 可能会有, 但是实际上真正多数情况是什么的, 很多偏远星球没有上到星盟战争的波及, 在星盟战争之后他们认为UNSE比星盟更可恶, 甚至你看那个废土三部曲, 在星盟战争之后, 由于星盟土豪瓦解出现大量海盗, 很多海盗直接拿着装备去跟人类做买卖, 像那个废土三部曲里面, 27斯巴达奈奥米的爹, 奈奥米的爹是为什么, 他就是因为自己女儿被拐走了, 他常年表示, 因为当时是每一个被拐走的小孩留下的一个克农人, 这个克农人很快就病死了, 所有人都不相信奈奥米的爹, 奈奥米的爹一直说, 那人不是我女儿, 我女儿被偷偷掉了包, 这一切都是UNSE搞的鬼, 我要找UNSE讨个说法, 我要带着殖民地独立, 然后他去跑去跟一个豺狼海盗在那边做交易, 买了一艘星盟巡洋舰, 而且还是有烧玻璃能力的巡洋舰, 应该是从CAS还是CCS级别, 就别人都以为他是阴谋论者, 最后发现还真是, 实际上这个细节我看很多人没有说, 就是哈尔西当时让很多UNSE内部的人反感是怎么回事, 就是他那个把人拐走之后留下的一个克农体, 然后那个克隆体很快就死了, 就是当时有好几个, 我觉得就是帕拉格斯基, 帕拉格斯基是海军情报局局长, 他是哈尔西的直属上司, 所有斯巴拉计划全部要过他的手, 他当时骂哈尔西就是, 你哈尔西在那边当个伪君子, 你在那边克隆一个人留下来, 你唯一做的就是让自己的良心好受一点, 但是对于很多家庭来说, 你这个克隆之后快速死亡, 反而把他们伤得更深, 反而留下了大量后遗症, 因为什么, 因为问题在于, 在那些殖民地有小孩被拐走, 其实并不奇怪, 司空寻常, 但是你拐走之后还留下一个克隆人, 然后克隆人死了, 如果他们家里人发现不对头, 那问题就太大了, 而且帕拉格斯基当时的观点就是, 哈尔西你这纯粹是没人信, 你就是为了自己良心好过一点, 你个伪君子搞出这种破事来, 帕拉格斯基从头到尾的观点就是, 我做这些事情是要下地狱的, 哈尔西你也活该跟着我一起下地狱, 你别想要把自己摘出去, 感谢Mishal Official, 接下来会不会是光环电视剧的品鉴会, 还是算了吧, 还是算了, 当时就是为了刻意搞出短寿克隆人, 快速克隆, 克隆之后死亡, 不光是哈尔西, 还有那个黑盒子那个AI的本体, 那个本体是个参加过斯巴达哈尔西项目的科学家, 他也说他之所以讨厌哈尔西, 就是因为哈尔西这个行为, 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讨厌哈尔西, 这一点我觉得不管是电视剧还是很多人解释, 没有解释通, 为什么那么多人讨厌哈尔西, 不是因为哈尔西违反人论, 而是因为哈尔西是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 还违反人论, 他总想把自己装作一个说是受害者, 是一个被迫迫于无奈, 才推进这个计划, 但实际上斯巴达计划能够推进很大程度上, 哈尔西就是始作俑者, 就是一堆人都已经做好准备, 我随时准备, 因为我干的事, 我准备上军事法庭, 我准备死, 就只有哈尔西一个人在那边道貌岸然, 这是导致很多人不爽的原因, 感谢军人官夏世八一一的SC, 虽然但是单纯看光环的影视作品, 真人版电影都正经说过, 新谋入侵前联邦军主要都是叛军, 并且打得不可开交, 主角的哥也是叛军打死的, 这点其实有点问题, 就是按照背景的话, 当时是各个殖民地属于爆发起的边缘, 但实际上还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 是大规模战争爆发之前, 纳卡是明天, 纳卡是明天, 所以拐这些小孩有什么好处, 这些小孩都是之前经过了挑选长期的社会调查, 然后包括分析他们基因样本, 认为他们是最优秀的基因, 可以用来设计和生产斯巴达战士, 然后应该拐了200多个还是300多个, 制造了27斯巴达, 27斯巴达最后是72个活下来, 不是72个活下来, 是72个合格, 以后干扰设备更普及, 线导巡飞弹会不会变成班族武器, 有可能, 目前还没有线导巡飞弹, 但是以后确实有可能, 为什么不从胚胎就开始改造, 因为没有时间了, 因为没有时间了, 当时拉的一批人主要是七八岁, 就是哈尔西自主解释, 选这个年纪的孩子是因为相对来说, 他们更容易受到灌输, 成年人的思维已经形成定势, 很难给他们进行灌输, 同时这个年纪的孩子可塑性更强, 可以对他们进行更加彻底的军事教育, 这斯巴达项目正如其名, 它是按照传说中, 注意并不完全史实上, 传说中的斯巴达式训练来进行, 把小孩从他们家庭里面摘出来, 把他们放在一个大的军事化社会里面, 进行培养和养成, 为什么二期不像四期那样挑精英士兵当斯巴达, 因为当时改造手术远远没有后期那么成熟, 而且当时整个项目都是秘密的, 它就相当于一个CIA黑项目, 它归根结底相当于在各个殖民地, 要安插一大批间谍, 出了事儿, 这些间谍赶快把叛军首领全部斩首, 它是这个思路, 这下蒙了, 海军情报局负责多少人, 回答, 海军情报局名字叫情报局, 它远远不只是一个情报局, 它的影响力在很多方面远比舰队司令部来的要高, 为什么? 舰队司令部的权限是仅仅限于太空舰队, 海军陆战队等等这些, 后来舰队司令部还同管部军, 但是海军情报局不一样, 海军情报局在战前看那个风饶新小说, 很多星球的农业AI, 计算AI, 行政AI, 实际上都是情报局安插的军事AI, 它们有两个职能, 第一个面对潜在外部入侵的时候, 能够在当地进行统筹, 运作当地的防御部队, 但是更重要的是, 它是作为海军情报局休眠间谍, 在当地如果出问题, 它们会立刻转变为帮助UNSG镇压当地叛乱的工具, 海军情报局的触手非常深, 三七斯巴达是新盟战争开战以后, 由于二七斯巴达过于宝贵, 而且当时二七斯巴达撑起了人类的士气, 所以二七斯巴达的投入变得非常谨慎, 需要一种针对高价值高风险目标准备的特种突击赶死队, 而ODST已经不足以执行这种任务了, 所以必须要三七斯巴达这种廉价版低劣装备的赶死队单位, 三七斯巴达人选全都是在对新盟战争当中失去了家园和家庭的孤儿, 《光华战争》里面的斯巴达都是二七的, 间谍是AI, 实际上我个人对于传说中的所谓的斯巴达抚养机制, 我个人是比较怀疑的, 所谓的把小孩全部从家庭拉出去, 拖到大兵已经生活, 然后什么要经过野外独自生存训练, 我个人比较怀疑, 因为包括波罗奔尼萨战争等等, 斯巴达人的战场交换比, 其实并没有外界所认为的那么好看, 甚至包括被常年吹嘘的温泉关战役, 如果我们真正整理整个希腊波斯战争历史, 似乎斯巴达步兵的表现, 也并不比其他希腊城邦的重装步兵好那么多, 好像大家差不多在一个档次上, 所以我是比较怀疑所谓的斯巴达军事化有没有那么彻底的, 那海军情报局内部是怎么保持高效不腐朽的, 回答海军情报局内部腐朽的一塌糊涂, 一堆机密计划连最高层都不一定知道, 海军情报局就跟CIA似的, 你各个监听站站长有极高的独立性, 他们在那边干什么你其实都不知道的, 等一下还有SE吗, 等一下我确认一下, 我确认一下, 是刚刚是雨天有个SE吧, 看弹幕有人提线导寻飞弹开个脑洞, 红剑73那种推进器和弹头分离的设计, 感觉有很大的改装潜力, 连推进器都不用大改, 把弹头改成寻飞弹不就行了, 没有啊, 红剑73弹头和推进器是一起的, 它是弹体本身和发射的遥控装置是分开的, 可以牵个10米远左右在别的地方发射, 这个东西也紧尴尬的就什么呢, 在过去红剑73这种分离发射装置被认为是落后的表现, 它导致整套系统过于沉重, 而且所谓的分离发射也只能把遥控器大概放在10米左右, 拿根线牵着打, 但是这次俄乌战争当中呢, 乌克兰人用的那个斯图格纳批, 那个他们和白俄罗斯联合研制的反弹脑袋, 也是这种分离发射装置, 有俄军缴获之后还感觉挺好用, 他们就说发射架和发射源可以分开, 导致安全性高了不少, 俄国人反而在抱怨短号的发射架和发射人员必须在一起, 只能说大家都是眼馋别人锅里的肉, 我觉得只能这么说, 因为当初的观点就是这套分离发射装置, 它其实没发分离特别远, 而且重量特别重, 不如短号那种紧凑轻便便携的装置, 然后今天俄国人拿着短号羡慕乌克兰人可以分离, 只能说就是大家都羡慕别人有自己没有的, 你真正用了之后可能就感觉没那么好用, 感觉外国人都不懂得情报机构要对等设立两个的智慧, 不, 他们懂, 总体来说多数欧美情报机构对内和对外只能分开的, 一般要求对外机构不得对内干活, 对内机构不得对外, 一般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看过的一本80年代的讲情报机构的书籍, 对此有非常深刻的论述, 就是我们可以大概把情报机构职能分成两类, 负责情报的和负责安保的, 负责安保的一般负责国内, 负责情报的一般负责国外,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当你负责安保的时候, 你一定会得出结论, 最好的安保手段是你提前得知对方的行动计划, 因此安保部门逐渐会涉足情报, 而对于情报部门来说, 当他拿到情报之后, 他也会考虑怎么样用这个情报, 比如说当他获得国外要对国内发动攻击的情报之后, 他就会自然而然的考虑, 我怎么样防止在国内发动这次袭击, 所以情报部门会逐渐涉足安保领域, 安保领域会逐渐涉足情报领域, 然后一个本来近未分明的分工, 慢慢就变得没那么分明了, 然后慢慢的每一个情报机构, 都开始同时负责对内和对外了, 纳卡的专题是明天, 纳卡专题放在明天, 感谢整整官下次办要续飞见着, 谢谢, 胡佛实习的FBI对内对外一把抓是不是真的, 答案是部分是真的, 在二战之后, 美国战略情报局, 这个在二战当中建立了卓越工薰的部门的解散, 就是胡佛干的, 主要就是胡佛推进, 胡佛当时就是, 二战结束了, 已经不再需要这个军事情报部门了, FBI可以一手抓所有对内和对外情报, 到后来CIA能成立很大程度上, 跟当时国务卿杜勒斯的强保有关, 因为CIA的局长就是国务卿杜勒斯的弟, CIA现在是让总统有难管了, 回答是的, 而这个难管在很大程度上, 和美国的外交体系, 包括白宫内部, 连贯性越来越差, 有很大的关系, 就是你过去了解CIA行动细节的, 了解CIA机密的人走了, 离职了, 然后特别是随着两党党争的进一步激烈化, 双方的工作交接都开始出现问题, 这个最早的趋势啊, 实际上是什么时候, 是当时克林顿上台的时候, 克林顿上台的时候据说, 虽然老顾时面对那次选举失败比较豁达, 但是当时的白宫工作人员, 说是耍各种手段, 各种卡交接, 包括在白宫某些工位上涂鸦, 不转交材料等等等等, 然后克林顿政权到布什政权的时候, 又玩了一波, 布什政权到奥巴马政权又是一波, 奥巴马政权到特朗普政权又是一波, 然后高层政治内斗导致, 没有人真正清楚CIA在干什么东西,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不听话就卡钱调动人士不行吗? 这个问题是, 你不知道他是不是在不听话, CIA跟上级七上蛮下, 他不是说你上级下什么命令我不干, 而是你上级下命令我开始推脱拉, 我没钱, 我没人, 有个活我不想干, 我哪怕当地有限人, 你说要我干这个活, 我说我的当地没人, 你总没有办法吧? 你不知道他是真的没有人, 还是他在推脱拉, 因为你完全不了解CIA内部运作, 除了CIA没有人了解CIA内部运作, 这是你要面对的问题, 安全性对战斗力提升有多少, 这不是一线士兵关心的话题, 多数一线士兵最关心来的, 是怎么样让自己和战友先活下来, 我对12.7毫米下放到班用怎么看? 我个人观点是防御战可以, 进攻战有点难顶, 因为12.7的弹药太重了, 你如果进攻战的话, 打攻是效果会很好, 但是火力持续性就出问题了, 所以和很多人想象的不同, 12.7下放到班级别里面, 其实恰恰不是火力不足综合证, 如果看我军之前有些班级别, 拿着两脚架板12.7毫米机动, 他不是打压制火力, 因为那个被弹量没法打压制火力, 他恰恰是为了能够更好协助机动, 能够更有效的穿透, 杀伤对方掩体, 让其他机动部队可以抵近作战, 所以轻型12.7重机枪, 在我军定位, 似乎更接近是个近距离火力补强, 实际上我会说, 在新的弹链5.8班级出现之前, 我军的步兵装备趋势有很强的是, 重突击火力, 重近距离机动, 而相对来说, 把火力持续性放到了一个较低的水平, 包括如果我们对比, 榴弹鞠和榴弹鞠同定位的西方常用的搬用机枪, 像M249这一类的话, 双方最大的区别也是, 榴弹鞠是拿着火力强度, 来交换了一个较弱的火力持续性, 现在这个时代, 堆机动是不是真的比堆火力和防护重要, 回答不知道, 但是这里我又要举出我的经典案例了, 就是如果你拿我军对比, 歼战7的美军的话, 其实是非常合理的, 歼战7美军也是一支极度重视机动能力, 而对于火力和防护相对来说, 没那么重视军队, 甚至包括是叙利亚战争之前的俄国人, 在谢尔九科夫时代也是采取类似的策略, 因为什么呢?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 国内战主流的战略思想是, 不要为长期战争做准备, 我们所有打仗都是准备短期短平快快速解决, 而这个战略思想一旦确定, 所有战争要短平快快速解决之后, 你就会自然而然得出一个结论, 如果想要快速解决战争, 那么机动是第一要务, 机动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因素, 然后接着在训练层面上, 也往往相比说是防护和火力这些机制, 并不是特别好考核, 因为你很难确定说, 你的部队的火力能不能打穿对面装甲, 你部队是不知道的, 对于基层部队来说, 你最能够在考核上拉开差距的, 往往就是机动能力, 这样一来就变成战略, 战役和战术层面, 都会对机动进行过度的强调, 这个过度强调正确不正确, 回答是不好说, 他有时候正确, 有时候不正确, 但是我只说, 如果我们看历史的话, 这并不是一个罕见的情况, 感谢爱玩的阿福的ISC, 双手会先投掉了, 能不能用138ISC来换一个, 如果是坏了的话没有问题, 坏了的话你不需要换, 坏了的话你直接发消息, 把照片发过来, 我下一批发货的时候补, 感谢宇天的S1, 宏剑73落后的分离设计, 反而使弹体设计不受拘束, 改进潜力很大, 而且更适合部署伏击阵地, 不一定, 因为宏剑73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它那个弹体本身是暴露在外, 架在发射架上的, 而发射架模式, 已经被多数国家反坦核导弹, 已经淘汰了, 多数是用的发射筒, 主要就是担心发射架种暴露在外的模式, 对于整体的导弹内部, 电子鱼的机舰, 保养什么, 会不会有不良效果, 不知道, 明天直播会不会有类似于, 今天纳卡视频的精华版, 会有的, 是那个会出视频的, 可是轻型旅都有自行火炮和火箭炮, 但是就像我之前说的, 类似同级别单位, 美俄那边也有炮兵编制, 就是如果我们要对标轻型旅, 和美国人步兵旅的话, 美国人的步兵旅计战队, 是有短155的, 而我们轻型旅的火炮是122, 当然我的观点一直是, 理论上在打仗的时候, 会获得来自军级别155炮龙加强, 但是又回到我之前说的那个观点了, 我们一切以编制, 以现行编制来说, 因为算上各种加强的话就没法说了, 对, 七三岛是装箱子的, 是的, 为什么CIA的独立性在各国同行里这么突出, 因为CIA最有钱, 2019年的时候, 美国各情报机构的总经费达到了820还是830亿美元, 然后在之前哪怕是后来应该是降了一点, 但是也有接近800亿美元, 这个在当时已经超过世界上除美国以外任何一国外军费了, 当时美国情报机构的预算长年甚至是要高于我国军费的, 他们太有钱了, 就这么简单, 所谓的火力不足恐惧症主要指不带编制的桶子是这个样子, 不带编制的桶子西方国家也一大堆, 说实话, 这里的关键问题还是什么呢, 这个梗的来源在于我军在那个时代的一系列的火力加强, 使得我国就是产生了这样的认知就是我军的火力大幅度加强, 远远超过西方各国的军队, 但是实际情况是在那一波加强之前在同级别的火力上, 我们相比国外落得太远了, 就还是那个问题进步快是因为起点低, 是吧进步特别快是因为起点特别低, 所以我不否认这个进步确实非常快, 在今天很多方面综合来说我认为我国在火力编制上是比多数西方军队要强的, 但是就是说总体来说我还是会说在我军自身的规划, 当中似乎机动性的规划依旧要高于火力的规划, 美国履职位要务不是说收上去了吗, 没有那是那个计划, 那个计划从来没有付诸实施, 对还有一个我不想在这边沾沾自喜说我早就说过, 美国国内面好像确认了, 接替马克米利的总裁某朗是空军的查尔斯布朗, 大家如果记得的话, 我差不多一年之前我的观点就是, 大概率会是查尔斯布朗接替他, 查尔斯布朗本身是常年在亚太服役, 他是亚太战区出身, 然后他是空军总参谋长, 考虑到在马克米利任期内, 海腾虽然是空军出身, 但是他是负责太空和网络, 还有弹道导弹部队出身的, 美国是少有的是当时是, 在一把手和二把手当中, 既没有海军出身也没有空军出身, 那么现在大概率要补课, 重新换一个空军或者海军出身的总参谋长上台, 考虑到副主席已经是海军水面舰队出身了, 那么大概率会选空军出身人当主席, 同时查尔斯布朗还是一个黑人, 当时我看到国内有些推测, 有一些人非常的离谱, 就是我个人感觉是完全没有意识到, 有些人是对于美国这个总参谋长上什么人, 是完全没有概念, 然后还是有一些人可能是看不起查尔斯布朗, 觉得查尔斯布朗这个黑人尚未本账政治人命, 我当时的观点就是从资历上来说, 布朗是有这个资历的, 他只是他确实占了这个肤色的便宜, 但不代表他不合格, 而且如果我们按照这个继续推的话, 他的肤色优势会让他继续当总参谋, 会让他能够做到参联会主席, 感谢保定总兵的艾斯, 重型外骨和机械狗成熟之后, 步兵会配备大量桶子留带甚至重机枪, 那么步兵会不会像5只一样超市局取舍作战, 其实从现在来看不一定是带大量的桶子和重机枪, 而是背上背一整包FPV我觉得可能性更高, 你想象中的外骨隔终结者一样拿着6碗机枪, 真正的外骨隔猥琐地躲在后方, 背后背着一箱子FPV, 两公里外不停地在扔自杀无人机, 大家慢慢就不打进战了, 是的完全有可能, 常常是布朗从履地上来看是合格的, 而且实际上就是我看过他几次演讲, 他上台前后的演讲和政策决定我都看过, 这里就来了, 对, 跟F-35吹说一声, 查尔斯·布朗最重要的, 在他担任美国空军总参谋长期间, 最重要的观点之一就是, F-35太贵, 这玩意儿不好用, 未来美国空军需要更多的廉价战斗机, 考虑是在F-16的基础上, 研制一种新型的较为廉价, 能够大量装备的轻中型武带机, 所以就是美国空军一把手恰恰不太看得上F-35, 现在已经不光是美国空军一把手了, 现在是美军总一把手, 马上就是美军总一把手, 虽然现在美国空军和海军都是个观点, 你别再给我整什么绝战兵器了, 你别再给我整高技术武器了, 我现在要是T-34, 然而现在问题是美国人确实造不出来T-34了, 从目前看, 他没有说F-15EX, 因为F-15EX也不便宜, 这人是不是鹰派, 对我国来说是, 对我国来说是, 他本身是亚太出身, 而且是主张加强对华军事部署的, 感谢莫叔叔不要, 东西方民间貌似都对情报安全机构有着莫名其妙的反感, 而不知道他们是现代国家的地区, 错了, 确切的说是, 东西方的文人和知识分子都对情报机构有着莫名其妙的反感, 实际上如果我们看, 包括CIA在大学的招人, 还有很多美国民间调查, 实际上民间对于CIA和FBI支持率相当高, 就包括我国, 民间对于有关部门是带着一种神秘的向往崇拜, 把他们视作保卫国家的见语顿的, 往往是知识分子不喜欢情报机构和安全机构, 民间是很喜欢的, 各国民间都很喜欢, 而且是各国民间都很喜欢, 包括俄罗斯国内, 多数一般国内人对KGB和FSB都是正面认知, 是, 这一般人大家都觉得情报机构太酷了, 其实这是常态, 其实这是常态, 我为什么文人不喜欢, 说白了, 一般小老百姓就不想着去跟国家作对, 一般小老百姓就不想着整天批评国家大政方针, 多数老百姓各国老百姓多数在任何问题上默认态度还是支持国家支持政府的, 只要不是太没法过, 大家一般都是支持国家的, 孟淑儒不要吗? 那是, 没有吧, 就是刚才那个, 刚才那个CIA那个还是哪个吧, 应该回了吧, 我看一下稍等, 稍等, 这个东西就是, 也是我之前谈过的, 就是我们要考虑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我们要考虑到一个什么样的, 就是文艺领域工作者, 不管是哪个国家, 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文艺领域工作者, 往往就是因为很多对于文化创作的热情, 就是来自于对现实的不满, 对社会的不满, 对某些弊病, 某些弊端, 他们比别人要更加敏感, 往往是在感情各方面要更加迁细, 正因如此, 他们才能进入文创领域, 注意, 这里的重点不是说文化人都是歪屁股, 不是那个意思, 而是就是这种情况是很正常的, 我的观点一直是这样, 就是你屁股坐在哪一边, 那个纯粹是个人意见, 个人观点, 我个人觉得是你的观点是什么, 你的屁股在哪一边不重要, 唯一会导致我对你观点发生变化, 同样也是按照刑法入行标准, 是你的行为, 你整天骂, 但是你是关着人骂, 关着门骂, 你不是整天跑出来公开不停的宣传, 骂这骂这不行那不行, 你不是跟外国里通外合, 你屁股坐在哪边, 我个人观点是并不重要, 你只要不跑到大庭广众上来, 光屁股在那边秀, 那就属于友商风化的范围了, 那我觉得就是有问题了, 但是你只要在行为上, 你没有什么有问题的行为, 你单纯屁股歪, 这不是大问题, 这不是大问题, 这太正常了, 太正常了, 感谢宝定总编达来西, 众所周知, 外骨骼机械狗VR在未来的发展方向, 假设这些技术在未来几十年成熟, 能不能架空步兵帘编制, 好, 如果我们要仅从架空的步兵帘编制来说, 那么未来有可能步兵帘的规模大幅度下降, 下降到只有50人到60人, 然后这个步兵帘里面下下的各个班, 可能是15人, 不是, 下下的各个牌, 可能是三个15人级别的牌, 每一个班可能实际上只有4到5个人, 相当于现在一个火力小组, 或者半个班, 一个作战分队, 接着这个作战分队, 每一个可能不一定是每个班, 而是每一个牌除了这三个步兵分队以外, 还会有多个, 可能比如说有一到两台机械狗是带着小型排击炮, 带着60牌或者82牌, 提供远距离火力支持, 然后每一个牌有至少一个无人机操纵员, 来操纵远程的不管是侦察还是攻击无人机, 可能都是大疆级别, 攻击无人机是下面挂几个手带或者排击炮带, 侦察无人机可能是有更好的官苗, 他那个负重是拿来带清晰度更高的官苗, 这种情况, 各个班级别的步兵里面, 可能是每一个班都会有一个狙击手, 这个狙击手要作为, 他既是在战斗当中提供远距离火力支援, 然后同时也是要提供作为侦察角色, 三个班可能装备会不一样, 比如说一个班里面配一个狙击手, 另外两个班可能有一个班配备一个榴弹发射器, 配备一个榴弹手, 一个专职榴弹手, 然后第三个班可能是配一个, 比如说火箭筒这类武器, 因为这类武器想要完全由机械狗来操纵, 在很多时候可能会比较麻烦, 他需要部署的地点不是很好部署, 然后可能每一个班会有一艇栖枪, 另外三个人是全都配部枪, 可能是这样一个模式, 接着接下来如果要继续的话, 可能就是接着每个班除了那两个取射火力机械狗之外, 可能还会配两个带直射火力, 比如说带重机枪的机械狗, 然后这些机械狗既可以在进攻过程当中被加强给进攻单位, 提供进攻当中的火力压制, 让前线步兵能够进取作战, 同时也可以在撤退的时候, 留个机械狗在后方当作一个自动炮塔来进行防御, 或者是机械狗放在部队侧面掩护侧翼, 除了机枪之外, 可能上面还同时会挂一个一次性单发火箭筒, 以此来应对装甲车啊, 坦克啊这类威胁, 这可能是班级别, 然后排级别, 这是排级别, 这是排级别, 就是15个人, 然后机械狗和无人机集中在排这个级别, 按照需求下放给班级别来使用, 班级别主要是集中了各种近距离作战的步名能力, 接着再往上一个连60来个人下下三个排, 那么这就是45个人吧, 接着连部还需要本身连部自身的间接火力, 这个间接火力可能比如说是车载的, 像是自动化山猫上面带的120迫击炮, 然后接着是还有可能是车载山猫上面带着反弹和导弹这一类, 同时连级别自身也会装备无人机, 这个无人机可能是用山猫或者别的轮式平台发射的比大疆更大一个级别的无人机, 这个无人机的侦查半径可能可以达到15到20公里这个级别, 同时也有可能连级别部署少量的像柳叶刀这种级别的巡飞弹, 然后快速的给前线提供火力支援, 接着还有电子站, 连级别同时也有电子站, 然后还有包括通讯的专业人员, 可能就是这样一个编制了, 但是注意这也是刚刚说的按照技术先进情况下的架空编制, 实际上在这样下去我们有可能看到的一个现实编制是连级别还是只有五六十号人, 然后刚才说的步兵班编制不变, 但是所有的机械狗这些装备, 大疆这些无人机会有, 但是机械狗这些装备很有可能是用大量当地零食拉的民兵来替换, 民兵在后面经过一件训练在那边帮忙打迫击炮, 然后民兵在前线担任火力侦查试探对方火力点, 然后撤退的时候留下民兵电后就很有可能变成那种趋势, 因为从目前来看叙利亚乌克兰好像都是这样, 那和现在有啥区别, 因为现在实际上没有专门的炮灰编制, 现在对于多数国家来说假定的是一个连一百来号人, 在作战当中是尽可能减少战损的一个设计, 这么多技术装备后勤怎么办, 实际上我就说后勤相比现在可能压力并没有变化那么多, 就是连级别作战人员减少了, 但是后方保障人员不一定会减少, 而且实际上这样一个连级别编制, 因为人少了, 你需要保养车没有以前的一百来号人的连级别单位来得多, 所以实际上就是你把原本保养车的压力, 你现在要更多的保养小型装备了, 保养无人机机械机械这些东西, 关键是死几个人这个连就废了, 并没有啊, 你要考虑到这个连实际上下辖三个牌, 三个牌下辖九个作战班, 一共有九个战术单位, 它和现在连是没有区别的, 从战术单位的角度来说, 现在连差不多也是九个班, 只不过每个班十一十二个人, 然后未来这种连一个班五个人, 但是它五个人同时有各种无人车什么进行辅助, 实际上差不多, 你每次就是如果完蛋送一个班了, 那就是你的战术单位数量没有变化, 而且你每个班负责的作战范围, 作战区域和过去十几个人是一样的, 那每个班一个反坦克手, 每个牌都有柳一刀可不可行, 我会说反坦克火力过剩了, 在每个班只有五个人的情况下, 给每个班配备一个专职反坦克手, 会变成反坦克火力过剩, 然后反而你应对步兵战争的意不足, 每个机器狗都要占用一个不能战斗操作手, 不,像我刚才说的, 机器狗是挂在连或者排艺级别的, 有可能是连级别专门分配几个人来负责机器狗, 而且机器狗的数量有可能比操作员多, 比如说一个牌有两个迫击炮, 有两个迫击炮机器狗, 但实际上只有一个操作人员, 在作战的时候只用一个, 另外一个是留着备份用的, 一个狗坏了换另外一个狗, 它可能是这样一个模式, 是否会出现反步兵特化的单兵导弹, 从目前来看, 反步兵特化可能无人机会比单兵导弹要更合适, 因为单兵导弹你要考虑一个问题, 怎么样进行有效制导, 这个很麻烦, 这个很麻烦, 我会说从目前来看, 就是班级别, 你比如说大量装备一次性自杀无人机, 每次出发带个5到10架, 可能会自由度更高, 而且可以兼顾反步兵反装甲, 换言之是每个班一个便携步兵炮人, 负责四公里面打击, 不, 那个狗是放在牌级别, 甚至有可能放在连级别, 就是它不是每个班, 是临时给这个班加强一个机器狗操作员, 为什么不能10人班三个战斗小组, 每个战斗小组有其功能性, 不, 有必要说明总体来说, 在我国作战当中, 三个战斗小组是相互协调的, 虽然偶尔有三人战斗小组独立作战情况, 但是那种情况非常少见, 就是一般来说, 三人战斗小组是作为10人班的一部分运作, 而我刚才说的5人班本身, 它要发挥过去10人班的功能, 在这个5人班当中, 实际上是在5人班里面再拆, 可能再拆成三个战斗组, 比如说5个人当中, 一个狙击手在后方负责支援, 然后另外两个人分成两个战斗组, 一个战斗组是掩护组, 在进攻的过程当中吸引对方的火力, 另外一个战斗组是突击组, 刺激偷袭对方战壕或者建筑物的侧方, 然后使用大量手弹, 可能还有加固的外骨盒装甲, 以此来处理近距离作战, 这个模式可能类似于在二战时, 德军使用的通用步兵班模式, 它实际上是要在5个人里面再拆战斗小组, 这个连作战半径多大, 我会说这个连的作战半径会和现在接近, 因为它所装备的火器和现在是高度接近的, 它的主要变化在于拿60个人左右, 干现在100个人左右的活, 它不是那种说是作战半径比现在更长, 它是通过降低每一个连级别规模, 让你能够部署更多的连, 然后在人员减少的情况下, 它效能可以和过去维持一致, 它是这样一个思路, 有IC好, 我确认一下说的, 感谢宇天的IC, 我看一下, 有一个观点不太同意, 未来很可能是以连为单位自主作战, 这样高合成的连队很可能有4到5个牌, 可能主战步兵牌还是3个, 但后勤和支援火力牌估计会有独立编制, 到时候一个连很有可能会超过100人左右, 这是有可能的, 这是有可能的, 但是说句老实话, 目前俄乌战争的倾向, 实际上是降低步兵班规模, 俄乌战争当中, 俄军很多使用了突击分队, 连级别单位, 它规模还是100个人, 但它实际上压缩了步兵, 它很多时候是把步兵压缩到3个牌, 每个牌只有15人, 每个班5个人, 然后接着可能配备1到2辆坦克, 有些时候是一个混乘装甲牌, 1辆坦克加2辆步兵战车, 或者2辆坦克加1辆步兵战车, 但它整体人员规模, 实际上跟过去一个连是差不多的, 就目前来看趋势是, 大家都是压榨人力, 是从步兵部队, 是从一线刺刀部队身上压榨人力, 就是某种意义, 你可以说步兵压力变得越来越大了, 大家都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加强步兵的抗伤亡能力的办法, 不是给你带更多步兵, 而是减少步兵, 然后这样一来, 我有更多战术单位可以扔到前线上去, 你的观点是连的编制会变大, 目前抱持这个观点的是美国海军渡战队, 美国海军渡战队的思路就是, 把班级别扩大, 一个班扩到14个人, 然后整个连的规模相比过去要扩大, 但是我倾向于这个编制并不是很好, 类似的所谓的半排编制, 美国人在歼战期也用过, 后来还是放弃了, 就是你这基础战术单位编制太大用的不合适, 因为在未来整体预期是, 各国军队会看到可使用人力相比现在是减少的, 包括我国军队来说, 而在可使用人力总军队规模很可能减少的前提下, 你如果想要保证战术单位数量不变, 那你就必须要减少战术单位的规模, 你必须要减少班的规模, 14个人坐两辆车, 坐两辆ACV, 然后一个排好像是两个班, 好像是这个样子, 就是一个排四辆运兵车运两个班, 感谢图山男的SE私信好的, 步兵连带一辆风群无人机车不就行了, 有一个问题是, 你连级别装备保障风群无人机车的火力消耗太大了, 有这个问题, 你一个连能不能保障在战场上, 能够获得不间断的风群无人机补充, 那个多功能桶子不是用来打两三公里保持精度的, 打两三公里的单位, 是单位里面下辖的侦察无人机, 火力无人机, 还有带迫击炮的机械狗, 那个桶子主要是用来近距离, 在一线步兵单位进攻的时候, 用那个桶子作为伴随火力来敲火力点, 它多数时候的开火距离大概率不会超过三四百米, 它是这种近距离攻坚火器, 而不是远距离对抗火器, 感谢此外LHE的SE, 如果能解决识别问题或执行绝对封锁, 自插打巡飞弹能不能取代地雷水雷的生态位, 有可能,有这种可能性, 但是我会倾向于从成本上来看, 地雷还是更便宜, 水雷有可能取代, 但地雷来说, 地雷的廉价性以及其庞大的库存还是很难取代的, 连级别火力三猫122, 不,我刚刚说的连级别火力不是三猫122, 而是三猫120, 也不一定是三猫, 可能是巴伦,可能是别的, 就是现在用的排流在可见的未来还是完全可以用的, 不是一定要换成三猫, 就是重点是连级别支援火力是120, 120排流, 122作为连级别火力其实不合适的, 有必要说明, 因为什么, 首先122作为一个榴弹炮, 作为加榴炮, 它的最小射程比那个迫击炮要远, 所以导致很多时候连级别作战可能会很尴尬, 就是122射程对连级别太长, 而连级别真正要打的近距离目标, 你架了炮突然发现没法打, 直射距离太短, 取射的话又超过最小射程, 然后同时架炮还慢, 你可能要面对这个问题, 然后你还要面对装药量不够, 120排的装药量远远大于12, 所以你如果给连级别配122, 你会获得一个最远射程太长, 最近射界太远, 同时威力还不够的尴尬武器, 现在武器价格为什么越来越贵, 因为你什么都需要, 举个例子, 你飞机你要不要装雷达, 要吧, 你要不要装电子战, 各种什么告紧, 红外告紧, 雷达告紧, 你要装吧, 你要不要装低空飞行的时候, 你要不要有电脑自动地形匹配系统, 辅助飞行员低空飞行, 你要吧, 你这些东西都要吧, 你除非说你准备直接回到六七十年代, 那你可能能够便宜一点, 否则你这些东西都要, 那你价格就不可能降下来, 你价格如果要降下来的话, 那就是装备会变得更加简陋, 然后你的人员就要付出更大人员伤亡代价, 那么你就需要更多人, 而目前对于各国军队来说都要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人不够用, 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特别在没有打仗的时候, 在没有打仗的时候总体情况下来说, 各国军队都在面临人不够用, 人不够用不是真的国家没有人了, 而是军队能够负担得起的薪水和军饷, 对于多数人没有足够大的吸引力, 你得面临这个问题, 没办法的是, 微型穿越机带黑锁金是否会消除CQB重要性, 我认为不会, 我举个典型案例, 玩过彩虹六号的都知道, 彩虹六号里面后来是出了一个能够开炸弹小车, 能够引爆, 但是这个单独的炸弹小车并不能保证胜利, 你如果单纯只是开炸弹车的话, 对方有非常多的办法可以应对, 可以躲, 炸弹车只有在辅助队友进攻, 你快速突破一个点, 逼得对方控制去对付炸弹车, 然后这个时候你队友从意想不到的方向突进, 多种单位混合才要用, 也就是哪怕是未来有小型穿越无人机这种, 特别在你需要赶时间, 你需要快速清防, 时间就是生命的时候, 它只能作为一个在微型的建筑屋内部环境的支援火力, 它还是需要火力和机动单位相结合, 但是社会不稳定, 军队薪水就高, 不, 社会不稳定时期并不是军队薪水高, 而是普遍民间社会薪水低, 这两者是不太一样的, 军队薪水就那样, 但是动荡时期, 当你就业有困难, 军队保你有饭吃, 这是关键, 有没有考虑步战车装不下外骨骼步兵, 这不是大问题, 你把步战车尺寸稍微造大一点就行了, 而且总体来说, 外骨骼步兵对于目前多数, 你只要是跳板型, 你不是BMP那种开门型的, 你但凡跳板步战车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跳板步战车还是很宽敞的, 爱丽丝格雷拉特的SE, 我看一眼, 好像没有, 还没有发出来, 我国目前12都是装备在领域级别, 是的, 一个能炸断柱根和气体墙的小车可就不一样了, 很难, 很难, 你除非有工兵近距离在那边安炸药引爆, 你想拿一个带炸弹的自爆车或者小无人机去炸, 很困难, 小无人机能够带的爆炸物当量还是非常有限的, 无颗弹后来会不会腐集, 目前来看没有必要, 目前来看没有必要, 相比目前现有的有颗弹枪械, 无颗弹技术不成熟, 而且目前没有展现出任何跨时代的优势, 所以大概率不太可能, 不, 不好炸的原因并不光是因为爆炸点没发那么准, 小车可以跑到边上, 不是那样的, 你要炸那种结构, 你得钻孔, 你得钻孔往里面填炸药, 这个问题我建议你去问洪坏, 但是至少以我这么多年观察战人的经验, 你想要炸那种建筑承重柱, 你必须工兵近距离, 在有安全保障的情况下进行作业才行, 他不是可以用遥控小车炸的, 说实话我对机器狗未来发展怎么看, 我的观点是在未来多数军队会选择拉两个征召兵背排击炮, 而不是机械狗, 就特别是在未来很有可能出现的大量的地方干涉战争当中, 大概率是我当地拉两个民兵过来帮我打排击炮, 过来帮我当向导, 过来帮我当一线火力侦察, 这种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 那为什么现在都搞武装机器狗, 不不不不不, 几乎所有的所谓的武装机器狗都是来自民间或者军工厂商自演, 到目前为止没有哪一个明确的军方对机器狗有采购方案, 这个是属于民间炒概念, 军方实际上用不用, 至少目前来看没有这个迹象, 卖机器狗的当然想推机器狗啊, 卖机器狗的不可能给你做广告说, 这机器狗没用, 你就多拿两个人过来就行, 卖机器狗的不可能跟你这么说, 感谢风魔于安城的ISC, 未来有没有可能出现人型机器人, 有可能, 但是没什么必要, 感觉好像没什么必要, 多数战场职能似乎并不需要人型机器人, 就是想象中的巷战支援火力, 机器狗背火神炮, 现实的巷战支援火力, 拿着超市购物车驾12.7, 当初那个超市购物车驾12.7被很多人笑话, 我当时看到的观点就是这玩意儿很好用的, 12.7近距离几个问题, 驾枪速度慢, 备弹量不够都被解决了, 你那个购物车篮子里面可以装一堆弹药, 快速推过拐角打几枪赶快拉回来, 它其实解决了很多问题, 感谢爱丽丝格雷拉特的ISC, 为什么一般班级别要配置机器狗, 而非大一些的类似于幽灵行动未来战事当中的机械骡子, 或者配备无人山猫, 宰重量更大, 也能携带更多火力, 是因为机械狗更适合班级别运作环境吗? 不, 是因为刚才那位观众保定总兵直接问的就是, 假定机械狗和类似装备成熟, 他明确说了假定机械狗成熟, 然后在此前提基础之下, 我们再来讨论步兵步兵的连级别编制, 所以我刚才提出了假设, 如果有成熟机械狗能够拿来干什么? 实际上我观点是一直在现在来说的话, 机械狗还不够成熟, 不如拉两个老乡架牌机后, 因为这本身是题目设计当中的一个, 我的意思不是机械狗绝对不会上战场, 是目前的机械狗的成熟程度和性价比, 还远远没有达到上战场的程度, 目前不够成熟, 而不是未来绝对不会上, 我个人观点是, 所有在那边讨论说机械狗和自动化的人, 你未来必须要面对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不拉两个当地老乡? 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多人没有讨论, 很多人假定一定是人命非常金贵, 人命必须保护, 人比狗贵, 那么问题就是在过去几十年, 我们看到战争大株, 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就是, 拉当地老乡啊, 你为什么不学伊朗人去锻炼, 如何有效的拉当地老乡呢? 因为拉当地老乡不仅能给你解决战场问题, 还能给你解决政治和治理问题, 它解决的不光是一个军事问题啊, 没有没有, 而且实际上在刚才我说这个编制当中, 当地老乡承担的其实不是最危险的任务, 如果我们看今天的拉当地老乡, 很多是干什么, 日常的巡逻, 后方后勤线路警戒, 远距离打打迫击炮, 然后在正面部队进攻的时候负责侧翼支援, 真正最危险的禁局作战任务, 往往还是由正规军来干的, 它不是当地老乡, 当地老乡主要取代的是大量低风险, 并且能够在较快时间内掌握的军事技术, 前线前线压力泄压兼作战机器人差不多, 自己人很贵, 当地老乡就很便宜, 因为我们客观来说, 一个区一旦进入战乱, 往往当地物价大跌, 就是你不要以为这个是没人性, 很多时候对当地老乡来说, 他本来就没有别的工作, 他本来就没有别的营收渠道, 他愿意为你干这个, 阿富汗那边很多人就是靠给美军提供信息过活, 而且很多人其实挺抽象的, 阿富汗那边当时很多地方连个自行车都没有, 很多时候是怎么回事, 某一个乡下的阿富汗县人, 花七天时间走到县城, 跟他的美军上级报告, 我知道了什么什么, 上级听了之后说我们要这个信息, 你回去再探再报, 然后这老哥再花七天时间走回家里, 再花个可能七天时间收集信息, 都不知道这个信息正不正确, 然后接着花了七天时间收集信息, 接着他要再花七天时间走回县城来报到, 然后结果是你一个月整整30天, 他真正花在收集信息上可能就不到一个星期, 这一个星期里面他其实真正, 可能真正发挥作用了就几个小时, 跟当地老乡唠嗑的时间, 别的时间还在摸鱼呢, 这是真火星延迟, 真火星延迟, 发个手机当地没信号啊, 发自行车老乡不会骑啊, 感谢Linda Man SE, 还没有到, 等一下可能需要我回复一下, 稍等啊, Linda Man二号机是吧, 而且老乡也不敢骑啊, 你这骑个自行车回去别人问, 你这自行车哪来的, 美国人给的, 得, 记, 刚才土耀南有个SG, 稍等一下, 国内一些缅北相关的信源, 喜欢玩文字游戏, 很喜欢把缅军动员的团体称之为民团, 给人一种旧社会还乡团感觉, 实际上缅甸电报群, 对这些组织正式称呼人民民兵, 而且很多民兵组织成员, 就是当地少数民族, 例如瓦邦搞大瓦族主义, 让不少胆族加入当地民地五组织, 而且缅军的动员也相对多元化, 之前提到的佛教民兵, 也只是缅军动员起来各种团体的一部分, 之前还疑似动员有航模或者航拍爱好者, 给包括佛教民音在内的团体进行技术培训, 而不是直接上前线, 需要吐槽人是很多人对于东南亚有种离谱的幻想, 要么觉得东南亚就是后华原, 必须要加码干涉, 堪比门洛主义, 有些人对东南亚华人莫名的有好感, 还特别喜欢拿新加坡和以色列来强行类比, 觉得未来东南亚华人的未来可以参考以色列, 这种莫名其妙的想法实际上是在把当地华人往坑里推, 最后想补充一下之前说东南亚华人有政治投机行为, 这点确实存在, 在马来西亚东部的沙拉越地区, 因为当地有油气资源和发展程度不如西马, 让当地人产生了不切实际的想法, 就有当地华人在助推, 这个东西是这样的, 就是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美国人对外会支持一些奇奇怪怪的政权, 支持一些从事后来看明显是废物的政权, 而对更多基于当地本土政权的那些进行无视, 你就会发现很多人在犯一样错误, 归根结底是什么呢? 就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你支持买办最后是害自己, 你支持那些只会向外国利益妥协, 没有自身本国民族利益, 没有自身本身诉求, 他们最后会完蛋, 然后他们给你能够提供的任何利益都会跟着一起完蛋, 很多人归根结底就是觉得本土人你腿子, 或者本土人不喜欢中国等等就不该支持他, 这个重点是你要清晰的一点, 你究竟要支持能够在当地获胜的那一方, 还是当地更加喜欢你的那一方? 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 美国人和伊朗人的经验已经足够让我们知道, 你最好去支持获胜的那一方, 逐渐跟他搞好关系, 你去支持那些愿意向你的利益妥协的买办, 最后他们完蛋, 你一分钱都收不回来。 感谢丰某宇安城的SC, 今天的面部, 我今天站着说就懒得开面部了, 老乡见老乡, 背后点50购物车加水泥袋可还行, 我国是不是应该加强对东南亚的控制和影响力? 我会说是, 但是支持哪一方这才是问题, 一部分人实际上在支持, 实际上是想去支持那些在当地对抗当中的输家, 对准格尔不一样, 对准格尔是直接领土见命, 你如果想要领土见命的话, 你就要面对, 你准备投入多少成本进行治理和后续维持, 你就要面对这个问题。 感谢奥林匹亚佩图拉伯, 想到美军一把手最讨厌史努比, 被人叫查理布朗搞的梗图可以给大家, 可还行, 有这回事吗? 试试梗吧, 没有这回事吧。 感谢之外RLH1-SE, 机器狗承担在某个位置长时间驾驹或者驾无后坐立炮, 当个特化自动武器站有个实用价值, 我会说不是没有太多实用价值, 因为什么呢? 机器狗最适合带着机枪, 无后坐立炮的问题是你怎么样重新装填, 你机械狗带无后坐立炮, 如果没法装填就变成一次性了, 带狙击枪的问题在于什么呢? 狙击手本身是相对安全的位置, 它一般是相对远离前线, 而且撤退的时候它可以保持距离, 然后在打完狙之后跑路也可以, 机器狗最好的还是带机枪, 机枪相对来说你一个大战枪200发子弹, 有一定火力持续性, 而且你可以站在一线, 待在一线守一线, 掩护剩余部队撤离, 就算支持赢家也不能保证回本, 不下场为夷, 这里不一定是这样, 我同意这种案就是我国在过去几十年当中, 我国秉承不下场原则, 并且其中从这个政策当中获益颇丰, 这一点是没有争议的, 综合来说我也同意, 不下场原则在多数情况下是正确的, 但是我们同样要考虑到, 过去几十年这样做可行的一大原因, 是因为美国人一直在全球维持一套全球秩序, 而在未来不一定有别的国家, 别的组织帮我们做这个事情, 总体来说在九十年以后, 我国国运是非常良好的, 我国在中东东南亚等等区域获得了大量的经济利益, 而很大程度上先是美国人, 后来在中东是俄国人和伊朗人, 稳定了这个秩序, 我们因此有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 我们可以置身于室外, 但是未来不一定还是这种情况, 感谢宇天的SC, 你们他们总是支持赢的那一方, 顺便又落来SC好伤心, 有诱调吗? 我看一下, 稍微不好意思, 稍微等一下, 我看一下前面, 因为是这个样子, 我这边的现在的手机端, SC的显示和弹幕的显示都是有明显滞后的, 有很多时候大家说发了SC, 我这边很晚, 我等到SC发完之后才能看到, 等一下我确认一下, 就是刚才那个吧, 等一下就是刚才那, 能放下那个梗图来,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我建议你去把那个头给劈一下, 我建议你去把那个头给劈一下, 把那个查理的头给劈成查理布朗那个头, 你现在这个太抽象了, 你现在这个太抽象了, 什么搭便车理论, 这个东西, 我的观点是这样, 是这样子, 我不同意某些人认为说, 我们搭便车因此我们欠美国人什么, 因为并不是我们叫美国人去伊拉克的, 美国人是自己去伊拉克, 然后被我们搭了便车, 我们不需要感谢美国人, 这一点我觉得有些人是很那个的, 但是, 但是, 我也反对另外一部分人认为说, 我们完全没有搭便车, 这明显也是不对的, 现实就是, 过去搭便车能占便宜当然占, 但是问题是, 未来如果没有便车搭了, 那只能考虑自己买车了, 美国人甚至都不是提携我们, 核心是美国人自己的公司, 在伊拉克竞标, 竞标不过我们, 那你能说什么呢, 问题是东南亚华人受欺负, 那请问你准备怎么样改变这一个现实呢, 现在的问题是, 我们以美国扶持库尔德人为例, 以一个域外大国进去扶持, 未必能够改变当地华人的状态,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现在确实华人作为少数在马来西亚等等一系列地方受到政策性歧视, 但是你猜如果我国明显干预, 这种政策性歧视会变得更严重, 还是缓解, 实际上在很多当地政府看来, 他们已经在非常努力的压制国内的反华情绪, 在平衡主流族群和华人之间的矛盾了, 你必须得考虑到这个问题的, 这个问题不是说对当地华人置之不理, 但是问题是你干涉会改善, 还是让他们的立场变得更糟糕, 你得考虑这个问题, 感谢双星链素质环保主义者, 看机械狗最亮眼之机械狗可以趴下, 让本体几乎不存在, 只露出枪械, 当机枪塔是好的, 这个问题其实不是那么严重, 因为多数时候你可以找个掩体, 找堵墙什么的, 倒不一定需要趴那么低, 这个东西其实不是华人本质被视为润人, 要考虑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首先东南亚华人不是润人, 或者说就算他们是润人, 他们跟今天我面临的情况无关, 大量是清朝和民国跑过去, 然后在当地白手起家经商, 逐渐在当地建立了基业, 建立了产业, 是这些人, 就是你总不能今天跑过去骂那些清朝和民国跑去的人吧, 而且那还是他们的祖先, 你这跑去骂是没有暴力的, 然后接着要考虑到在当地往往是什么情况呢, 这个情况是相互的, 就是华人在很多当地是有存在文化隔离的, 由于华人重视教育, 所以很多时候华人会办自己的学校, 华人会包括华商之间的抱团, 华商之间联合, 总体来说就是必须要承认的是, 多数地区的华人维持了一个很强的独立群体认同, 而任何一个现代民族国家, 现代主权国家, 对于这种在国家之内有一套自身的独立的经济体系, 有一套自身独立的社会体系, 独立的文化习俗和教育体系, 任何国家都会感到紧张和警惕, 然后同时也由于华人的经济地位突出, 普遍经济收入远远高于所在国平均水平, 因此会受到来自当地民间的戒备和警惕, 你没办法的是,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历史背景就是, 在冷战期间东南亚的大量共运当中主要是华人牵头, 而总体来说这些共运在政治斗争当中都是失败的一方, 和美华恰恰不同, 有必要说的是东南亚华侨和美华恰恰不同, 美华实际上是外部族裔融入美国体系, 融入美国社会的一个典型案例, 而东南亚大量的华侨维持了高度的自主性和群体认同, 实际上对于我国来说, 我说最好的保障当地华人利益的办法, 就是我们在过去几十年, 过去二十三十年政策就是, 通过加强和当地政府的联系, 让当地政府尽可能的保持, 对华人处于温和态度, 同时对当地基于民意和自身内部政治考虑, 所存在的不可避免的对华人的歧视性政策选择容忍, 因为你如果不容忍试图干预的话, 情况会立刻变得更糟, 你会立刻让当地政府产生质疑, 华人是不是我国安插了第五纵队, 然后让本来就非常微妙的今天的东南亚经济, 一个经济增速放缓, 当地大量年轻人对华人财富眼红, 你甚至有可能导致新一波排华浪潮, 所以就是你的干涉反而可能起反作用, 因此非常矛盾的是, 能够最好的保障当地华人地位的方式, 恰恰是积极主动的加强, 和那些推行过潜在, 或者目前还存在的排华政府的合作, 加深两国的联系, 这才是最好的办法, 很反直觉, 但从经验来看你只能这么做, 在这个问题上我的观点是这样, 就是我觉得很奇怪的是, 很多人看不起东南亚华侨, 反而对一些美国华人, 包括第一代和第二代移民, 那是那是那那态度我们就不说了是吧, 我个人觉得是很扯的, 我个人觉得是很扯的, 在这个问题上啊, 虽然我的观点是东南亚华侨现在短期内无法改变, 但是就我的交流等等各方面来说, 和东南亚华侨能够产生的共鸣和认同, 远比多数在美华侨来掉高得多, 就像我首先说的, 在文化层面上来说, 大量东南亚华侨中文讲是非常利索的, 他们和国内的文化连接, 包括看国内的剧, 玩国内的游戏等等的一些, 你跟一个东南亚华侨, 一个中国人, 跟东南亚华人交流, 大概率会比跟在美华人交流要顺畅得多, 然后包括在意识形态等等各个方面, 不管是对于我国的支持和同情, 还是说他们对于国际政治态势的理解, 还是说包括他们对于西方自由主义世界观的很多不满, 都是和我们有更多共同语言的, 耿图更新了, 我看一下, 好, 行一行, 我把这个放一下, 就我估计我们也不会有人关注的, 因为你这个话题太那个, 太那个叫什么来着, 太腻实了, 你这个话题太腻实了, 你这个耿欧美多数人不关心的, 他们多数人甚至不知道军队一把手是谁, 等一下, 不过我还是放一下, 好的, 这是有观众制作的耿图, 这是拿史努比制作的耿图, 查理布朗在前面拉车, 史努比在后面甩鞭子, 史努比是洛克希德马丁, 前面是查理布朗, 马上即将就任的美军新总参考战, 米利应该马上就下了吧, 就是9月底, 应该就是9月底, 9月底就交接了, 而且还有一点什么呢, 还有点就是东南亚华人为何对我国认同高, 因为多数东南亚华人是亲身经历过, 我国强大以后, 他们自身在国内地位的提高的, 随着东南亚各国和我国关系越来越紧密, 在他们国内官方和民间对华人社区, 华人群体的态度都在改善, 说白了过去很多民间对华人的恐惧, 是源自于对于中国的恐惧, 然后当双方的交流经济文化交流多了之后, 很多当地人来中国之后也知道中国也就这样, 那自然而然对于本国华人也不需要那么恐惧, 因此包括特别是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华人, 是明确表示随着对华关系改善, 他们的在国内的地位是有所上升的, 而这一点就和美国华人不一样了, 美国华人多数随着我国国力上升, 中美冲突加剧, 他们在国内的地位是明显下降的, 这也是导致就是你现在跟很多美国本土华人交流, 你立场不是一个立场, 我自己说的不支持态度好的支持营的, 是的, 所以我刚才的结论也是需要支持当地政府, 感谢宇天的SC, 可能他们最好的结果是像新加坡一样, 一开始被马来西亚给踢出去, 不好说, 不好说, 新加坡能够富起来, 不代表你别的地方都能够富起来的, 还是不一样的, 但是东南亚华人很多是跟着小岛反对我们的, 你这不是开玩笑吗, 那不用东南亚华人, 那不用东南亚华人, 你国内都能找到国分, 就哪个群体里面没那么几个人呢, 这个说法本来就是搞笑嘛, 如何评价马来西亚华校, 是这个样子, 就是华校这个你有本身的华人语言, 专门的华人学校肯定会带来当地政府的紧张, 但是我跟马来西亚人聊, 他们也说, 当地政府他们学校只教马来语, 不教中文啊, 你不教中文华人社区不干啊, 那华人就想要有自己标准, 就想要有华语学校啊, 而且华语学校学生各方面, 理工科啊, 就业等等各方面都是排前列的, 所以华人自然是愿意有华校, 从马来西亚政府的角度来说, 他们不希望有一个用别国语言教学的学校也可以理解, 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真的不是民族认同, 就是华校的资金水平, 华校师资力量, 华校教育水平, 比一般的马来学校要好了很多, 它是一个纯粹的教育质量和未来就业前进问题, 你公办实在太拉了有什么办法, 我依旧不同意米利的所有军事观点, 米利总长最近的观点是, 大家不要急还早, 马上到了冬天, 乌克兰人还有机会恢复反攻, 我就哎呦我的妈爷, 哎呦我的妈爷, 我就只能这样了, 我就只能这样了, 而且说真的是, 去年他们还大建军新组建了12个新的旅级别单位, 三次建军组建了新的北约支持的战团, 就他们今年甚至都没有, 不应该骂米利卡卡的, 不应该骂米利卡卡的, 我错了, 我错了, 感谢阿斯克利的SE, 对于国内认为有国籍, 哪怕恨国也是自己人, 出了国的华人就是敌人, 哪怕认同中国, 我这种观念是怎么形成的, 总会有人有这种观点, 总会有人有这种观点, 我的观点是这样, 我们很快进入了一个, 我不会说民族主义被解构, 但是民族主义正在经历一个重新建构的时代, 这点我之前讲过, 现在各国出现一个有意思情况, 自由主义派越来越民族主义化, 原本的自由主义者非常讽刺的, 开始越来越多的支持, 包括种族隔离, 经贸保护政策, 封锁政策等等一系列, 这些原本在过去高喊市场经济自由开放的, 就包括今天的以色列, 包括今天的美国, 包括一部分国内自由派, 表示我们不要管外界的事, 我们只要管好自己就好了, 这些人开始转变方向, 而另外一方面, 传统被认为, 在国内被认为是左翼的民族主义者, 相对来说越来越意识到, 想要保护本国利益, 就必须要保护本国海外利益, 想要保护海外利益, 就必须和当地人结成同盟, 所以反而是民族主义者开始越来越, 从一个过去, 特别是90年代之后, 民族主义者的代表往往是保护主义政策, 然后反移民等等, 然后反对对外干涉, 但到了今天反而是各国的民族主义者, 最典型的是, 我们看到伊朗人开始越来越多的讨论, 我们要在区域内建立一个统一战线, 我们要和外部盟友联合, 我们要保障自身利益, 我们实际上在进入一个民族主义重构建的时代, 也就是在未来, 民族主义的标准将不再是国籍了, 而是认知观点价值观, 天竺魁二从编制上讲是属于哪个军种, 陆军空天军还是其他军种, 回答好问题我们现在不知道, 我所看过的消息没有人谈这个, 就从目前来看是, 针对后方的战略轰炸肯定是空天军在协调, 但是也有不少天竺魁是用来袭击前线目标的, 我倾向于大概率是陆军和空军都拿到了一批, 如何评价波斯人支援扎哈拉人, 然后亏了个底朝天, 说阿富汗嘛, 我说总体来说没有亏底朝天, 总体来说波斯人对阿富汗的支持, 他们其实是回了本的, 阿富汗在波斯应该是有超过30万代名, 总体来说没有对伊朗带来很大的内部冲击, 甚至还有不少阿富汗志愿军加入了伊朗人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军事行动, 而且总体来说虽然伊朗和塔利班之间有不少的边境矛盾和武装冲突, 但基本塔利班跟伊朗关系还是不错的, 所以我会说并没有亏, 还是赚的, 还是赚的, 有摩擦不代表不赚, 感谢陆毅的冤委花来阿西, 支持对东南亚华人的看法, 特别是和当地合作的部分, 部分国人对华人以偏概全太严重了, 是的, 以偏概全和好心办坏事都很严重, 就是我的观点一直是, 在未来这个时代, 好心办坏事和坏人没有区别, 坏和蠢没有区别, 如果你不能有效的思考现实, 基于现实来考虑怎么样获得最理想的手法, 你在那边整天在那边抱着固有思维照本宣科, 那你跟坏人没有任何区别, 你没法分辨是蠢还是坏, 那姑且我们都默认是坏, 现在应该有声音吧, 弹幕延迟, 弹幕延迟, 有马来华人说只要大陆放话, 他们立刻推翻当地政府, 不是, 就口海, 口海, 好吧, 就你信那个你就输了, 你信那个你就输了, 多数我所接触的马来西亚华人, 骂归骂, 他们也知道, 目前这样就不错了, 就也不指望什么, 毕竟马来人是绝对多数, 你还能指望什么呢, 就是你能够在当地赚钱, 过个安生日子, 随着中马关系更加紧密, 他们在当地情况有所好转就行了, 有那么一两个口海归口海的, 多数还是日子人, 骂归骂, 骂归骂, 李笋那种清算算盘利益心心, 其实不是, 是这个样子, 就是从客观上角度上来说, 越南在中苏当中选择的苏联, 就他不算蠢, 他是坏, 我同意, 因为他其实可以选择不太站边的, 但是他选择了苏联, 他是坏, 我同意, 但是就是理损的真正蠢, 是在于他认为越南可以在东南亚大国国破章, 本质上关于越南白眼狼这个问题, 虽然说我国一直有精神创伤, 但是我的观点是, 在地缘政治当中, 他不是一种不可接受的行为, 因为没有办法, 当初苏联给越南援助确实比我国给的多, 给的经济援助和工业援助确实比我国给的多, 当然你可以说, 我国在经济困难时期支援他已经不容易了, 但是问题在于苏联人就是给的多, 你到最后客观上来说苏联人给的多, 你有什么办法, 就是离损本来可以选择像金日成一样, 在两者之间不选边站队当合适老, 他没有这么选, 所以我们对他怀有怨恨并不奇怪, 但是就说他不像很多人认为的是那种绝对不可原谅, 他还算是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所以中越之后的关系还是能够保持正常的, 怎么说呢, 就是如果要说我国上世纪对外援助的, 最大的经验, 可以说是一条比较痛苦的经验就是, 归根结底, 当地人不会在乎你对他们感情有多深, 援助有多卖力, 当地人只会数你援助了多少, 美国人援助了多少, 苏联人援助了多少, 一个搞笑的问题是, 这种感情在今天美国人有相同的感觉, 美国人今天很多对东南亚不爽, 就是我们当年帮你们稳定政府, 当年越战我们死了那么多人, 我们保住了就是, 这里不是指越南, 而是指周边什么老挝泰国等等, 当年我们这么八心八肝的卖力, 当年我们这么多感情, 你到今天就对美国, 你态度这么糟糕开始转头中国, 当地人是同样的说法, 包括柬埔寨, 柬埔寨洪森也是, 据说是洪森说的, 说中国人谈条件的时候, 把钱摆在桌子上, 美国人什么都没有, 就是到最后国际政治上, 感情不值钱, 对我国是这样, 对美国是这样, 对苏联是这样, 对谁都一样, 所以很多时候就是, 你如果想要获得绝对的支持, 就是你对当地的援助是有目的性的, 有诉求的, 不是那种说, 我只是援助你, 你打赢就OK, 我别的不要, 你如果对当地有诉求, 那你最好能当榜一, 你如果不当榜一, 那你最好放弃对当地的诉求, 没办法, 援助阿尔巴尼亚和古巴不是学会, 古巴其实还好, 古巴其实还好, 古巴总体来说, 因为古巴在中苏论战当中, 本身也不是特别重要, 古巴在这个问题上, 你基本上没说什么, 阿尔巴尼亚领当别论, 阿尔巴尼亚领当别论, 对就是不要卖头当榜二, 对就是不要太上头, 把自己生活费打光了当榜二, 那是不会有回报的, 你当榜一领当别论, 还是你不要打光生活费当榜二, 能提供什么安全服务, 光靠钱有什么用, 但是对于当地来说, 钱就是有用啊, 对于东南亚总体来说, 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状态, 多数国家只面对内部威胁, 没什么外部威胁, 重要是就是钱的, 而且内部稳定可以打钱打出来, 你可以通过修基础设施, 帮助通电通水, 你可以改善当地环境, 减少当地反对情绪, 这个东西是真的可以砸钱砸出来的, 感谢高级潜的SC, 船主只看榜一, 人生罗蒙天机过, 好,我看一眼, 我再确认一下稍等, 私信有没有收到, 补充了一下感觉, 我看一下, 应该是前面那个吧, 今天刚刚大马华人辩论节目, 是否应该清华, 一般中老年人非常清华, 他们亲身经历过中国崛起后中文教育, 华人文化更加被认同, 和中国做生意赚了很多钱, 很多年轻人感觉更加偏自由主义, 空谈正义和道德, 确实有这种情况, 我不否认, 我的个人观点是, 等这帮人年轻人老了, 他们的观点就会不一样了, 然后私信收到补充一句, 感觉各国亲美自由派比较大那种都差不多, 基本上是这个样子, 基本上是这个样子, 不过实际上像这类辩论节目, 实际上更有可能, 因为他要辩论造成反差, 所以年轻人清华的, 他可能就不会放出来, 你年轻人也清华, 老年人也清华, 那就没什么可辩论的了, 没什么可讨论的了, 感谢YY ABCMMM, 续飞建长, 谢谢, 感谢远在小河对岸的SE, 麦头援助30元SE, 一定要记得好, 没问题没问题, 我记得我记得, 谢谢谢谢, 您也是老观众了, 小阿萨德对真主党算不算榜二成功案例, 哎呦喂, 小阿萨德那可不光是榜二, 有段时间阿萨德可是榜一啊, 就小阿萨德和老阿萨德对真主党的态度那是天差地别, 老阿萨德把真主党当狗, 甚至不愿意跟真主党太近, 老阿萨德从来没有在大马士革接见过纳斯鲁拉, 小阿萨德那是真的非常卑微的自己当粉丝, 好几次邀请纳斯鲁拉来到那个去大马士革等等等等, 然后小阿萨德时期完全放开了对真主党的武器出口, 在03到05年叙利亚对真主党武器援助甚至超过了伊朗人, 但是到最后也没成啊, 也没成啊, 真主党最依赖的还是伊朗啊, 那谁叫叙利亚当时崩了呢, 你谁叫叙利亚内战崩了呢, 小阿萨德的最大教训是不要卖头追星, 不要卖头追星, 追星需谨慎, 追星请适度, 适度追星适度追星移情, 过度追星伤身, 但至少纳斯鲁拉没有亏待阿萨德, 至少在阿萨德最困难的时期, 真主党是第一个明确出兵援助的, 所以至少纳斯鲁拉会做人, 你要是换个更加不做人的, 像当年哈马斯, 哈马斯当年拿着叙利亚大笔援助, 一开战, 阿萨德压迫当地逊尼派, 我们要帮助推翻阿萨德, 那才真是高血压, 那才真是高血压呢, 感谢明和天宇, 需非建长, 感谢索米SMG需非建长, 谢谢, 没读懂国际关系做的错事, 只能复读白眼狼, 不是, 这个东西是这样, 就是我国骂越南白眼狼并没有错, 我国完全有资源这么骂, 完全有资格这么骂, 我只是想要表明的是, 各位网民不要把国际政治上的白眼狼太当回事, 他们是不是白眼狼, 是, 但是你还得跟白眼狼打交道, 就这么简单, 你可以骂他是白眼狼, 你可以看不起他, 你可以怎么鄙视他都可以, 但是你需要意识到, 跟白眼狼, 跟流氓, 跟土匪都需要打交道, 只要他还活着, 只要你没法弄死他, 只要他还在你隔壁, 你就得跟他打交道, 仅此而已, 没有说你不能骂他是白眼狼, 当然是可以的, 小国背叛跳船不是天津地义, 是, 但是首先第一, 跳船有跳的比较有节度的, 有跳的合乎礼节, 不太为难过去老东家, 既有和平分手, 也有吵架分房产的, 这两者很显然带给人的事后观感不一样, 第二, 没错, 小国背叛跳船天津地义, 那么大国对你怀恨在心也是天津地义的, 就是我觉得很多人没有理解这一点, 就是在原则问题的基础之上, 还是有很多时候一个事情的观感, 跟具体的技术性操作有很大的关系的, 如果当不了榜一, 还可以选择去白眼狼的对家当榜一, 按照我的看法, 日本人也是这么觉得, 是的, 但是我的观点从来就是, 你这么觉得了, 不重要, 你还得面对事实, 是吧, 我们还得面对事实, 我们还得现实解决问题, 而且还是那个问题, 在日本的问题上, 我对他们的意志以来的反驳就是, 中日矛盾不是历史问题, 在这点上, 我的关系一直是非常坚定, 我的观点一直非常坚定, 不管是跟国人讨论, 还是跟日本人讨论, 我的观点都是, 中日矛盾, 不管是台面上的, 还是实际上的, 从来就不是历史问题, 这一点跟什么东南亚和日本矛盾, 那已经几乎是纯粹历史问题了, 不一样, 有些日本人就说, 你看东南亚就把过去忘了一干二几, 为什么中国在很多问题上, 中韩朝在很多问题上这么计较, 我又跟他解释说, 中韩朝和日本矛盾根本就不是历史问题, 是明确存在的现实问题, 现实问题从领土争端, 到日本和美国在亚洲的存在, 然后再到日本对于教科书不改变, 这些全都是现实问题, 这不是历史问题, 就日本人不能指责说, 我国在历史问题上不转弯, 我国整天拿历史问题, 我一直都说, 这是明显的日本那边在那边, 当然有些国人也是这么认为的, 但是总体来说, 对于我国官方来说, 最强大的总体来说, 还是包括参拜战犯和教科书问题, 这是现实问题, 这不是历史问题, 这不是你爷爷干了什么的问题, 是你今天的人在干什么的问题, 我没有拿着你爷爷干什么, 来要求你今天做什么, 我要求你承认你爷爷过去干的事的错误, 甚至说没有找你追讨要债, 我们也没有说要赔偿款, 我们要求的是, 你今天承认爷爷过去, 爷爷被过去所办的错误, 这是一个纯粹的今天的现实问题, 而不是历史问题, 然后多数谈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们也承认, 因为很多和我交流的人本身也是偏左翼, 他们自己也不太喜欢参拜靖国神社这个事, 当然他们之所以不喜欢参拜靖国神社, 更多是因为, 他们爷爷那一辈当年在日本军国主义时期吃不上饭, 实际上这个问题很重要就是什么呢, 为什么今天年轻人军国主义思潮复兴, 而为什么老一辈在这个问题上反对军国主义比较坚定, 因为年轻人没有经历过那段吃不上饭的日子, 这一点很重要, 老一辈人是真的经历过日本军国主义不作人, 军队内部长官虐待下级严重, 吃不上饭的日子, 他们是经历过的, 但他们跟年轻人说不清楚, 年轻人整天看就是民智大政各种浪漫, 浪漫就垂垂啊浪漫, 我觉得放弃赔款是亏了还是亂了, 首先我国没有要求过赔款, 我国是没有要求过赔款的, 有必要说, 在7080年代中日蜜月期时期, 我国没有明确要求过赔款, 在当时我国对日本在这方面态度整体是高度宽容的, 然后一定程度上作为补偿, 日本提供了发展协助基金, 当然这个发展协助基金, 很多是以日常在我国投资建厂, 所以它并不是一个纯粹无私的一个投入, 但是确实是有投资, 确实是有钱, 所以一般来说的观点是, 中日之间赔款的问题, 这一章就算翻过去了, 一般是这个样子, 感谢我的密码是啥你知道吗, 关于东南亚和美国华人问题, 分享了一些个人经历, 可以看一下私信, 好的, 关于我刚才说的东南亚华人对于中国文化上认同, 和美国华人对中国文化认同, 有亲身体会, 6月到8月份在外事办接过两个寻根之旅的夏令营的活动, 一个夏令营是美国和加拿大华人组成的北美团, 团员绝大都是16岁到18岁的青少年, 在进行一系列日程安排的时候, 比如参观国务馆, 在协办学校上文化课等体验文化环节, 美国华人明显没有任何兴趣, 对中方宣传暴露有嗤之以鼻的态度, 认为全部是中国政府宣传, 并且这些华人对自己自然属性上所属的文化圈完全不关心, 最关心的是怎么通过留学生身份相对简单的上国内清华北大等985211, 因为我问过那些应届高诸生问他们为什么不选择长青藤, 他们的回答是不管怎么努力, 分数再高, 没有少数族裔, 比如说非裔或者西班牙裔一张脸上长青藤容易, 华人学生高分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天赋而不是努力, 加拿大华人在相关项目的参与度比美国华人要高, 对宣传内容没什么排斥感, 主动参与交流活动这一点蛮意外的, 是, 这方面加拿大华人比美国华人要好, 是的, 这点我同意, 第二个团是主要来自于中亚南亚和东南亚的华人, 有哈萨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 老郭越南, 柬埔寨, 马来西亚等, 后面一部分还没完, 等你后面一部分完了我再继续说, 明治大小姐少爷不是很浪漫吗, 是, 如果你不考虑当时日本一堆农村都吃不上饭的情况, 明治多数地区其实生活水平相比江户末年是下降的, 由于一系列的动荡, 然后包括外国货的进入影响了本国产业等等, 明治就是确实你大小姐少爷看着穿着一身新衣服, 那确实浪漫, 就那确实浪漫, 陛下绝不希望如此, 是吧, 我认为川普时期除了幕僚以外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最大的问题我说是川普本质上不愿意在任何地方让, 就是相当于还是说手里钱有限, 川普嘴上说的要收缩收缩, 在实际操作上就变成整天想着, 怎么样从盟友身上割肉来补我的窟窿, 不管是美国国内的问题, 还是海外的战略空隙, 川普的思路是, 我缩减海外存在, 我减少开支, 然后让盟友把这个窟窿补上, 但是对于盟友来说, 如果你需要我补了, 那你美国人还有个什么用啊, 这是川普时期和盟友最根本的矛盾, 盟友就是因为你美国人在, 所以我不用掏钱, 所以我才让你在的, 那个私信后面那段还没有发过来, 后面那段还没完, 我这边没有说到, 等一下, 是, 等一下, 我回复一个看起来, 大致的浪漫是曾经的风穿巷子, 不是骆驼巷子的, 董王下届有戏, 董王下届有戏, 所以董王的最大问题是, 他不愿意真正的收缩和集中资源, 这一点我还能惯着什么呢, 当初班农被搞下来, 对我们来说其实是非常好的事, 我觉得很多人没有意识到, 我觉得很多人低估了班农的危险性, 和班农虽然是个政治外行, 但他在某些战略问题上, 眼光是比较独到的, 班农当时就一直鼓吹全面对俄缓和, 撤出欧洲, 直接把乌克兰丢给俄国人, 然后美国全国整军备战, 准备海空军, 2020年在南海干场大的, 如果真的按他这个模式执行了, 实际上非常非常麻烦, 那会变得很麻烦, 是的, 班农的想法就是在美国战略优势还没有完全消失前, 直接搞场战略决战, 感谢大家爱的S1, 中日现在的矛盾, 依我看是自民党和东京地检署两个政洁, 不取地就无法推进, 网上大家都忽略自民党长期党专制, 党员群体出身立场, 想看看怎么看自民党在中日未来关系发展的地位, 自民党没戏啊, 自民党没戏, 我的观点是以日本现存的既得利益阶层, 除非自民党内部大换血, 否则不用指望, 他们现有既得利益阶层跟美国绑得太紧了, 俄乌战争之后绑得更紧了, 就是我上次的观点, 我真正在未来日本可能最有潜力和我们合作的对象, 恰恰是未来有可能崛起的, 要么是民进党内部势力, 要么是草根势力, 而且这个草根势力实际上往往可能是打着极端反华, 批判现在的日本政府过于软弱, 就跟当年萨长批判幕府对外国人妥协, 以此名义造反, 然后后来反而萨长是和英国人绑得最紧的那批, 因为核心是他们要反对目前的既得利益团体, 反对旧幕府, 但是美国舍不得欧洲, 不,班农那个做法我认为是相当合理的, 把乌克兰扔给俄罗斯, 会让欧洲全面倒向美国, 只要俄罗斯对乌克兰大规模开战, 欧洲没有选择, 必须停止对俄法核, 必须跟美国绑紧, 然后把乌克兰扔给俄罗斯, 让俄罗斯之后10到30年, 把所有的精力放在消耗乌克兰上, 而不会对美国和欧洲构成新的威胁, 这样一来, 欧洲最少可以在, 只对美国战略资源进行最低限度的消耗的情况下, 保证自保, 他那个想法是有合理性的, 他那个想法是有合理性的, 班农的计划现在没戏了, 现在没戏了, 说实话, 就在现在情况下, 我国对南海的控制相比当年, 已经加强太多了, 而且基本上东南亚各国, 我觉得各国除了越南和菲律宾, 还有点想法, 而且真的也只是有一点想法, 东南亚各国基本上都躺平了, 基本上都是一副南海归谁跟我们关系不大, 你们只要不打起来, 你们如果打起来了, 别打到我家, 别的都OK, 东南亚国家这个问题上已经完全躺平了, 班农的想法不可能欧洲会上门哭, 但是客观来说事实证明, 特朗普确实可以怼过欧洲人, 就特朗普实际上在某些方面, 在推行政策的这个毅力和执着层面, 事实证明他有足够的毅力, 他最后确实推着欧洲人同意加军费了, 尽管欧洲人非常不情愿, 就是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在当时, 特朗普是有那个执行力的, 但他浪费了这个执行力和国内迷惑, 另外有必要说明啊, 有这个观点的不止班农一个人, 有这种观点的不止班农一个人, 包括马蒂斯一定程度上也有这种观点, 马蒂斯上台之后对美军的重整, 都是明确的把未来目标转向亚太地区为主的, 包括雷克斯蒂勒森, 包括蒂勒森, 蒂勒森在被免职之前, 他所推进的一个重要项目是, 重新推进美国和土耳其和解, 防止土耳其和美国关系列痕越来越大, 然后蒂勒森下台这个项目也黄了, 所以就是本来董王身边的团体, 实际上是一群有能力, 并且有一个大致方针工作方向的一群人, 然后被他全给废了, 包括啊, 你如果要我说的话, 麦克弗林其实能力是够的, 麦克弗林当年在伊拉克战争的履历, 他其实是比较有能力的, 当时如果董王顶住压力, 完全可以把弗林给保下来, 弗林做错了什么呢? 他只不在董王正式宣誓就任之前, 跟俄国大使馆进行了私下沟通, 他也是美俄和解害, 然后接着是被报纸捅出来, 说你这是还没上位, 未得其位先行其事, 但是当时董王已经胜选了, 只是还没有正式宣誓就职而已, 当时董王有点毅力, 是可以把弗林给保下来的, 这也是我当时对董王在一年之后失望的最关键原因, 董王跟安德鲁杰克逊最大的差别在于什么? 安德鲁杰克逊对于自己人是极度忠心的, 不管是民间报纸怎么骂, 杰克逊都是一副只要你对我忠诚, 我就保住你, 只要你干的活我同意, 我就保你, 你想干什么都行, 而董王是只要一出事, 先把手下人扔出去顶锅, 所以董王没法像安德鲁杰克逊那样, 带来方向性的转变, 感谢柳同学, 徐飞见长, 好的, 谢谢, 这些都是完全可以保下来的, 很多事情都是完全可以保下来的, 他们对我们怎么这么执着, 因为一个很合理的原因, 因为我国是唯一有能力, 能够对美国构成系统性挑战, 乃至取代美国的国家, 别的国家没有这个能力, 伊朗人和俄国人可以对美国造成麻烦, 可以在区域内腐蚀美国的区域权力结构, 但他们不可能取代美国, 就这么简单, 从人口经济工业上来说, 不可能取代美国, 如果我们不想取代, 不重要, 不重要, 你想不想取代, 从来不重要, 重要的从来是你能不能取代, 你想不想根本就不重要, 没错, 比苏联威胁还大, 我完全同意, 苏联时期经济规模, 工业规模, 基本上最高, 只到美国的30%40%, 从来没有对美国构成, 今天我国所构成的这种级别的潜在威胁, 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取代, 这纯粹是怀必其罪, 但是怀必其罪被这么多年的经验证明来说, 就是存在的呀, 就怀必其罪就是这么一回事啊, 那你还指望什么呢, 那你还指望呢, 东大战美国GDP规模还下降了, 这太短时间而已, 我们要不要看看五年十年趋势, 这不搞笑吗, 20年决战粗略想想怎么会怎么样, 理论上啊, 我当时跟几个人闲着有病搞了个人推演, 假设20年美国能够在南海拉出四个航母战斗群, 然后在菲律宾使用菲律宾空军基地的话, 如果是大规模决战, 可能双方各掉个200架飞机, 我国在当时优势在于离我国本土境, 补给各方面容易, 但是相对来说, 以当时的机队的性能等等各方面, 可能最后就是战损比能够打平, 可能或者在0.8到1.5比1之内, 可能在这个范围之内, 然后美国人可能会乘两艘航母, 但是我们可能会失去三沙市以南所有加固岛屿, 可能就大概是这个样子, 失去沿海大部分区域不可能, 美国人不敢靠那么近, 不敢靠那么近, 舰队的推演, 当时的基本推演也是一个合理的, 就是如果真的爆发大规模交战, 我国舰队大概率不会太难, 可能在海南以南, 再配合海南和本土的战斗机部队, 然后主要作为一支大规模的近海机动的大型导弹体力量来使用, 这也是比较合理的, 因为如果再往南了, 如果超出战斗机也不范围了, 很吃亏的, 感谢武艺少女梦中情人在这些, 不理解的想想这句话, 我无心逐路, 各位莫要害我, 我财书德国, 感谢各位赏识, 这谁说的, 但真是这种情况, 帝国不能大胜就输了吧, 不, 因为这里的关键是, 对于美国来说, 在当时关键是, 它需要证明, 它依旧有决心和能力, 保护有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 如果当时, 而且还有问题就是, 以当时双方对比, 双方如果各掉200架一线战斗机, 我们比美国人要吃亏, 以当时情况, 就是美国人如果拉一大堆F16CD, 然后F15E过来的话, 在当时我方如果要对峙, 我方能拉着动的歼16, 然后歼11B等等, 丢200架的话, 我国的现代三代积极队, 相当于丢了接近一半, 可能还有多于一半, 所以就并不是那么舒服, 如今产生哪些变化, 首先三代积极队, 如果我们算从20年到现在, 现代化战斗机, 我国可能每年平均下来, 要多个100架到140架, 就是歼10B, 歼10C, 然后歼16, 那之后还有没有新的歼11B, 好像没有新批次歼11B了吧, 有没有来着, 我忘了, 然后歼20的话, 这单是这三年, 每年差不多能够多个100代价, 那个量的对比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个开外手游学者周卓, 你的私信看不到, 哈萨克和塔吉克的人, 陕西那边移民过去的穆斯林, 家人都在中国, 不知道什么机缘巧合移过去的, 东南亚华人中文还不错, 平时网络冲浪看的内容和国人差不多, 中方志愿者谈话间, 很多梗抖音上这些东南亚华人也都知道, 并且会接梗, 在相处熟了之后, 中方志愿者提出的一个个比较敏感的话题, 东南亚盛行的科技园区, 嘎腰子等热点问题, 这些华人也会积极参与讨论, 并没有表现出感觉受到冒犯, 反而美国华人在大多数问题上表现得非常敏感且脆弱, 抗压程度远不如东南亚华人, 政治上表现十分幼稚, 这一点我太同意了, 这一点我太同意了, 相处下来感觉就是美国华人需要更多的照顾, 各种方面, 加拿大华人更像国内人, 东南亚华人和西亚华人也更像国内人, 唯独美国华人显得十分异类, 我基本上同意, 我基本上同意, 刚刚有观众问, 东南亚清美是否和二战美军太平洋战人对抗日本有关, 如果未来我国主导世界之族是否有同化的可能, 东南亚华人在其中能起到多少作用, 我会说有关, 但是关系不是那么大, 主要还是战后的美国经济文化, 日本的经济文化影响, 就是东南亚和美日之间没有直接的矛盾和冲突, 所以特别是他们年轻人的话, 他们肯定从文化角度上来说, 多数还是更喜欢美国和日本的东西, 这个是没办法的事, 毕竟美国和日本战后文化相比我国有着额外多四五十年的时间, 在当地进行推广和普及, 那个影响力不是一个级别的, 然后未来主导世界之族是否有同化的可能, 这个问题我只能说我不知道, 我们到时候再说, 东南亚华人在其中能起到多少作用, 还是那个问题, 到时候再说, 但是美国人乘两艘航母还有没有战争支持度, 实际上如果从美国历史来看, 甚至有可能国内对战争支持度上升, 总体来说美国人非常无法容忍战争出其吃亏, 反而确实有可能起到像班农所想象的, 或者包括约翰博尔顿想象的, 美国国内能够积极准备战争, 但是总体来说是这个样子, 在南海丢两艘航母对美国来说, 军事层面上来说, 政治层面我们不谈, 军事层面上来说其实可以接受, 因为毕竟还有菲律宾作为陆地基地, 而且如果美国人打了越南人的观点可能也会不一样, 越南可能也会包括甚至允许美国驻军, 那到那个时候东南亚的局面又不一样了, 对当时还有一大堆F-18EF呢, 那美国之后怎么样应对东方军工厂的爆兵, 就是按照那个想法就是长期战略, 说句老实话就是, 首先是在那种情况下无法确定我国会不会爆兵找场子, 然后另外一点是, 美国如果能够获得越南和菲律宾作为中转基地的话, 还确实比较麻烦, 还确实比较麻烦, 双方有可能进行一场长期的消耗战, 如果往后两三年怎么办, 回答不好说, 因为是这个样子, 就是班农这个计划别说2020年了, 从20162017年特朗普刚上台的时候, 这个计划就开始偏离了, 首先特朗普上来三个月之内, 班农就从国家安全委员会上被踢出来了, 因为班农反对空袭叙利亚, 班农反对除了在中国周边以外, 美国进行的任何军事干涉, 他是反对空袭叙利亚的, 他也反对跟俄罗斯关系继续恶化, 导致他在当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上是个异类, 很快就被踢出去了, 另外一个原因是, 当时美国媒体疯狂造势, 特朗普就是个傀儡, 班农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等等等等, 那特朗普哪受得了这个, 那特朗普就算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傀儡, 要把班农给踢下去, 班农确实是有一个非常明确, 而且基本上从头到尾自始而终比较明确的一个战略观点, 战略政策, 理损和KR谁猜谁蠢, 两个你如果要我说, 我觉得都是又猜又蠢, 理损也挺蠢, 理损的问题是, 他真的认为越南在东南亚大规模扩张, 我国不会对他有什么动作, 这是理损最蠢的地方, 美国为什么要赌风险和收益差不多高, 因为班农是极少数, 虽然我们骂班农反华, 但是有必要说, 班农是极少数, 尽管他真的不懂中国, 但是班农是当时哪怕是包括现在, 美国极少数真的尊重并且认识到我国潜力和对美国威胁的, 多数人喊中国威胁论的本质上看不起中国, 像博尔顿这样的人, 他们还是觉得只要美国动员起来, 打服中国指日可待, 班农不这么认为, 班农是真的少数严肃的觉得, 再过个十年美国就没法和中国竞争的人, 所以在班农看来, 风险远远小于收益, 感谢YMY178的SC, 亚洲霸凌, 我们这次团建邀请非常酷的老宝同学, 猜猜谁没有被邀请, 美意没错就是你, 感谢阿江阿提森的SC, 我看一下稍等, 印度和加拿大的外交冲突会不会是一个小插曲, 我倾向是小插曲, 但是未来类似的, 由于印度民族主义兴起, 和美国的矛盾会不会越来越多, 一个典型就是, 在美国的印度人其实也高度保留了对本国的认同, 在现在这个问题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 但在未来就包括在就业方面, 然后还有包括不少在美国印度以很强的种性主义倾向, 还有他们对莫迪的支持, 我突然想起来一个月前有个爆笑的事情, 有个印度人在沙特阿拉伯, 在那边拍那个克尔白天房, 就是沙特麦加清真寺, 然后在那边发帖说, 到了明年是印度什么节, 当时什么节我忘了, 到了明年印度什么节, 我们会打到沙特在克尔白天房庆祝, 愿莫迪与我们同在, 然后他应该是个在沙特打工的, 过了两天应该是被沙特人驱逐出境了, 非常逗, 我关注着一个黎巴嫩老哥当时在那边说这个事情, 非常的逗, 就重点是印度国内的一些激进倾向, 包括恐慕倾向, 再明显的对海外印度人形成影响, 是不是2020疫情导致战略冒险打消了, 不, 那个计划在2017年就太死腹中了, 随着班农的失势, 然后包括1718年, 雷克斯蒂德森, 马蒂斯这些关键人物, 就是对外政策关键人物, 纷纷下台就已经完蛋了, 已经没有戏了, 早就完蛋了, 都不用到2020年, 2017年就完蛋了, 怎么可能小插曲, 西克就在加拿大影响那么大, 但是就算加拿大愿意管, 他又能够做到什么呢, 就是哪怕加拿大跟印度断交, 这个事情它的象征意义, 也远远大于实际意义, 现在在搞决战真的没什么, 就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办法决战, 说句老实话, 因为现在越南和菲律宾的态度, 也和2016年不一样, 可能还有人有印象, 当年越南菲律宾有多跳, 2016年之前的越南和菲律宾有多跳, 相比当年的话, 现在真的只是毛毛雨而已, 然后就是双方的海军力量对, 可以动用的舰船, 那和2016年到2020年, 那完全不是一个水, 然后双方空中力量的差距, 也在进一步的拉近, 就是很难了, 就现在还想要战略冒险, 当然最关键的是, 美国和俄罗斯关系崩了, 而且大量美国战略资源, 必须要被牵扯在乌海, 可以说特朗普时期犯的最大的错误是, 对俄关系没有改善, 对伊朗关系疯了, 拜登时期再把对俄关系彻底搞崩了, 那就真的没什么戏了, 那就真没什么戏了, 不, 美俄关系在2014年, 虽然是一个重要转的点, 但是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 俄罗斯还在试图和美国改善关系, 双方还是有些试图改善关系的想法的, 彻底崩还是得到乌克兰战争开战, 其实不是普京有幻想, 其实不是普京有幻想, 我觉得很多骂普购的人没有想明白一点, 就是22年之前俄罗斯哪有能力打大呀, 就说白了到22年, 我们现在来看都还是有些勉强的, 特别是面对一个完全动员的北约, 虽然这个动员程度也很拉滑, 我的个人观点是从普京个人角度上, 他很早至少在12年13年, 从克里米亚之后普京决定加大干涉, 普京就知道这个东西结局, 大概率最后是打仗, 甚至他不止一次公开的演讲和西方对话都说, 你们这样下去到时候是要打起来的, 你们这样下去是会有严重后果的, 归根结底当年够不还是没准备好吗, 但是普京必须要这么做改善关系, 为什么, 因为当年俄罗斯国内还有大量亲美亲欧派, 你必须能做的做足做到位, 包括北溪尽量试图在开战的时候, 把欧洲人从这里面摘出去, 你这些该做的准备工作都要做, 尽管事后证明还是没有用, 欧洲人是真的蠢,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他既然蠢到这地步, 那他也没构成那么大的威胁, 总体来说普京其实没怎么拖, 说真的, 如果你考虑到甚至到2013年, 在胜利日阅兵的时候, 英国人还出了仪仗队, 从跟西方翻脸到正式开篇, 中间只用了8年, 已经很快了, 已经很快了, 说真的, 已经很快了, 归根结底13年之后, 俄罗斯的备战准备工作就没停过, 就包括少议谷军改整体节奏也算迅速, 然后包括之后还打了叙利亚, 就这个过程当中, 你不能指责普京懈怠戴战备, 是没道理的, 麻烦防管把玉婷要空腹吃禁言了, 带国内敏感话题, 把内为禁言了, 而且也没有什么讨论的价值, 是这样子, 如果是这样, 就算你想要谈国内话题, 你带有一个明确的讨论, 你有一个明确的方向, 现在的问题是, 你进入了撒泼打滚, 一个话题接一个话题换, 并没有表现出任何说, 愿意进行讨论的任何表现, 那就只能禁言了, 那我只能把这个当成引战加带节奏, 今晚播到今点, 今晚会播晚一点, 过一会可能一点钟左右读书, 今晚可以播晚一点, 可能播到两点钟左右, OK好, 感谢防管敬言, 川普如果再次上台, 能否成为成熟的政治家, 我会说需要观察, 是这样子, 川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改变, 我个人认为他第一届任期, 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随时把属下扔出来背锅, 这是我对董王最不满意, 认为他在政治上表现最糟糕的一眼, 比一切政策性的问题都要严重, 任何一个改革者, 你如果想要有效改革, 你必须要表现出对属下的忠诚, 只有你对属下忠诚, 属下才能对你忠诚, 特别是当你要进行大规模政治改革的时候, 在这种情况下, 重视裙带关系和个人关系不是坏事, 而是必须和很多人所想象的不同, 而这是董王当初做的最不到位, 也是导致董王政策失败的核心问题, 他没有可以信任的人, 为什么董王没有可以信任的人, 那还不就是他整天把人踢出去背锅吗, 而且很多东西就, 很多东西问在什么, 就是他根本就不致命, 明明可以保, 董王就硬是牺牲不愿意保, 董王这个人是怎么着呢, 他一边整天说看不上CNNCNN垃圾等等, 另外一方面, 他实际上对这些媒体说的一举一动, 什么屁话都极度敏感, 就是董王实际上对自身的公众形象是过度敏感的, 他不光在乎福克斯怎么说, 他同样也在乎什么CNNMSNBC怎么说, 这么说帝国未来真的没戏了, 我会说至少我目前没看到什么希望, 至少从领导人层面来说, 我没有看到, 就是在下一届潜在总统大选, 我没有看到任何潜在转折的希望, 董王废物不是从国会山台开始, 还是那个问题, 董王废物不是国会山台开始, 他那个鬼德心就导致他不愿意真的冒险干大事, 哎呦德桑提斯更垃圾, 德桑提斯更垃圾, 德桑提斯甚至比董王都不如, 德桑提斯在根本的政策上跟目前美国建制派, 在所有我国关心的议题上, 他跟拜登没有任何区别, 甚至对我国更敌视, 他更不可能带来真正意义上政治转变, 德桑提斯更没戏, 肯尼迪我的个人观点是也没戏, 肯尼迪实际上啊, 就是肯尼迪到目前为止表现出多数玩的问题, 肯尼迪没有任何, 我会说肯尼迪到目前为止我看过他的演讲, 他对于现任, 他对于目前政府政策的批判和反思构, 只有一个问题, 那么请问我们该怎么办的, 董王至少当时算是提出了一个政策, 美国需要收缩, 美国需要后退, 而目前肯尼迪并没有提出一个, 他对目前的批评之够的, 但他没有提出该怎么办, 他现在情况我觉得跟当年奥巴马差不多, 就是批论起批评一套一套的, 然后上台之后操作还不如当年, 还搞出一大堆笑话, 感谢普里格金耐摔王的SE支持一个好的, 对, 拉瓦斯瓦米也有这个形象, 拉瓦斯瓦米就不说了, 他根本就不可能上, 想都不用想的, 美国杉磁解体回答是我不知道, 我只会说风险很大, 我的观点意思是内战风险很大, 但这种风险从来不是决定的, 就像理论上你酒驾不计安全带, 高速公路逆行, 你都是有生还可能性的, 所以我不会说你一定会死, 我只能说你死的可能性很大, 然后你问你具体在这样酒驾逆行, 在高速上开多久死, 我也不知道, 有可能开出一百米就死了, 有可能开出两公里还侥幸活着, 我只能说这么做风险很大, 其他几个候选人有没有有效的对俄政策, 回答没有, 因为现在没有一个人真正敢公开说, 对俄国就该够, 最多是有人像拉瓦斯瓦米说, 乌克兰没有希望取得进展, 包括小肯尼都是, 乌克兰没有希望取得进展, 我们要讲和防止战争继续下去, 防止带来更多无谓的死亡, 没有一个人真的敢跳出来说, 从政策上来说, 我们就应该把乌克兰扔给俄国人, 我们就应该和俄国改善关系, 哪怕是这些人也没有反对说, 美国需要保持对俄敌对态度, 就算说俄乌战争真的冻结了, 如果美国还需要向东欧投入大量资源, 那本质上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对美国来说, 本质上情况没有好转, 感谢行哲禀正在SCE, 私信谢谢, 简单的来说, 他们现在真正需要像基辛格和尼克松那样的人, 但是目前没有, 目前不就是没有吗, 未来会否有某国全面受我国军事指导, 乃至整合谁可能性较大, 2050年前全面收复南海可能性多大, 后面一个问题取决于你怎么样定性全面收复南海, 怎么样才算, 前面的话我们说, 目前还没有任何国家有这个倾向, 至少目前没有可见的国家, 有个卡特这样的也不错, 至少大家和和气息, 不一定, 卡特时期实际上是对苏采取了强硬政策的, 在苏联入侵阿范之后, 卡特选择了对苏采取强硬政策, 所以卡特也不是全够的, 尼克松算不算二战后美国最有魄力的总统, 不, 我会说是艾森豪威尔, 你如果要问我认为二战后美国最好的总统是谁, 没有任何争议, 我说艾森豪威尔, 艾森豪威尔是真正意义上缔造了美国世界帝国的人, 你如果要这么说, 如果说老罗斯福开启了美国成为世界帝国之路, 艾森豪威尔正式奠定了美国世界帝国的人, 在杜鲁门时期, 由于一系列失败的对外政策, 特别是朝鲜在日之后, 美国国内实际上当时有着非常强烈的孤立主义倾向, 我们不要管欧洲的事, 我们不要管亚洲的事, 我们要重新回到北美, 这个倾向是艾森豪威尔打破的, 不管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喜欢还是讨厌, 但是确实是艾森豪威尔奠定了, 美国将会正式成为一个世界帝国, 美国不会再像一战那样干涉之后重新回到北美, 这是艾森豪威尔奠定的, 然后包括在美国国内种族隔离问题上, 艾森豪威尔也是当时明确确定了, 种族隔离不可能持续这样一个总统, 以后会不会有人觉得就不该当这个世界帝国, 几十年吧老板亏光, 肯定有可能, 肯定会有, 阿萨德访华伊德利部好兄弟怎么看, 他们还能怎么看, 就你以为他们会因为阿萨德访华就改变对我国的态度和关系吗, 那你可太天真了, 很多伊德利部好兄弟当年就是从这边跑过去的, 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就不用深究了, 在这个问题上, 阿萨德包括真主党可以说是帮了我们一个大忙, 啥? 阿萨德不是, NA你都已经滑坡到种族隔离给美国提供了和谐社会, 阿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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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就就, NA哥我确实没有对你的, 我对你的历史水平, 道德水平和政治水平都从来没有很高的, 都从来没有很高的期望, 但是你总能一次又一次突破我的认知下限, 也是很不容易吧, 对对对对, 种族隔离给美国带来了和谐社会, 对对对对对, 就就20年代各种私刑掉路灯挂树上是不存在的, 各种黑手党是不存在的, 大量的谋杀凶杀从来是不存在的, 就当年的谋杀和各种大案发生率可比现在要高得多, 那些都不存在, 这样的美国是和谐社会, 反正你说就是你对, 你说就是你对, 如果当年他没有出头当世界帝国, 现在民生有没有可能这么糟, 我认为实际上那样的话, 现在民生水平可能不如现在, 因为如果当时美国不愿意当这个世界帝国, 那么今天我们所熟知的世界市场的形成, 会远比现在要晚, 而美国本国还是享受了大量的世界市场活力的, 就算他当年选择不成为世界帝国, 今天美国国内生活水平未必比现在要好,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 如果他不这么做, 可能今天的世界会远比现在更糟, 好吧, 也不能说更糟, 但是世界范围内的矛盾和战争可能会更早爆发, 有没有可能资本家们会另选一个老大, 没有那么简单, 资本家不是万能的, 按照这个理论, 资本家从17 18世纪就存在, 他们怎么没能规避一战二战呢, 他们怎么没能早就选出一个世界老大啊, 这个问题让我的观点一直是, 太多人强调美国的资本社会和资本主义属性, 而没有把美国我们当做一个更加传统的, 我们从阶级, 阶级史观之前的, 我们从一个更加传统的历史, 一个帝国的轨迹, 我们从一个正常国家的角度来看美国, 历史不是从1800年开始, 早打完早完事, 这不是我的想法吗, 我的想法是早打完早完事, 核心是建设, 但是如果当时没有美国出面撑起全球整体经济体系的话, 这个建设就无从谈起, 总体来说在上个世纪, 美国能够赢得冷战, 归根结底原因不是美国在斗争策略上, 比苏联有多么高明, 我有必要说明这点, 尽管我一直强调, 苏联人在外交战略上犯了很多蠢, 你以为美国人没有犯蠢吗, 一样多, 比苏联人少, 但是美国人犯的蠢事也不少, 但是归根结底, 为什么美国人成功了, 因为美国人成功的建立和维持起了这套全球经济体系, 美国胜过苏联的恰恰不是斗争能力, 而是建设能力, 这一点对于今天的对抗也同样的重要, 如果美国没有当这个位置, 苏联能不能取代, 完全没有这个能力, 完全没有这个能力, 当时苏联和欧洲和中东等等地区矛盾大得很, 而且苏联没有能力像美国那样, 维持整条全球海上运输线, 完全没有这个能力的, 差远了, 差远了, 感谢快乐混沌的SE, 谢谢, 是今天确实大家都打了不少SE, 感谢支持, 感谢支持, 苏联跟帝国没法比的, 那可远远不只是制造能力了, 以苏联能力能不能放其他地方全部东欧, 这一切都有可能, 但是还是那个问题, 到最后苏联问题是造血拼不过美国, 这是苏联最后面对的根本问题, 80年代最大问题是苏联在经济上和美国差太多, 小弟国家全部离心离德, 跟着你苏联饿肚子, 跟着美国能够赚钱能够吃饱饭, 那到最后大家都是用肚子用脚投票了, 美国全球战略不也是解放全世界的一种, 客观来说美国当时就是放弃了解放全世界, 特别是尼克松和基辛格时代, 那就是一副你只要满足美国利益, 我管你压迫还是解放, 你爱干嘛干嘛, 甚至是明确的对于东南亚和南美的军政府, 只要你反共一律无条件支持, 当年美国就这样, 就是一副只要你能够服从美国利益, 你能够保持稳定, 你能够在当地斗争当中赢, 这是最重要的, 那就OK, 我不管你是干嘛的, 我不管你有多么道德败坏, 无所谓, 不成为世界帝国放任矛盾爆发, 能不能像一二战那样世外桃源赚很多, 不, 美国在二战的红利恰恰是成为世界帝国才有, 我们来看二战结束后美国什么样, 1950年美国国债达到历史高点, 债务比例应该是占到GDP的48%还是50%左右, 这个比例应该一直到2019年才被超越, 大量的应该是总共500多万, 从战场归来的老兵无处可去, 没有明确的去处, 国内大萧条影响依旧没有缓解过来, 就是所谓的二战大转是因为, 美国收割了战后红利在欧洲等地, 把当地变成了美国货物的倾销市场, 如果没有这个举动, 我们回顾那就是二战是纯亏的, 二战是真纯亏, 一战也没占多大便宜, 一战模式自己不怎么参战是个误会, 美国一战扔了200万人, 就是认为美国一战没怎么参战是个巨大的不区, 到了最后的时候应该是阿尔共森林, 美国陆军一次性投入了30万人以上参加单次战役, 一战美国只是阵亡少, 一战美国阵亡5万, 然后各种伤病和非战斗简约额外有5万死亡, 一战美国人死的少, 但是美国人出的兵和花的钱可争不少, 然后得到了什么呢? 什么也没有得到, 真的是什么也没有得到, 对于战后的欧洲秩序没有起到丝毫的影响, 眼睁睁的就等着30年后二战爆发, 20年后, 20年后二战爆发, 是我一直把心认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只大象, 实际上关于威尔逊当时的决策, 我后来看了有一个观点很有意思就是, 当然有些记录我没有看, 就是威尔逊当时实际上一直和英法坚决对抗, 包括在战后世界秩序, 还有不同意对德国强硬处理, 威尔逊其实很坚定, 但是后来当时威尔逊应该得了西班牙流感, 说得了西班牙流感之后, 威尔逊整个人经历大不如前, 性情大变, 在谈判桌上轻松妥协, 这确实有可能, 不光是西班牙流感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应该是威尔逊当年死老婆, 威尔逊跟他老婆的感情特别好, 老婆死了之后是终身未娶, 然后很多时候说他女儿在他身边操办很多事务, 威尔逊晚年包括执政后期, 本人的精神和生理状态都不太影响, 这个是确实存在的, 这个是确实存在的, 所以确实可能有这方面的问题, 有可能是脑雾, 有可能是脑雾, 是的, 威尔逊是谁, 武德罗威尔逊哪, 美国一战时期美国总统, 阿尔共森林美国战术是不是集体中机枪阵地, 阿尔共森林其实比较特殊, 阿尔共森林有大量的近距离交战, 就跟战地一里面那张图一样, 阿尔共森林其实美军打得还可以, 像著名的阿尔文约克中士, 那个单挑击杀70多人还是多少人, 70人还是200人的, 那个真美国队长应该就是阿尔共森林之战打出来的, 阿尔共森林之战美国人打得确实比较乱, 很多部队沟通啊协调啊都出现问题, 很多部队莫名其妙走到德军火力圈里面去了, 他那个其实不是典型的西线阵地战, 是个非常混乱战斗啊, 就就就就约克中士那个是真的有点离谱了, 阿尔文约克是真离谱, 感谢原断考虏架的SC支持一下, 好的谢谢, 那如果改成真不下场参战, 只和任何一方敞开做生意转头如何啊, 这里的友谊怎就来了, 当时美国确实不想下场参战, 他确实想做生意, 虽然客观上来说, 他确实给英法提供了大量战争物资, 但是归根结底核心是, 德国魔证人在那边对美国动手, 包括无限制潜艇战, 包括齐默曼电报, 试图窜躲墨西哥对美国动手, 到最后一艘美国船只被击沉, 导致美国忍无可忍加入英法参战, 如果德国人当初没那么魔证的话, 美国虽然很明显四个人都可以看出, 美国是清英法, 但是如果德国人没那么魔证, 美国人还真不一定参战, 看说又掉了架F-35, 我不知道, 海军渡战队好像说一周所有F-35B停飞减丘, 但是有可能是空军和海军的, 不知道, 等等消息吧, 等等消息吧, 无限制潜艇战和齐默曼电报哪个是主因, 我会说都不是, 我会说都不是, 我会说归根结底是因为, 当时对于美国来说, 德国很明显是败向已显了, 然后还是有美国国内, 包括当时老罗斯福的活动还是有巨大价值的, 美国国内本身也有很多人认为应该参战, 齐默曼电报和包括无限制潜艇战归根结底都只是导火索而已, 他们就和一战不会因为匪敌男不遇刺就不会爆发一样, 都是属于在美国最后在美国一个倾向已经非常明确的情况下, 最后推了美国一把, 让美国国内政治力量倾向于参战, 那个宇天的S又漏了吗, 我没看到啊, 相较一战的时候现在国际环境可以承认了拥挤, 早高峰地铁上没有红白角, 我会说不一定, 我会说不一定, 你如果要说话, 我说一战给拥挤, 特别是大国, 我们如果看一战前世界地图, 那真的是几乎全是英法殖民地, 就我们今天看还有大片的空白, 这当时真就是英法殖民地中东奥斯曼, 然后埃及是英国, 我会说当时的空白比现在还少, 现在实际上空白还要更多一些, 当时德国人有没有可能维持不败不胜的方法, 理论上如果美国人不参战, 到1917年战线已经接近僵局, 特别是西线, 理论上真有可能, 如果美国人不参战, 18年德国和俄国讲和, 德国人把东线兵力调到西线继续维持, 双方当时几乎都打不下去了, 18年在一个德国可以接受的情况下讲和, 是完全有可能的, 如果美国人不参战的话, 美国人带来的200万生理军太夸张了, 那真挡不住, 18年如果只有英法的话, 还真不一定能够答应, 为什么挑衅美国? 因为德国当时某种意义上变成自应言语言, 德国以为可以通过这些行动, 来对美国构成威慑, 对美国释放出强烈信号, 以为可以靠穿躲墨西哥巧试, 以此来分散美国的战略注意力, 然而最后这一系列强烈信号, 仅仅是激怒了美国, 并且逼迫美国下了最后一个决心, 是不是跟今天某些国家行为有点像, 就是是这个样子的, 也是我的观点一直是为何中美缓和, 我的观点是缓和不了, 就你看看今天美国是什么人你就知道了, 你看看今天美国是什么鬼人物, 那威尔逊为啥赞同拆了奥斯曼, 说句老实话, 拆不拆奥斯曼当时也不是由威尔逊说了算的, 奥斯曼当时已经实际上被阴法给瓦解了, 威尔逊同意不同意都没有区别, 具体的情况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我是威尔逊, 我宁可同意, 因为我不同意奥斯曼被阴法拆了, 那我岂不是打自己脸, 我还不如同意从善如流一下, 显得这是我同意了, 当时奥斯曼已经完蛋了, 巴勒斯坦战役奥斯曼输的底裤都掉了, 然后阿拉伯大起义如火如荼, 奥斯曼自己国内有革命, 他不是外界赞不赞同, 奥斯曼已经死了, 最近爆出来那个南方案是什么, 对, 说起乌克兰最近, 我倾向于乌克兰最近可能也决定让反攻结束了, 一个重要迹象是国防部六个副部长被开除了五个, 包括之前一直出来做公关的女副国防部长, 那个韩纳马亚尔, 那个人也退了, 六个人直接开了五个, 就如果内部政治清算已经开始, 那可能他们确实认为目前反攻已经阶段性结束了, 然后国防部长也换人了, 整个国防部大换取, 那可能可以, 可能意味着他们确实觉得就结束了, 南方案是要调查扎帅嘛, 反正战略失败总得有个人出来顶锅是吧, 虽然你要我说的话, 在这次战略进攻当中, 希尔斯基要负的责任远远比扎盗日内来的大, 但是确实他们如果现在想要拉人出来顶锅, 大概率是扎大帅出来顶, 就相比扎大帅希尔斯基那送的才叫一个离谱好吧, 南方案是调查赫尔松为什么一周就丢了, 好吧, 那这个似乎确实是瞄准扎大帅呀, 那这个似乎确实是见风直指扎大帅呀, 说到一战到二战转时期, 一直感觉从罗斯福威尔逊到克利芝胡佛, 美国国内和国际政策发生了很大转变, 罗斯福和塔夫托, 哈丁克利芝再到胡佛都有一种老师带学生, 主管带助手的师徒感, 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为什么有种转向, 转向对欧洲和世界有什么影响, 第二个是为什么这种总统间的师徒传承没有连续下去, 真的是因为小罗斯福死得太突然吗, 但是麦金利和老罗斯福之间有理屈性没错, 小罗斯福和杜鲁门之间连续性就不强了, 甚至肯尼迪和约翰逊, 尼克松和福特, 里根和老布什之间连续性更弱, 我不同意, 我不同意, 我会说肯尼迪和约翰逊, 尼克松和福特领导别论, 因为福特是临时顶纲, 福特是当时尼克松选的副总统, 出现丑闻下去了, 福特是没有经过选举临时被选上去的, 临时任命的副总统, 而且尼克松当时也不可能意识到自己马上要下台, 所以尼克松和福特确实连关性不强, 但是我会说肯尼迪和约翰逊, 还有里根和老布什之间连续性是比较明确的, 冬季几乎肯定会继续打, 去年冬季交战烈度并没有下降, 是这个样子, 去年冬季什么情况, 交战烈度并没有下降,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去年11、12月正好是俄国人打福特达, 正好是福特达, 那次一次性丢30多辆车被各种嘲笑, 到12月实际上乌军伤亡等等各方面依旧很高, 双方很多战线转到以火力交战为主, 而且当时乌军还在北线不停的冲克雷纳亚那边, 所以从去年经验来看, 今年冬季不太可能安生, 大概率还是高强度交战, 福特达是去年12月吧, 反正差不多反正冬天, 赫尔松大反攻确实是扎炉之内主导, 扎总还能够重镇雄风可爱心, 回答不知道, 感谢真正关系, 还是811的SC, 第一个问题关于为什么会有这种老师带学生, 主管带助手的试图感, 这其实挺正常的, 就是如果有同一党连续执政的话, 那么出现这种情况非常正常, 只不过单纯是90代之后, 我们看到更多是两党交替执政, 比较少有那种同一党的连续, 你如果要说的话, 包括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之间的试图感, 也非常明显, 但是当你变成两党交替执政的时候, 那么自然而然由于时间上的差距, 你这个前后的连贯性就明显要弱很多, 而且下一个上台的, 哪怕是同一个政党, 它和前任的观点不一定一致, 比如说特朗普和小布什之间就不一定一致, 你可以说是由于美国的内部分裂, 和美国整体在经济上面面临的问题, 导致美国政党交替加速, 所以使得这种尸徒感变弱, 但是我认为总体来说在冷战时期, 这种总统的尸徒感和传承还是很明显的, 感谢军军官夏世伯要表达C, 福德达是1月份完, 那我记早了, 实际上美国参战和平14条, 和平14条要占德国投降要素50%, 皇帝攻势失败以后, 德军不可能再战胜协约国了, 有时之事都知道如果只打阴法那必赢, 阴法反战情绪一样压不住, 但是美国一参战阴法战役直接爆炸, 和平14条让德国上下产生了对不割地, 不赔款的和平, 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 最后一步一步在协约国威逼之下失去了抵抗能力, 在真正宣布投降和西班牙大游杆在前线流行前, 德军已经被瓦解了相当大程度的重武器, 确实就是核心是一战当中美国是扮演了非常重要作用的, 这点不需要质疑, 不当世界帝国放任欧亚打烂, 本土一直和平发展是否能够维持领先, 答不会, 因为在二战之前我们也看到了, 当时美国的经济发展, 这同样也是未来我们今天和未来我们面对的问题, 就是不管我们的经济表现多么好, 不管我们的政策多么合理, 当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高度挂钩的时候, 别国傻叉出问题, 我们就是得背锅, 没办法, 就是我们也会受到波及, 美国为了同样的问题, 当时美国的发达不再是孤立主义的发达, 不再是意志独秀, 它是建立在美国高度参与国际市场, 包括当时美国对华贸易往来都非常密切, 而当这一切国际上出现问题的时候, 美国自身也不可能庆免于难, 就是这个问题, 现在乌克兰强硬派是不是以布达诺夫为主? 理论上最大的强硬派还是泽连斯基咯, 最公开的强硬派是波多利亚科咯, 波多利亚科现在真的是感觉越来越像戈培尔了, 西尔斯基, 我会说还是西尔斯基, 你如果要说军队内部明显的最大强硬派, 我就是西尔斯基, 你如果要我给布达诺夫定个跟德三对位, 我会说邓迪斯, 因为确实差不多, 现在他们对俄罗斯后方的很多乌克兰总情报局的洗扰, 你要说的话, 他确实可能更多对位是德国当年无限制潜艇战, 就是看着好看, 但实际上没什么用, 对俄国人造成了一定的麻烦, 但是资源消耗上来说, 他自己先撑不下去, 所以我会说他可能更加对位邓迪斯这样, 没有了, 邓迪斯后来潜艇战也废了, 就是当英美的反潜能力上来之后, 无限制潜艇战是性价比上来, 是不划算的, 断英国贸易比英国投降有没有可能, 回答有可能, 但是还是一个问题, 就是英美不会坐以待立, 英美会组织护航舰队, 英美会组织反潜, 而德国无限制潜艇战在面对有效反潜力量的时候, 他没什么办法, 就确实理论上, 你如果能够完全切断英国对外贸易, 确实有可能把英国恶道投降, 丘吉尔自己回忆说, 当年德国的潜艇战是令他最担忧的部分, 但问题是事实证明, 英美有能力对付潜艇战的, 这才是问题所在, 他没法切断英国贸易, 不过说起来, 邓尼兹应该在纽伦堡审判的时候, 有经典为自己辩护, 为什么自己不是战犯, 就是我有一个犹太人朋友, 他当时举了谁, 反正是纳粹德国里面, 其实包括领导层是有犹太人的, 然后当时邓尼兹说谁, 就是我跟哪个纳粹高层犹太人, 我们是朋友, 所以我不可能反游, 今天欧美整天, 泽连斯基是犹太人, 所以乌克兰不可能反游, 就我觉得跟当初邓尼兹那个也差不多了, 也真是差不多了, 我有一个犹太朋友, 就这方面是搞笑, 美国自己整天就嘲讽, 各种被指控种族主义人说, 我有很多黑人朋友, 然后现在到了乌克兰就是, 泽连斯基是犹太人, 所以他们不可能是大粹, 他这个真是, 我有一个黑人朋友, 所以这个确实是很逗, 这个确实是很逗, 对, 普里格金也是犹太人, 普里格金也是犹太人, 是, 普里格金应该是犹太人, 普里格金应该是犹太人, 索罗维约夫也是犹太人, 那个俄罗斯名嘴, 我们之前看过采访的, 索罗维约夫也是犹太人, 对, 普里格金上了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的, 世界最有影响力的犹太人的榜单, 对, 是的, 没错, 怎么这么多犹太人, 你要这么想就是, 为什么欧洲在反犹这个问题上这么敏感, 就是因为有很多犹太人呢, 如果犹太人真的弱的不行, 你看现在欧洲有谁说, 公开的大规模什么反对吉普赛人, 没必要, 就人太少都不需要公开反对, 直接突了就行了, 直接突了或者歧视就行了, 犹太人就是因为多影响力大, 然后同时犹太人还有自身的文化和宗教认同, 所以才引起巨大的怀疑和敌视, 那普里格金怎么有资格骂少一股图瓦人身份, 就黄俄是这个样子, 黄俄是这个样子的, 黄俄就是你甭管我是犹太人, 我是跟红苗正俄罗斯人, 你个垃圾图瓦人, 你们这些垃圾人就是想呵呵我们俄罗斯人, 把俄罗斯人都送到战场上去送死, 然后你们图瓦人腾龙换鸟, 就你不要过分高估黄俄, 你不要过分高估黄俄, 他们是真的有类似想法的, 我是真的看到有人转俄军有些通话, 就说那个图瓦杂主, 那个图瓦垃圾就是想在前线把地送出去, 让俄罗斯人血流光, 垃圾少一股, 多得很, 多得很, 还有什么神奇来着, 还有什么神奇的, 少一股就是要让我们战败, 流光俄罗斯的血让俄罗斯战败, 俄罗斯解体, 然后他回到图瓦, 成立一个新的图瓦克汗国, 再度带着东方蛮族大群征服俄罗斯, 等等等等, 很逗的, 很逗的, 就黄俄是真的乐好吧, 我觉得是这样子, 从阴谋论整活的角度来说, 黄俄的娱乐性是真的很强, 他们总能给你整出些狠活来, 没有没有, 至少看起来不像是开玩笑的, 这个话我就是当时那个, 是当时俄军在弗里米夫卡方向, 从斯塔罗马约尔斯克撤的, 然后当时就, 今天丢斯塔罗马约尔斯克, 明天就要丢斯塔罗马里米夫卡, 垃圾土瓦杂种, 马上要把前线都给让给乌克兰人,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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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当时骂的还挺五言六色的, 骂的是挺五言六色的, 我看的是英文翻译版, 但是依旧很乐, 特别五言六色, 是啊, 就是厨子的很多发言, 事后从最后事实来看, 他确实是认真的, 他要不是认真的话, 也没必要把自己命给搭上去, 这里讽刺点是什么, 这里讽刺点是什么, 就是实际上我们看, 真正在邵伊古和格拉西莫夫政策当中, 获益最大使用人, 是前线官兵, 一层基层官兵, 总体来说我们不得不承认, 就是到今天我们可以骂毛子去年打的拉垮, 没有达成任务目标, 毛子撤军等等, 但是一个基本上稍微尊重事实的人都可以承认的是, 在去年到今年一整年, 作为一场这么大规模的战争, 毛子没有吃过大规模战败, 正值大规模战败是指的损失大量主力部队的战败, 诚然有大量损耗, 有大量装甲等等单位损耗, 但是没有出现过大规模被歼灭战, 实际上如果要真说的话是, 去年毛子恰恰是有些账, 某种意义是可以守的情况下, 他们更多由于担心损失, 不守直接跑了, 而且一跑跑得足够远, 就是理论上来说, 在这个政策当中获益最大的其实就是一线官兵, 但是很多一线官兵还是对于被迫撤退非常不爽的, 当然这里必须说就是你活着, 所以你才能继续骂街, 你看去年跟你们对垒的乌克兰人, 现在还有多少能够活着骂街, 当然多数人不会这么想, 当然多数人不会这么想, 但是就是只能说目前邵伊古和格拉西莫夫挨骂也是正常的, 但是我个人还是倾向于说, 随着战争继续推进, 他们在去年很多的做法被证明可能有过于谨慎, 但是原则上来说都是正确的, 没有犯什么大错, 那乌军也只有一次马里乌波尔, 没有没有, 不止马里乌波尔, 不止马里乌波尔, 在战争早期初期阶段北部被歼灭了不少, 包括在顿涅刺客北部, 卢干刺客北部, 当时乌军还有哈尔科夫周边, 乌军是有不少部队被承建制歼灭的, 然后还有好多部队是撤下去进行长期的修整和整编, 从比例来说乌军的损失是相当夸张的, 格拉西莫夫还不是斯阿芬, 他是啥, 他是喀山人还是哪里吧, 我忘了, 我忘了格拉西莫夫出身是哪, 俄军前线士气总体不低, 我是真不理解为什么北约总在那边说, 俄国人士气低下, 俄国人的动员兵什么的, 俄国人前线那种情况明显士气并不低啊, 因为俄军的防御模式, 往往前线不管是防御和进攻单位, 实际上都得用劣势兵力, 不管是防御还是进攻, 俄军前线对比乌军, 往往是俄军能有更多的炮兵, 然后包括侦察和空军单位支援, 但是真正执行一线作战部队, 往往是要面对人数弱于对方的情况下作战, 然后这种情况下, 俄军在很多方面还能进行局部进攻, 这明显不是士气低的表现, 我觉得欧美有些人就是, 有些人是正耳八经非常严肃的把这个当做分析论据, 就是骗兄弟可以别连自己都骗了好不好, 真是骗兄弟可以别连自己都骗啊, 莫斯科后方没信心也不对啊, 因为实际上之前在俄罗斯国内调查, 大概71%的人认为, 目前战争整体进展还可以, 对于目前战争整体状况是比较满意的, 从数据来看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不是这里为什么说骗兄弟可以骗自己, 还是别骗自己, 因为从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当时北约催乌军发动进攻, 在很多人明显知道, 乌军装备等等各方面准备都不足, 没法突破防线, 他们的依据就是, 俄军士气低落, 乌军一旦进攻, 俄军立刻就会崩溃, 就这真的就属于, 骗兄弟可以别连自己都骗了啊, 然后把准备了整整大半年, 从去年八九月份, 开始组建的乌军有生力量, 全给扔进去了, 以前也有个异国开死欧洲的斐特利也,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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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斐特利也背后有英国人顶着, 英国人给了斐特利也组建另外一支军队的钱, 还是有点不一样, 几个北约旅, 九个北约旅啊, 北约旅的编号是明确的, 九个北约旅加上三个乌克兰自身组建的旅, 总共12个被称为突击禁卫的机动单位, 这个是非常明确的, 编号的话我需要确认一下, 但是北约九个旅这是明确的, 应该拿几个来着, 116 117 118 119这四个, 然后接着是好像73还是71列兵旅, 82空突旅, 然后47旅, 然后接着还要拿几个来着, 是37海军陆战旅应该是乌克兰旅当中的一个, 反正总共9个北约旅, 几个下场都下场了, 都下场了, 82旅和71列兵旅所组建的马罗恩战斗群, 那个战斗群就是最后一个了, 116 117 118 119应该是116和117, 在6月4号开始反攻, 第一天就被投进去了, 然后三天之后47旅和另外一个旅也被投进去了, 这还不算一大堆没有算在突击禁卫当中, 比如说什么128山地旅, 这种被来回拉着救火, 还有一直在巴赫木特那边打的第三突击旅, 就是之前的亚述营都上了, 已经都上了, 72旅不是冥冥旅, 但是72旅是俄罗斯本土志愿者组成的旅, 所以战役应该够, 但是训练水平等等各方面都不是很好, 两个北约旅在卢干斯赫, 从目前来看似乎不是, 我看俄国人那边说, 卢干斯赫那边应该是有局部单位被拆了, 有几个联营级别单位拆分被拆到卢干斯赫, 但是似乎没有大规模的整建制的, 那9个旅没有整建制过去, 从目前来看卢干斯赫那边北约装备规模也确实不大, 应该确实是可能有少数连营级别单位被拆过去了, 不是很多, 47旅和82旅是新北约旅, 82旅去年9月份才组建的, 47旅也是去年8月份还是9月份, 82旅乌克兰人最近自己拍了一个视频, 82空图旅是去年9月份组建的, 你在说什么, 47旅应该也是去年9月份的, 都是新旅, 72旅主要问题是军事纪律和作战能力, 士气一直来说没有, 好像不是太大的问题, 一个旅要训练多久才能进战场, 从去年9月份组建, 我记得训练阶段是持续了3到5个月吧, 反正北约那边说去年23月份很多单位就训练好了, 但是反攻由于一拖再拖, 到6月份才实际开始, 这个过程当中应该还有接受额外的装备和进行额外训练, 但是总体来说从组建到投入战场, 都是大概只有6到9个月的新旅, 如何让士兵更多拥有大局观, 不好意思, 从指挥的角度来说士兵不需要大局观, 士兵只需要街道命令, 服从命令上战场, 从古至今军事都是这样, 虽然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没有错, 但是从古至今在多数时候还是要求, 士兵不需要思考, 士兵需要第一天职是服从命令, 这一点倒是少数在军事上我同意米利的观点, 米利之前说新时代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情况, 叫合乎纪律的抗命, discipline disobedience, 前线部队必须理解情况, 前线部队必须在接收到命令之后, 他们必须要知道什么时候不该遵守命令, 什么时候应该遵循自身判断来完成命令, 这也符合在德尔时期, 当时应该是1880年还是什么时候, 普鲁士皇太子在观摩一场军事演习的时候, 教训一个炮兵上尉说, 皇帝陛下之所以任命你为炮兵上尉, 是因为他相信你知道, 在什么时候不应该服从命令, 重点就是在未来需要的是越来越多的前线灵机应变, 和基于现实的判断和反应, 不是那位说北约旅都不知道就灵了, 那倒是你说说是哪几个北约旅啊, 北约旅是明确存在的, 那要不你说说具体是哪几个北约旅, 我们来对对编号, 没有问题啊, 田县和炮灰部队只用训练一到两个月, 这里的田县和炮灰部队主要是各种国土防卫营什么的, 那些发动进攻的是准备进行突击作战, 而且拿了北约装备的部队, 训练时间肯定要长一些, 布莱德利应该按照之前统计, 至少丢了俄国人国防部给的数据60多辆吧, 公开可确认的好像有40辆以上了, 应该是给的布莱德利已经丢了一半以上, 不过后来美国人补了一批, 后来美国人又补了四五十辆布莱德利, 我现在乌军可不光是预备步兵旅, 就很多国民警卫队单位被拉去一线打突击作战了, 拉伯基诺那边出现了乌军国民警卫队的亚速旅, 那个亚速旅是后来组建的, 原本的亚速营的根正苗红的传人应该是第三突击旅, 不过现在乌军各个单位里面叫亚速的单位有七八个了, 就是把国土, 虽然那个亚速旅是国土警卫队当中战备水平比较高的, 但是这些单位原本一般都是在二线, 或者是在防御当中作为一线来顿化俄军攻势的, 现在他们是直接把这个单位调到一线去打突击作战了, 包括弗里里夫卡方向也出现了几个国土警卫队的单位, 就主要是以轻步兵轻装备为主的单位, 缺坦克缺重装备, 所以明显是预备队不够用了, 他那个明显是预备队不够用了, 这次真的是让好多北约高级武器见光死, 不是, 我的观点一直就是, 有些人对于那些武器是不是有什么幻想, 布莱德利的防护水平是公开的, 正面连个三菱炮都吃不了, 这回送的那批本质是沙漠风暴时代的东西, 那东西正面挨三菱炮就是会死, 就有些人是不是真的觉得北约天兵刀枪不入啊, 觉得整天姓北约叫北约大师兄, 大师兄就可以刀枪不入, 我是真的很不理解, 是这样的, 就是很多人在这次北约装备被摧毁之后, 表现出真实的惊讶, 这是让我感到最震惊的, 就是你们如果只是嘴硬就算了, 你们还真姓北约装备刀枪不入啊, 包二什么防护水平都是公开的, 叙利亚土耳其人都被干了多少了, 就你们在说什么的东西啊, 你们在说什么东西啊, 就这些数据都是公开的, 你们在想什么东西, 因为不而颤雷, 那确实, 那确实, 是啊, 就是好, 你就算说挑二没有明确被击毁, 包二的被击毁多得很, 而且挑二那个防护水平也是公开的, 我就真的信天兵刀枪不入, 我是真的感到很震惊, 就是我们说说也就算了, 你还真心啊, 还要给BBVD忽悠去当龙奴, BBVD是最近又暴露个手册吧, 是暴露个什么的手册, 阴师还是什么的手册, 是阴师还是台风, 好像台风, 好像台风飞行手册, 就也挺神奇, 也挺神奇, 在吹包二被打了也不死人, 不不不, 现在欧美几件套是这个样子, 现在欧美几件套是这个样子, 我有一个乌克兰朋友告诉我, 那辆挑二没事, 那辆挑二挨了地雷之后非常安全, 成员全部安全逃出了, 坦克拉回去修修还能用, 没有, 是成员为了防止被俄罗斯俘获自己引爆的车辆, 不要听信俄国人宣传, 然后俄国人后来应该直接把那个机会, 那辆挑二的视频给放出来了, 按照他们说法是个反坦克导弹组打的, 那个爆炸看起来也确实是像是反坦克导弹, 欧美还在那边特别是英国人, 那辆坦克是触雷之后车组成员离开, 接着俄国人后来无人机捕刀摧毁的, 车组成员都没有问题, 都很安全, 大家放心, 我就有必要吗, 有必要吗, 就挑二会死, 这又不是什么惊天地气鬼神的东西, 干啥非要给自己立一个挑二天下无敌的人设呢, 而且挑二标准版被短号是可以乱杀, 这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特别是挑二主要后的是炮塔, 车体正面防护也就那样, 斯巴达战士不会阵亡, 而是失踪, 还有各种经典的, 各种经典的, 俄国人击毁的不是真车, 这是诱饵, 然后车组实际上都逃生了, 其实我是真的很质疑, 有些是真的老资格, 像罗伯里什么这些人都说, 乌克兰人用这些北约装备被摧毁之后, 安全性好得多, 他们能够逃生, 我当时就是种, 罗伯里你别真是骗兄弟可以把自己给骗到了, 你像很多老布莱德利, 然后包括斯崔克, 哪有什么极高的生存性, 那些东西挨了破甲弹, 你们都不知道是什么鬼样子, 哪来什么所谓的极高生存性, 那些东西生存性相比新的BMP2, BMP3真没好多少, 就你在吹什么东西啊, 你在吹什么东西啊, 然后包括那一堆被反坦核导弹爆, 或者被炮击爆的反地雷车, 他就不是为了防那种武器设计的, 你在吹些什么东西, 对英国已经没法造条案了, 连挑战者3都是拿挑二的车体先改的, 那挑二真帝皇独人, 人类帝国尽是我自己, 挑二丢一辆少一辆, 那都不是帝皇独人了, 难得掠习者是吧, 罗伯里是越来越没法看, 我觉得倒是, 考夫曼开始越来越爱惜羽毛了, 就考夫曼现在关于俄乌的发言越来越少, 就算有的话很多也是大不投, 考夫曼应该也意识到目前乌军情况确实不太妙, 但是有几个去年开战之初还算客观的, 现在真的是就是已经是脱离军事常识了, 按说水平应该不只是那样的, 只能说屁股做歪了是真的会改变人的, 这是真的是, HL是哪一个? 不过也可以理解, 这个就是跟当年国内一堆支持自由军, 最后支持着支持着跑去支持IS, 是一个鬼德性吗? 就不能转变立场, 必须要坚定的反阿萨德, 那不是只能支持IS了吗? 而且说句老实话, 就目前欧美几个正经的乌有, 我没看到有人大吹特吹F16的, 就国内是怎么会对F16有幻想, 我是真的不能理解, 我是真的就是你对啥有幻想都行, 为什么会对F16有幻想? 一个从90年代开始, 就跟我们不停打交道的老对手, 你还对F16AB级别的飞机有什么幻想, 就很奇怪很奇怪, 就这玩意儿我们又不是没见过, 不是,有必要说明, 就是有些段子是有问题的, 有些段子是有问题的, 有些在那边说什么歼7对F16吃亏, 是有问题的, 有必要说明, 对岸拿到F16都挺晚了, 因为什么? 当年美国人还是讲点道理, 当年是有默契, 就是美国出口的东西, 和我们拥有的东西, 在性能上不会有太大差距, 当年是有这个默契的, 对岸真的拿到F16的时候已经很晚了, 应该都99几年, 95年还是96年了, 就是他们拿到F16的时候, 其实我们已经差不多是苏27SK了, 虽然F16由于航电什么方面, 相比苏27SK是有优势, 但实际上没有很多人那么一把鼻涕一把泪, 什么歼7对F16, 不能说没有过, 但实际上双方差距真的不是很大, 就F16从来没有真正说, 在我们这边说是有什么超神地位的时候, 有些实际上都是2000年之后的一些伤痕文学, 一些是一虎思填写的, 不是F16A还是比米格29A强多了, 就16A在航电等等各方面, 比米格29A强了不止一点两点, 彼得雷乌斯事件对反攻预期是真心的吗, 我倾向于是真心的, 我倾向于是真心的, 首先有几点, 彼得雷乌斯对于常规战其实并不存在好, 彼得雷乌斯成名主要是因为他治安战手段, 他对于常规战美俄装备对比真的不在行, 第二个是彼得雷乌斯当时看战损比他是相信的Oryx, 而Oryx的倾向性和偏向性都很明显, 就是彼得雷乌斯还是很多欧美老专家, 他真的看互联网消息, 以为乌克兰对俄损失比1比3, 乌克兰拿着劣势装备大败俄军战损比大优, 就这是这场战争导致很多专业人士分析出差错的根本问题, 如果用NGA的话说叫, 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 很多人是假定看了之后直接就当作是这样, 然后对这个结论找原因, 但是这个结论本身就有问题, 稍微关注点的都知道战损比不是那么一回事, 感谢If I believe that SC, 你的基本情报是错误, 那你再怎么分析也分析不对, If I believe that SC, 个别自媒体和日媒爆出所谓美国宪兵队压解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阿奎利诺是否真有其事, 美西媒体似乎没有跟进报道, 该人真被解释了吗, 点评一下我知道了美韩黄海军演相关情况, 后者我完全不知道, 我承认, 因为后者不是我关注重点, 所以后者我确实完全不知道, 前者的话我倾向于等等, 我之后看看吧, 我之后看看吧, 我倾向于等等, 是这个样子, 就是我关注这个小报媒体, 如果这类事情真的确认的话, 那些小报媒体肯定会报的, 你像当初2020年的时候, 当时航母舰长出事铺天盖地的报道, 就是我个人倾向于是这样, 就是如果某件事有可能是真的, 那大概率我关注的几个信员会有报道, 至少有那么一两个, 如果我关注的所有信员都没有报道, 那我倾向于我就自动当它是假的, 就这里必须要说, 就国内在包括小报和小道消息这方面, 我确实不太信得过, 我确实非常信不过, 因为什么我关注的西方小道消息来源, 都是属于他们自己长期做这个, 所以他们知道有个公信力问题, 他们知道如果报的假消息太多了, 会被大量人骂, 他们会丧失公信力, 丧失市场, 所以就算哪怕他们报的是不太靠谱的, 小道消息假消息, 他们一般也会等一等, 他们如果都开始报道了, 那大概说明是, 他们认为这个消息有相当可信度, 而就不客气的说, 国内很多信源, 我觉得真的是就没法看, 就真的没法看, 今天这个帖子说法是你发的, 可爱心, 可爱心, 当时克鲁泽尔那个闹得很大, 我说那些人一年半了有没有改口, 改口最多是个乌克兰人, 改口最多是两个乌克兰人, 一个是亚里斯托维奇, 另外一个是罗布斯克, 那两个人是改口最大的, 罗布斯克从去年一开始的乌克兰必胜, 到乌克兰指挥部为什么做出了这些决策, 他们导致我们损失了很多不必要的士兵, 导致我们英勇士兵付出了不必要的代价, 然后再到今年罗布斯克就是输输输输输, 包括之前那个, 就是那个康伞尼多夫卡吧, 那个市场被炸, 可能是被美制哈姆导弹炸, 他第一个跑出来说, 这是乌克兰导弹炸的, 他现在我觉得已经正式进入乌必输状态了, 波罗申科没有反转, 波罗申科没有反转, 不是罗布斯克也不是正常人, 罗布斯克那人精神非常脆弱, 就是他是乌克兰版的速胜转速败, 他是包括去年赫尔松开始, 就是当然从现在来看当时对的, 我个人觉得他其实算是比较清醒的, 他去年赫尔松反攻刚开始, 头减损失惨重, 他就说这没戏了, 而且事实证明最后赫尔松俄国人撤, 也确实不是因为乌克兰人进攻, 但是当时就很多人嘲讽, 去年你赫尔松那么悲观, 然后后来俄国人撤了, 今年你反攻也这么悲观, 那肯定我们也能赢, 然后事实证明今天他是对的, 今年他也是看到第一批鲍二和布莱德利坟场, 就开始骂骂骂骂骂, 不过俄乌双方都同意, 罗普斯克是个精神非常脆弱, 他是看到前线丢一两辆车, 就要开始浙国怎定体问我现司, 原乌估计是首先东欧手里的F16AB, 不好意思东欧人还比较清醒, 波兰明确表示不会援助, 目前最大有可能援助的是什么丹麦荷兰, 荷兰人好像都说不援助了, 荷兰人又改口说那些F16AB太古老, 他们状态不好不想援助, 目前来看可能真就什么丹麦这种欧洲新一代魔政国家, 有大概率援助, 没有说不援助比利时丹麦和荷兰应该会援助, 澳大利亚的F18AB是AB吗?是AC吗?还是什么? 是CD吧?澳大利亚是CD吧?F18CD吧? 目前没有任何迹象表输澳大利亚要送, 会不会有台风?可能性不能说没有, 但是不大, 而且说真的台风送过去可能真要神话破灭了, 台风其实不是很新的, 台风在今天俄乌战场也就基本上跟苏35同级, 台风的航电容也太老了, 其实不是很新, 而且台风的低空性能我记得也不是特别好, 另外英国人台风战备率非常值得存疑, 因为欧洲几个买了台风的国家, 都爆出台风妥善率极低, 英国人自己没有爆, 是因为台风基本上可以算是英国的飞机, 但是英国人自己台风状态有多好, 我觉得也不好说, 奥地利甚至宁愿赔本超低折扣架, 也要把这批台风处理出去, 因为维护状态太糟糕了, 处理给印尼了, 有个乌游老在讲配预警机, 预警机配16爆杀苏35, 那你应该问他, 现在乌克兰上空哪里有乌克兰或者北约的预警机呢? 那些飞机全都在波兰或者黑海呢? 现在乌克兰上空的预警机基本上有也只有俄国人的预警机, 这里的问题是, 到时候配预警机的是苏35而不是F16啊大哥, 其实他们这些货色就是想骗流量的装风卖上, 不, 真不是, 真不是, 当你接触了这个圈子以后, 你感到最震惊的, 就是他们如果真的是江湖郎中骗子, 那还算了, 我觉得还可以理解, 你真的会感到震惊的是, 有多少人真正相信他们在说的话, 这是最令人震惊的,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 我接触的圈子都这样, 最令人震惊的就是, 你们居然真信啊, 你们居然真的信啊, 问他了, 他说北约肯定的单方向透明, 是, 对, 说起这个有人说俄国预警机不够, 他天天被空袭, 那你跟他说美国人在伊拉克几乎天天吃, 就也不算天天, 但几乎是了, 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美国人也天天吃无人机怎么算呢? 美国人预警机够了吧, 那怎么美国人还天天吃无人机空袭啊, 伊三从罗马尼亚起飞, 看到最远距离托克马克, 理论上确实有可能, 你飞到黑海那边, 应该还真有可能看到托克马克, 这是有可能的, 不过实际上啊, 现在用的更多还像RC-135这种, 因为主要是对地目标侦查, 为什么说很多人是真信呢? 因为他们真的不赚钱, 就你为赚钱说瞎话我都可以理解, 但是自己不赚钱还坚定的相信, 这个就只能说比较厉害, 我只能说比较厉害, 俄国人在飞机上放轮胎有没有回答, 大概率没用, 但比没有好, 图个心安, 真正有用的是, 有部队在那边拉个简易机库, 外面罩了一圈铁丝网, 当然可能也没用, 就是如果对方无人机引爆了, 碎片还是会对飞机造成伤害, 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图个心安吧, 图个心安有比没有好, 有比没有好, 看到基洛级被打又特别高潮, 论点是有五代机高潮的人挡不住这种袭击, 哎呀, 再正常不过了, 再正常不过了, 没什么奇怪的, 就还是那个问题, 这场战争的关键是, 你究竟把很多现实归结于俄国人拉垮, 还是现代战争就这样, 我个人倾向于是, 从过去20年战争来看, 现代战争就这样, 你就是挡不住, 美国人也挡不住, 俄国人也挡不住, 大概率未来我国也要面对同样的问题, 然后可以挡住很多, 可以做到不让它影响到根本意义上的战略, 战役层面, 这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你说完全挡住一个不漏, 技术层面上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就算技术上可能, 成本也不划算, 他就这样, 他就这样, 相控阵引导的高级反无人机, 那么问题来了, 这种相控阵引导的高级, 您准备配在哪一个级别呢? 班牌连还是赢, 你配到银级别, 那个高级防空半径太小, 你配到班级别, 那一整个班的人头加起来, 可能都不如那一款相控阵高级来的之前, 一个非常客观的问题, 美国人在伊拉克的抚恤金标准, 一人30万美元, 一个班12个人360万美元, 那相控阵, 美国那个斯瑞克防空车, 那个上面用的应该是相控阵雷达, 是相控阵毫米波雷达吧, 那防空车一辆好像七八百万, 就不好意思, 您一个班的人头不如那相控阵雷达之前, 激光反无人机起来会不会有改观? 我的观点是, 激光反无人机其实主要还是和平时期用, 特别是城市环境, 因为城市环境你用实弹有可能会伤到背景的房屋, 楼房等等, 但是野战的话, 激光防护其实未必比实弹效果来的好, 激光防护无人机有几个问题, 一个是毁伤效果太小了, 激光多数时候难以造成结构性毁伤, 它更多是通过打摄像头等等, 如果要进行结构性毁伤, 往往需要进行持续照射, 而对高速运作的无人机, 想要保持照射时间比较困难, 如果你要便携的话, 激光功率还要更低, 总体来说目前激光防御效率其实不比实弹好的, 然后激光设备的野战维护其实也挺麻烦, 相控阵雷达还是要看, 就是要看你有多少个TR单元的, 然后包括看你的运作距离啊, 灵敏度啊等等这些, 你如果要有效防空的话成本还是不低, 当然我国成本肯定比美国人成本要低多了, 但是也没有那么低, 最好的防御可能就是进攻, 就是我之前说的, 我们现在战争实际上越来越激进于换血, 重点不是无伤, 重点是在敌人把你打死之前, 把敌人打死, 你有两个选择, 一,让你自己的血条够厚, 二,你输出更高, 双方互相玻璃大炮对锤, 比的是谁先死, 主要是这个, 然后防御主要是通过闪避, 而不是硬扛, 你如果被打中了, 你是扛不住的, 美国老为什么军费那么高, 军工那么拉垮, 采购量太小, 美国人新装备海空, 陆海空采购量都太小, 像那个斯瑞克防空车, 总共订单好像初期才20多辆, 工厂要赚钱啊, 工厂要回本啊, 这个东西就是你买越多越便宜, 你买越少越贵, 日本人也是, 你买越少越贵, 然后越贵买越少, 越少越贵, 因为核心问题是别人工厂要盈利, 工厂是民营厂家要赚钱, 这里就体现出为什么军工是国营的最好了, 国营给你发工资, 然后接着国营给你定价有最低要求, 你成本是可以控制的, 美国人现在的问题是, 我工厂我今年要发绩效, 我必须要赚1000万, 你买10台我也是1000万, 每台100万, 你买100台我也是1000万, 或者涨一点1500万, 每台10万或者15万, 它的定价就不是按照成本来算的, 它是按照预期盈利来算的, 但是战时产能那可就, 那就不存在战时产能了, 因为你没有办法, 你必须缩小规模, 你必须控制包括人员规模等等, 然后你的武器装备为了是, 为了卖高那个价, 卖到那个价你越来越精工细做, 把武器装备造成奢侈品, 美国这样成本简单, 秃秃几个军工高管没用的, 没用的, 它不是秃秃几个军工高管, 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顺便说一下, 很多军工高管, 就是从军政两界退役过去的, 美国军工企业和政府是有旋转门的, 否则也没有几个人愿意去当军工高管, 很多人愿意在军工企业干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你在军工企业干活之后, 有可能跑去什么国防部当顾问之类的, 否则的话军工企业给的工资真不行, 相比什么金融啊什么等等这些, 这个问题不光是美国, 这个问题不光是美国, 我国前几年出现的类似的抱怨也不少, 简单来说和平时期军工, 军工就是人下人, 没办法, 你和平年代每个国家采购的军事产品, 军工产品就只有那么多, 和平年代真就人下人, 没什么办法, 没办法的, 俄国人开战之前有几家军工厂都要倒闭了, 有什么高招解决问题, 核心是得有产业规划, 也是我之前说的, 之前有人说能不能多开几条生产线, 我当时就说你多开几条生产线, 四五年把单子做完了, 然后这场准备喝西北风吧, 军工最好是有长期稳定规划, 细水长流, 我现在开始预期未来的需求, 而不是我今天赶到压力, 我一年要200架, 明年没压力, 一下子打到20架, 这是美国九十代军工界出大问题的根源, 之前军工界的繁荣吸引了太多人, 然后接着政府突然军费砍一半, 军工界单子大减, 大量裁员, 大量人员流失, 是待遇大幅度下降, 你需要有一个大致稳定的规划, 我今年20架, 明年25架, 后年30架, 然后这样一来呢, 产量一直在增加, 你有个盼头, 你收入有个预期增长, 它需要一个规划的, 这个不光, 不管是国企和私企, 你都得有这个规划, 如果一直保持了代理人战争有利于军工吗, 回答不一定, 既有正面案例, 也有反面案例, 正面案例, 伊朗在一次次的代理人战争当中, 打出了自己的导弹和无人机产业, 打出了世界认可度, 现在甚至可以出口, 负面案例, 美国人打代理人战争, 最后结论是, 我们需要2000辆反地雷车, 然后把自己的很多产业, 包括导弹, 包括坦克, 装甲车, 正经装甲车产业什么, 几乎都完蛋了, 所以有正面案例, 也有反面案例, 到最后还是这个问题, 美国人输, 今天美国人面对的问题, 并不是因为美国人好战过头, 侵略成性, 而是因为他不会打仗, 这是一个技术问题, 不是方向问题, 包括我一直谈越南战争也是, 越南战争, 美国人其实不是没有胜算, 他们有胜算, 但同样的, 它不是一个战略问题, 而是一个技术问题, 你要说过去二十三十年好战, 说老实话, 没有几个国家比得过伊朗人, 当然这里不是负面意义, 伊朗人那么好战也有原因, 但是伊朗人这么多年, 在相对来说还能维持经济发展的情况下, 硬生生的拖垮了一个比自己体量大多少倍的美国在中东, 这是技术问题, 这是技术问题, 看到的时候, 前期战争用T72, T80, 战争最后一段开始用T54, 战争开始挑战者用到库存里面的百夫杖, 我说它是一个曲线, 它是战争开始你是新装备, 然后接着大量损失, 新装备补上, 开始大量使用库存老装备, 然后接着当有需求上来了, 新装备的产能又上升, 到后期又变成大量新装备了, 就是早期T72, T80, 中间T54, 到了晚期可能又变成全T90M, 有可能是这种曲线, 怎么多快好使能打仗, 我说伊朗人依旧优势还是那个, 就是伊朗人愿意拼人, 这一点依旧是关键, 伊朗人是真的是, 他们为了省钱还能打赢仗, 他们真的愿意拼人命, 他们大量高级军官到一线, 校官级别跑去干卫官, 甚至士官的活, 他们知道一线什么情况, 他们知道一线需要什么东西, 这是最关键的, 高级军官正儿八经去实战一线, 是伊朗人的愿意拼人和乌克兰人送人头, 是不一样的, 乌克兰人就是两者的区别, 就是给我上和跟我上的区别, 我这么说大家应该就能理解了, 不会被斩首吗, 会, 所以你可以看看伊朗人在叙利亚丢了多少个将军, 然而那又怎么样呢, 然而那又怎么样呢, 事实证明在现代这种高度分散化结构下, 丢几个将军不可怕, 但是将军搞不懂前线情况更可怕, 伊朗人确实丢了很多准将级别, 上校级别, 丢了不知道有多少, 现在美国搞死过哪个国家, 伊拉克, 海湾和二一, 然后美同样的, 还有一个什么, 同样是保人, 我们看到今天美国人和俄国人也不一样, 就是俄国人虽然保人, 但是俄国人还是愿意发动进攻, 哪怕在进攻的过程当中, 他们显得有些时候打得很怂, 大量用前期火力准备, 然后到最后关头才投入突击部队, 但是美国人当时在伊拉克和阿富汗, 是真的可以做到说, 为了保人我不打进攻, 常规部队完全不打进攻, 所有进攻的压力, 全都被压在了特殊部队身上, 所以哪怕是保人, 也有不一样的保人, 美国人的一个重要问就是, 你别看他人死的少, 他钱花的是真的多, 拿了大笔大笔的钱, 去贿赂当地部落, 维持短期的暂时性的稳定, 然后买大量大堆大堆的返地雷车, 但是最后问题是, 你没法纯靠防御打赢仗, 你到最后输了, 你所有都是打水漂, 米利总长走了之后, 继任者我不说了吗, 应该已经确认是查尔斯布朗了, 策略会发生出什么转变, 从他的背景来看, 查尔斯布朗会更多的倾向于关注海空军需求, 而且他的目光会更多集中在亚太地区, 从背景来看是这样, 米利的注意力明显是集中在欧洲的, 他的过去的履历, 包括他的改革目标, 都是如何和俄国人在欧洲打大规模常规战, 而布朗的履历来说整体是亚太, 所以可见的未来我会说, 中美在亚太方面的军事冲突会变得更高, 将军活着再多打不赢, 一切都是在白打, 但是对将军来说不是这样, 你要理解,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 当你研究伊朗人越多, 你就越知道他们做成那样是多么的不容易, 和多么值得尊敬, 以及外界的借鉴和学习, 你说这话没错, 将军活得再多, 战争没打赢, 一切都是白打, 没错, 但是对于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那帮混的将军来说, 不是那么一回事, 对于他们最重要的绩效是, 我在任的时候不要有人死, 花多少钱我都愿意, 不打仗不进攻我都愿意, 打不赢可以别死人, 然后接着我任期满了, 我高升了, 我反正能拿更高工资, 我退休之后能去军工复合体, 从他们个人角度来说, 是非常合乎逻辑的, 是非常合乎逻辑的, 恰恰相反, 对于伊朗那批将军, 很多不是年纪轻的, 很多是打过两一的, 正儿八经两一滚出来的人, 他们的地位是有保障的, 然后这也是我一直觉得, 美国人在那边说, 革命卫队臃肿膨胀, 革命卫队腐败不堪, 我个人从来不信, 而且我说我看的数据越多越支持这种观点, 为什么? 我不相信一个腐败不堪, 极度无能, 自私自利的组织当中, 会有一帮已经功成名就的高层人员, 宁可自己冒生命风险, 跑去一个遥远的, 跟自己故乡十万八千里的地方指挥打仗, 这样的组织, 我不认为它会是一个臃肿无能, 只顾自身利益的组织, 如果三战爆发, 欧洲只能看着自己死吗? 从目前来看对欧洲最大的威胁是由自身经济停滞和缺乏前景, 内部政治分裂所带的内部分化, 而不是任何形式的外部战争, 加拿大和墨西哥未来有没有可能和美国反, 未来有可能, 短期目前来看没有这个可能性, 波兰的常规军备其实被过度夸大了, 我之前就谈过这个问题, 波兰人一个大问题是什么? 贪多嚼不烂, 这个问题在之前就存在, 这也是为什么我对波兰现在所谓的大规模军构构极度不屑的原因, 波兰在之前陆军和空军都抱出来什么问题? 由于工资标准过低, 甚至有说法是相比苏联时代都没怎么涨, 然后导致的问题是, 装备有很多缺维护不能动, 而且装备的操作人员极少, 包括空军飞行员, F16和米格29都没人飞, 因为工资太低, 大家都跑去民航了, 波兰人相比他的军费规模, 他的军备装备规模是极其超标的, 而这必然有其代价, 其代价就是波兰人的实际战备率并不好看, 这一点可还会有很多人说, 波兰是欧洲武德最充沛的国家, 我的观点意思就是, 波兰就算不是完全的纸老虎, 他远远没有装备纸面数据显示那么强, 而目前这一波波兰的疯狂采购潮, 在可见的未来只会让这个问题变得更严重, 他们是真的只管买不管用的, 加拿大怎么和美国反目, 从历史上来看, 美国和加拿大敌对时间, 比两国处于友好和平关系的时间, 差不多, 差不多, 头130多年美加之间敌对关系可不小, 美国大核兵一个月拿多少钱, 目前的话一个11B普通步兵, 年薪应该是在55000到6万左右, 不算各种福利和补贴, 假期和医保, 那么月薪的话应该是, 假设不拖欠的话, 因为今年出现过拖欠, 假设不拖欠的话应该是一个月5000刀左右, 应该差不多, 4500到5500这个样子, 感谢YMY178的SE, 听了那么久就是嘴硬, 总是不经意间透露政治的三观, 可还行, 可还行, 不看现代看古代, 但是肯定你要参照历史, 肯定要参照历史, 难道你看我国历史不追溯过往历史吗, 难道你眼中历史只有昨天和今天吗, 波兰飞行员是吧, 国家领导人完灭的水平, 卡钦斯基是吧, 说起来卡钦斯基坠机那个事件真是冲向, 就那个事件确实是非常之诡异, 到目前为止也没个定论, 他当年应该是刚参与过卡钦森林纪念活动, 然后飞机应该在俄罗斯上空坠机的, 关于那个事一直存在大量阴谋论, 我直觉告诉我以普及那样的态度, 应该不可能说在当年俄欧关系良好时期, 把卡钦斯基弄死, 但是那个事件的疑点确实太多了, 那个事件的疑点真的太多了, 现在扎布罗克战线怎么样, 基本上转冷没什么变化了, 过去一周基本上很稳定, 没什么变化, 我不认为波兰做好准备, 就我认为如果波兰开战, 他表现整体来说不会比乌克兰好太多, 可能差不多吧, 就是靠动员是可以的, 呃, 北线最近也比较稳定, 俄军好像也没有太多的新的突破, 北线再度进入僵持状态, 反正目前前线地面战斗就是总体来说, 最近一周其实都比较安静, 啥空军部长酒后驾机, 是, 就是卡钦斯基当时确实很反俄, 我同意, 但是在他还在自家领土上, 然后把他飞机搞下的也太夸张了, 再说了当时俄罗斯和欧洲关系还不错, 普京真犯不着玩这出, 北线是这个样子, 就是因为北线现在俄军其实已经比较靠近酷皮杨斯克了, 然后酷皮杨斯克周边目前在拔周边几个据点, 但是北线是这个样子, 北线就常年是要么没消息, 一出消息就大消息, 北线是这个样子, 俄军在北线信息基本上寂寞, 包括很多互联网信源, 基本上也都没什么来自北方的信源, 主要是中线和南线, 然后乌克兰人自己肯定是不会报说北线怎么样, 因为北线对他们不利, 所以就是北线你只能等段时间看俄国人战报, 你只能这个样子, 但是越靠近酷皮杨斯克理论上来说肯定是进展越慢的, 除非乌军完全崩溃, 北线目前俄国人肯定还在进攻阶段, 但是确实没什么太多消息, 美国如果内战LGBT会掌握多少美军, 回答不知道, 因为是这个样子, 你要理解, 不是所有的LGBT都在政治上属于LGBT阵营, 要理解这个问题, 他不说你号称代表LGBT, 我是个同系链, 我就一定跟你干, 他不是那么一回事的, 所以回答就是不知道, 回答就是真正那一天出现之前, 真正美国明确出现林立派系混战之前, 没有人知道, 感谢USDCS, 双汇未经三观不正, 很可爱心, 美国内战这个问题太复杂, 我们之前谈过几次, 今天不深入涉及这个话题, 这个话题比较麻烦, 阿帕奇的毫米雷达, 当时算是高级间科金, 不算, 毫米波雷达是非常必要的, 对于直升机有效提升, 对地面小型目标探测能力, 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那个顶个球是很必要的, 经济第一为啥派系对立, 经济第一当然有可能出现派系对立了, 那照你这个观点, 清朝不可能内部分裂了, 太平天国不可能打起来了, 经济第一就不能内战的呢, 觉得太散装反而不会内战, 不不不不不不, 首先第一个问题, 美国绝对称不上散装, 美国绝对称不上散装,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 美国如果内战, 其原因潜在政治导火索, 可能是很多人都不太熟悉的, 像包括堕胎这类, 你如果真的要我说, 今天美国除了说是广泛意义上的贫富差距, 政治分化等等危机之外, 最有可能导致未来美国爆发内战的什么问题, 我会告诉你, 甚至不是我接下来谈的LGBT问题, 我会说堕胎, 堕胎是个正耳八经, 在某种意义上, 它已经越来越跟当年奴隶之接近, 它是一个同时有极强的道德色彩, 宗教色彩, 民间讨论度, 民间分歧, 年龄层代沟, 以及涉及到各州权利和人口结构的一个政治问题了, 堕胎问题远比很多人想的在美国社会带来的更大的分别, 你如果要说的话, 一个典型案例, 在上个世纪美国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当中, 我记得原因最多的30%以上就是堕胎, 就是反堕胎派对堕胎诊所进行的恐怖袭击, 这玩意儿是正尔八经有前科的, 正经有前科, 它有先例的, 不, 涉及经济, 堕胎问题涉及经济, 为什么? 支持堕胎的普遍是城市区域, 反对堕胎的普遍是乡村区域, 它和这些区域的经济结构, 价值观, 社会认知等等都有关, 它和经济是明确有关系的, 今天对于堕胎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反堕胎派, 反堕胎派和轻堕胎的矛盾有一个和当年南北战争之前是有类似之处, 就是反堕胎派担忧, 由于堕胎, 像当年啊, 南方有一个担忧是什么? 南方为什么当年对于处理在北方的逃亡南方努力有巨大的追求, 非常执着于这一点, 这也是导致南北人爆发的原因之一, 当时南方的一大恐惧是, 北方给所有黑人以自由, 北方在积极接纳来自南方的逃亡黑奴, 同时北方有一群组织这些黑奴的非常激进的废奴主义者, 比如说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 他本人是逃亡黑奴, 后来在底特律还是芝加哥吧, 芝加哥在芝加哥有报纸不停的抨击南方, 南方当时担心就是, 你大量吸收我逃亡奴隶, 你还反对奴隶制, 你会不会哪一天把这些奴隶组织起来变成一支军队来冲过南方, 他们担心这个问题, 同样的今天反堕胎派的担心的问题之一是, 你们在那边允许堕胎, 你们在那边乱搞乱生, 你们生育率比我们高, 你们是不是要之后搞成靠着人口多数, 来把什么LGBT, 来把各种别的问题进枪等等, 强行灌输到我们保守派头上, 这一点机制上来说, 和当年南北战争废奴制矛盾有着很类似一个机制, 是你可以说跟村斗思路没两样, 到最后的问题是谁人多, 不是, 你要理解很多美国反对堕胎派的逻辑理论是什么, 注意这个逻辑理论不仅仅是宗教和道德的, 很多人假定这是个纯粹宗教和道德理论, 不是, 这里的逻辑理论是, 如果我不许堕胎, 女方生下来就必须要养, 多数人是没有那个胆子说去抛弃的, 或者是把婴儿随便扔掉的, 如果女方知道自己生下来必须要养, 那女方就会自重, 女方就不会滥交, 所以推进度反对堕胎, 实际上到最后会改善社会功德以及相对控制人口增长, 这是很多反堕胎派的理论, 而且确实有一定道理, 我会说确实有一定道理, 那凭什么要女人承担成本, 因为男人是真的可以跑路的, 因为男人是真的可以跑路的, 美国历史告诉我们, 美国历史和现状都告诉我们, 多数时候承担这个成本的是女性, 男人真的可以跑路, 现实情况就是单亲母亲数量多, 除非你能找个办法让男的十月怀胎, 那有可能是女的跑路, 否则现状就是男的跑路, 老宝没听说过长孝避孕药吗? 不是, 这不是一个避孕的问题, 这不是一个避孕的问题, 它不光是一个避孕的问题, 再说了很多人就没有考虑这些的, 很多人就没有考虑这些的, 理智堕胎派的核心论点就是, 堕胎有之助于控制人口, 而为什么要控制人口呢? 归根结底原因是, 城市人口增长速度快移乡村, 如果继续这样下去, 保守派在人口上, 在未来十几年是一定会被碾压的, 他们必须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 包括在保守州, 在很多被认为是铁杆保守州, 你像包括德州什么的, 首府实际上往往大城市, 也是自由派占优, 也是民主党支持的占优, 他们必须要考虑这个人口问题, 看法治节目真有女方跑路, 男的养是这个样子, 生下来之后, 女的跑路, 男的养的很多, 但是问题是, 很多男的是生下来之前就跑了呀, 或者是你根本不知道他爸爸是谁, 这种情况也不少的, NNN哥又来了, 不只是黑人跑路, 黑人比例确实高, 但是白人比例也不低, 大家比例并不是很低呢, 我们举经典案例, 奥巴马不就是吗, 奥巴马不就是吗, 他爸当年不就是跑路了吗, 虽然他爸应该是生下他之后跑路的, 没有, 他爸应该是生下他之前就跑了, 对, 就奥巴马就是个典型案例嘛, 跟服务色没什么关系, 这问题是个典型的社会阶级问题, 穷白人一样跑路, 只不过黑人贫穷率高, 所以黑人跑路多, 贫穷白人一样跑路多得很, 感谢风机友人卡安P的SC, 刚刚搜到欧洲红左网站, 看了七八个被气晕了, 好一点的在谈对动物的工业化剥削, 坏一点的说要在我国重建社会主义, 真是气得老口腾, 就你看的越多越知道, 为什么这帮人不能成事, 然后包括今天在欧洲各国流行的, 在英国和德国等地流行的, 坐马路中央赌大马路, 就我近三个月已经看到, 无数个马路中央赌大马路, 然后各种和被赌的上班族开干, 甚至还有警察在那边, 把上班族给劝开劝驾, 就是你只是上班迟到, 他们在对人类环保事业做贡献, 应该是最近一个在德国的案例, 我当时是真的看你开玩笑吧, 好像还是个交通警察, 还是个交警, 不过他们应该没有专职交警之分, 反正有个上班族冲过来跑, 又揍那个环保主义者, 想把他拖开, 想把他拖到路边准备开车过, 警察还拦着他, 我就觉得这就真没什么好说的, 真没什么好说的, 是特别逆天, 而且近几个月特别特别多, 今年特别多, 对, 包括桑伯格环保少女, 环保少女也去搞了一次, 被拖走了, 当然在这个问题上, 我还是那个观点, 那谁叫你们欧洲人自己蠢呢, 你们把这帮人投上台, 你们就要考虑到后果啊, 英国还不一样, 英国我估计还放弃吧, 法国人和德国人, 那是谁导致了这一切呢, 那是什么人导致了今天这帮人这么猖狂呢, 你们要不要自己想一想, 你们要不要自己想一想, 就像亚里斯托维奇说的, 你们给这帮人投票, 就是为了让这帮人对你说, 你很棒, 你在道德上站在制高点, 然后让你们自己自我感觉良好, 现在后果来了, 那谁叫你们德国人投票, 不就投为FD呢, 德国法国我都是尊重祝福, 就法国人也是, 我的观点就是, 去年马克龙再度选上之后, 我是真的, 我对法国人未来的遭遇, 不会再有死好的同情, 要是再有人以后说, 法国各种可怜, 什么不管是以什么原因, 我觉得都是一个回话, 那谁叫你们自己, 把马克龙重新再选上去了呢, 第一次任期被骗, 我还可以理解, 当时马克龙做秀做的好, 马克龙和乐庞两个人, 都没有明确的执政经历, 你们可以说, 你们觉得不懂政治, 受到马克龙的欺骗投了马克龙, 第二次你们还来的, 就是你们自己蠢了, 我没有任何别的解释了, 那你们自己活该, 马克龙第一个任期干啥了, 回答啥都没有干, 我们现在回去总结, 马克龙第一个任期干了什么, 加入了一带一路, 但是加入跟没加入差不多, 号称要改善对华关系, 号称跟没, 做了跟没做差不多, 号称欧洲需要独立自主, 需要更多的作为欧洲, 而不是作为美国附庸思考, 做了跟没做差不多, 那么马克龙到底做了什么呢, 回答他做了跟没做差不多, 请注意, 手毛型都是奥朗德干的, 那甚至不是马克龙, 马克龙实习新月沙丘到19年, 已经失败了, 21年撤的吧, 所以也失败了, 做了跟没做差不多, 干预西非做了跟没做差不多, 解决法国经济问题, 做了跟没做差不多, 是, 他的总统当了几乎跟没当差不多, 就是我们来具体谈政绩, 大家都嘲笑, 奥朗德当了跟没当差不多, 就是说句老实话, 在这个方面我不得不说, 就是这里没有任何性别歧视的意思, 我的个人观点是女性喜欢马克龙, 我可以理解, 但是为什么很多男人都更喜欢马克龙, 我个人是不能理解的, 为什么呢, 因为奥朗德的老婆和情人, 比马克龙老婆好看多了, 说真的, 就这两个人都没有什么政绩, 但是我承认, 就作为一个男人, 我会说我更加喜欢奥朗德, 我至少可以公开的说, 我觉得奥朗德作为一个男人, 还是非常成功的, 他做到了一国之主, 然后有个挺漂亮的老婆, 还有个挺漂亮的情人, 奥朗德的老婆和情人, 我觉得都还挺好看的, 他那个情人应该是公开的, 马克龙长得帅, 然后他老婆, 就是说句老实话, 我觉得以男人标准看马克龙, 当然爱情无价是吧, 爱情无价是吧, 就道理是这么个道理,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 感谢境外策划进的实施, 为啥美国女方不能把小孩, send to governmental orphanage, 美国政府哪有国营孤儿院的, 没有吧, 没有国营孤儿院的, 因为马克龙方便带入, 不是, 你带入马克龙真的觉得很爽吗, 我的问题是, 以马克龙上台之后面临那个局面, 巴黎整天黄背心, 然后他老婆那样, 就你带入马克龙真的会爽吗, 就是我刚说, 你带入的话, 带入奥朗德明显要更爽一些, 肯定说的是开大车, 骗兄弟可以, 别骗到自己啊, 我们看本子整天高呼, 开大车开大车, 就不是这种大车, 不是这种大车, 那当很多人说开大车的时候, 他们其实指的是活在本子里的, 只有户籍上的年龄是40岁, 实际年龄比户籍年龄年轻20岁的大车, 而不是这种大车, 好吗, 好吗, 这是夜功号大车, 马克龙那位年轻时候应该还不错, 我个人是表示质疑的, 就是你倒不得不考虑一下, 我们抛开所有的滤镜不谈, 我们抛开所有的所谓的真诚的爱情感情等等, 全都不谈, 我们客观理智的考虑, 按照这个所谓的应该是初中时代, 是初中老师还是高中老师来的, 反正是学生时代老师和学生恋爱, 你稍微把性别对换一下, 你应该都会意识到, 多数时候这种剧情多少碰点刑罚, 然后你不要以为性别逆转, 他就完全不会碰刑罚了, 反正我是个人对所谓马克龙的浪漫爱情故事, 我个人是存在质疑的, 我个人是存在质疑, 对, 而且他老婆背景还不简单, 他老婆背景应该是哪个投行什么有背景, 而且马克龙确实是工作之后, 也是很快是尽投行工作, 就不是特别想思想阴暗, 但是你如果真要我推测剧情的话, 我可能会推测, 他老婆沾点法, 然后他马克龙自己思想也不单纯, 当时就地生你煮成熟饭, 然后这样手上有个把柄, 然后借着他老婆帮助飞黄腾达, 你如果要我说的话, 似乎你要我说, 我会说这个剧情更加有可信度, 虽然阴暗, 但是其实并不奇怪, 其实我会说并不奇怪, 他那个老师挺有能量的, 他那个老师背后家庭挺有能量的, 是哪个跨国财团还是投行高管什么, 反正是很有能量, 很有能量, 那就算完吃软饭肯定是有点的, 肯定是有点的, 就是他这个早期起家吃软饭, 这个我记得很多人基本上公认的, 是是, 那个你不是法国人怎么懂法国人的浪漫, 就就好, 是是是, 你说的对, 你说的都对, 你说的都没问题, 反正他老婆应该是个大小姐, 他老婆应该是个大小姐, 马克龙能够上位, 其实有很多机缘巧合的, 有必要说明啊, 就是你不要以为马克龙上位完全是靠个人能力, 马克龙上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奥朗德集团, 由于奥朗德名望实在太差, 甚至直接放弃再度竞选, 然后这种情况下, 奥朗德集团需要能够推出一个人, 就你说马克龙是完全独立, 我个人是存在怀疑的, 马克龙背后实际上相当一部分是过去奥朗德时期, 就官僚整个集团, 所以实际上你会看到, 马克龙尽管曾经批评过, 说奥朗德时期傻也没干, 但是他上台之后, 其实在政策上基本上延续了奥朗德时期, 他那个其实更有点, 奥朗德官僚集团想要推出一个形象过得去, 而且容易控制并不是那么强势的人物, 私信能回一下吗, 等一下我来看一下, 直摸无物是吧, 好稍等一下稍等, 今天也不早了, 今天也不早了, 三点钟后准备睡觉吧, 准备睡觉吧, 周六还有专辑, 周六这个样子, 周六的话我们上播先读书, 因为今天没读, 周六的话我们上播先读书, 然后接着是开始专辑, 再稍微聊两句, 再稍微聊两句, 然后下播, 哪一个, 等一下我回复一下, 就是说句老实话, 就是我个人是真的对很多彭马克龙的人心态不懂, 有些媒体也就算了, 有些是我是确实觉得, 好吧, 这马克龙老婆年轻照是吧, 好的, 这张照片确实还挺漂亮, 但是问题是这个照片质量, 马克龙他老婆是多少岁来的, 刚刚有观众说五零后有那么夸张吗, 当然不排除这些都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 但是是吧, 但是, 这张照片确实还挺漂亮, 但是我的问题是, 有他在马克龙上学的时候的照片吗, 这不是他老婆吗, 那不是他老婆就没什么好说了, 如果不是他老婆就没什么好说了, 这不是佩洛西吧, 这不是佩洛西, 佩洛西脸型不一样的, 我看了有几个佩洛西年轻照应该脸型不一样, 法国能不能站起来, 我个人观点是, 法国人如果想站起来, 他首先得摆脱今天法国很多奇怪的道德优越感, 法国人这种奇怪的道德优越感, 早在密特朗时代就坑过法国人了, 就是该接受教训了, 该接受教训了, 法国外交政策就应该是一个利益至上, 极度务实, 什么钱都赚, 只要能赚魔鬼的钱都赚, 然后在世界两大阵营之间来回游走多家, 这是当年戴高乐奠定下的法国发展基调, 也是在多年以来保证了法国繁荣, 既能够同时在欧盟成为领袖国家, 同时在世界舞台, 也能够作为法国这个独立国家, 有话语权的核心政策, 就你们今天整天搞道德制高点有什么用呢, 搞出来什么好事了吗, 没有啊, 上次密特朗搞道德制高点, 结果是两德合并, 法国失去了欧洲主导权, 然后现在马克龙在这边搞道德制高点, 然后结果是俄乌打拉打, 你法国经济惨的不行, 道德制高点它不冷吗, 哎呦呗, 殖民非洲是还到了制高点, 你还真别说, 马克龙之前就是在哪个和非洲国家一年, 就是两国被共同的文化和历史渊源固定在一起, 是当时哪个非洲总统, 反正当时怒而离席, 马克龙还在那边笑话, 反正说句老实话, 我看的马克龙很多外交场合表现, 真的只能说望之不似人, 望之不似人, 他和很多非洲国家开会等等很多玩笑, 是非常不恰当的, 也别怪非洲人今天反反, 发达国家往往追求精神价值, 然后他们就不再是发达国家,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你个政治领袖追求精神价值, 脑袋有动物吧, 在这点上, 不管你怎么反对普京, 普京的基本观点一直阐述的非常明确, 而且我也非常认可, 我不是任何人的朋友, 我不是任何人或者国家的朋友, 我是俄罗斯联邦总统, 我的所有行为都根据俄罗斯国家利益进行, 就是这个观点, 这个问题上, 我是绝对在乎普京的, 关于一个领导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他究竟应该扮演什么样的地位, 领导人不需要是一个好人, 他需要的是一个能够为国家利益战斗的人, 那我国为啥挺看重法国, 因为中法历史传统关系, 确实可以说是渊源流长, 法国是欧洲最早承认我国的国家, 然后戴高乐本人虽然未曾访华, 但他只要去世之前都希望能够来访中国, 他对我国评价也非常高, 我国一直以来对戴高乐评价也非常高, 彭提杜是在癌症晚期, 当时访问我国甚至要带着救护车随时准备急救, 还坚持访问我国正式建交, 从历史上来说, 可以说很长一段时间, 一直到07年萨克齐上台为止, 法国是欧洲对我国最友好的国家之一, 至少是之一, 我对于极端动物保护的态度是什么, 跟我对绿党的态度一样, 屁用没有, 城市不足, 外市有就这么人的, 而且我还是那个观点, 就是所有动物保护到最后是基于人类里, 到最后是我们需要保护生态环境, 保护生态多样性, 让后人能够有这样一笔宝贵的财富, 同时也防止对生态系统出现任何意料之外的变化, 也就是我的观点是, 一切动物生态环境保护, 到最后是为了保护人类自身, 说句难听的, 地球哪怕烧成玻璃寸草不生, 地球还在这儿, 地球不需要保护, 所有我们保护是为了保护人类, 那么你为了,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我是一定反对极端动爆的, 就是我确实支持动物保护, 但是那是在保护人类, 但是作为保护人类的一个手段, 而不是说为了保护动物人类可以完蛋的, 本身包括我所非常支持和敬仰老罗斯福, 这算是第一代倡导环境保护, 动物保护的人, 那放到今天老罗斯福就别说了, 这种建立了皇室国家公园的人, 今天动爆就是, 什么你居然打猎, 什么你在非洲把什么猎到的大象和犀牛头骨摆在一起展示, 赶快弄死他真下头, 但是论环保推进环保事业, 推进对动物的重视, 历史上都没有几个人可以和老罗斯福相提论的, 私信小学大车找了, 我看一下, 那个都没有正脸, 算了吧, 那个看不太到, 不不不, 有必要说明老罗斯福环保不是政治, 老罗斯福的时候环保实际上并不是一个主流议题, 甚至是一个广泛被嘲笑的话题, 在这个方面, 在推动环保, 动物保护, 探险和国家公园建设上, 老罗斯福是正尔八斤投入自身的政治资源的, 他是正尔八斤自己想要干这个, 然后在他之后, 很多这些才变成主流, 他是活生生的把一个非主流议程变成了主流议程, 当然这也必须感谢老罗斯福养的一群记者, 到处发各种老罗斯福和动物合影, 以此来宣传, 包括动保重要性等等这些, 对于媒体策略, 这个是肯定存在的, 但是老罗斯福推进动保这个事情, 还真不是政治跟风, 他还真不是政治跟风, NA哥又来了, 这也体现了老罗斯福的虚伪可爱心, 老罗斯福就非常明确, 留下这些自然空间, 自然公园等等, 核心是为了人类, 这点很有必要说明, 老罗斯福是环保主义者, 但是老罗斯福也是一直是, 这是宝贵的自然财富, 我们要留给子孙, 这是可以利用的自然财富, 重点是, 这是和人类利益切身息息相关的事情, 他也不是说人类应该全部自杀, 然后应该全部让动活, 他不是那种动保主义者, 就NA哥你到底要搞成什么样, 就是你现在还要给自己套个极端环保的, 极端环保和极端动保的名号吗, 就NA哥你这个是真的有点厉害了, 你这个是真的有点厉害了, 就老罗斯福核心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他就是当一个政绩在宣传, 没想到后人谋证了, 不是, 在类似问题上, 我觉得林语堂的论述非常的精辟, 林语堂当初论述素食主义, 可以跟今天很多, 包括环保和工艺话题是一样的, 林语堂的论述就是, 我说我是素食主义者, 指的是, 吃完了一桌大鱼大肉腻得不行的时候, 有一锅老母鸡汤, 里面有几片大白菜, 我吃了之后表示, 大白菜真好吃, 他把老母鸡的精华都吸收进去, 同时还解了一桌菜的腻, 我是这种素食主义者, 而不是我什么都不吃, 只吃大白菜, 就是我非常同意林语堂的这个论述, 我非常同意这一点, 包括对于很多别的环保, 动保, 我觉得都可以引用这段论述, 希特勒搞动保要干啥, 希特勒在这方面本身就是素食主义的时刻, 然后他也确实喜欢动物, 有几个潜在原因, 一个是有说法是, 由于他的反社会反人类倾向, 对人缺乏信任, 因此喜欢动物, 虽然这方面其实我觉得有点离谱, 这方面这个说法我觉得有点离谱, 就是这里的最后问题还是什么的, 不是希特勒做的就一定是错误的, 我一直非常嘲讽这个观点, 就西方真的变成, 这是希特勒做的, 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做, 但是那样的话最后问题就是, 希特勒吃饭你别吃饭了, 对顺便说一句, 希特勒还是素食主义者, 你别吃醋了, 就是不是希特勒做的任何一件事, 一定都是错误的邪恶的, 好吧, 不是那么一回事的, 然后今天环保这么魔政, 还有一个原因, 上世纪到本世纪初, 各种媒体把环保吹得过头了, 当环保变成一个主流, 就是媒体有求安全求稳的, 他们认为某个人是对的, 就吹到天上去, 这东西一定绝对伟大光荣正确, 环保就是一个典型, 包括当初日本媒体也是, 宫崎骏说了多少年, 2000年的宫崎骏电影《幽灵公主》, 宫崎骏上映之前就开始套论, 我所讨论的主题不是环保, 是向大家揭示人类发展和自然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 让大家对于该如何把握这个平衡点进行思考, 《幽灵公主》上映, 日本影评和媒体都是漆尼色, 这是一部宣扬环保思想的电影, 就当时宫崎骏应该是自己被气晕的, 我记得好像看过访谈说, 宫崎骏当时自己都是一副, 你们在说什么东西, 我都已经叠了那么多层盾了, 求求你们了, 这不是环保电影, 这不是鼓吹环保电影, 他说不是环保, 但他说的话意思就是环保, 恰恰不是啊, 恰恰不是啊, 内部电影的核心矛盾, 是一个要造火枪的一个村子, 在森林里面大肆砍伐, 但是为什么他要造火枪, 是因为那批人都是些老弱病残, 被大国领主压迫扔在那边, 他们唯一能够获得生活来源的方式, 就是造火枪, 然后为了造火枪, 在森林里面大规模的狩猎开垦, 跟森林守护者发生冲突, 而且实际上那个里面, 对那个村子领袖的描述, 实际上是相当正面的, 包括那些老弱病残都说, 你别看他这么狠, 他整天打猎, 但是他对我们非常好, 没了他我们都没法活, 内部片子里面实际上并不是那种, 把破坏环境一方, 都完全是当做一个纯粹的恶人, 实际上我会说, 今天很多环保电影的深刻程度, 包括很多人讨论说亚马逊森林雨林, 都只说亚马逊雨林破坏是错误的, 应该改正, 很少有人谈说, 当地农民为什么要烧雨林, 为什么要种地, 你包括到今天我说, 很多环保题材文艺作品, 对这方面的讨论, 是没有当年幽灵公主讨论来的深入的, 当然很多年我没有看, 我不太记得具体剧情了, 但我大概记得是这个样子, 我记得大概是这个样子, 但是只听他介绍的确是环保的意思, 那问题是, 这个介绍是哪来的呢, 多数也是媒体介绍, 宫崎骏自己都说了多少次, 这片子不是讲环保, 这片子不是讲环保, 求求你们了, 这实际上我会说, 以某种意义上也是很多文艺工作者面临的悲哀, 就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往往自己写了一个简单的故事, 这个简单的故事是要众人追捧, 然后他们希望能够表达自己实际上更深邃, 更加根本层面的认知, 但是很悲哀的发现, 这些根本层面的认知反而过于取高赫瓦了, 宫崎骏就是, 我会说这种情况, 我个人认为在我看到的情况, 在日本文艺工作者当中非常常见, 就当然不是说别国没有, 但是我个人感觉日本人当中的情况非常常见, 就包括宫崎骏和小岛舅夫, 你如果要我就是对于思想的表述, 我会说很多对于未来社会的认知等等, 死亡搁浅实际上要比合金装备来得深, 但是大家多数说到小岛还是合金装备是吧, 还是合金装备, 就是有一点是什么呢? 宫崎骏其实不是左翼, 这一点是有必要说明的, 宫崎骏虽然往往被日本和海外把它归于左翼, 但是宫崎骏实际上从来不是左翼, 宫崎骏的几乎所有跟战争有关的电影, 包括什么风之谷啊, 包括什么天空之城啊, 包括我想想还有哪些啊, 我刚刚要说的那个什么红猪, 实际上都不是完全彻底的反战, 有必要说明这一点, 都不是完全彻底的就是日本左翼那种经常被嘲讽为和平傻瓜, 不惜一态追求和平, 其实不是的, 宫崎骏不能简单的被作为归为左翼或者右翼, 但实际上很多时候他都被归为左翼, 感谢胃疼不犯法单要命的SE, 作为一个从小到大不能吃肉的人, 反对任何劝人吃素的宣传, 感冒脱衣剂的滋味不好受, 辛苦了,辛苦了, 对,红猪是那个飞行员似的, 不不不, 我会说宫崎骏其实不是反对文明发展, 宫崎骏真不是反对文明发展, 你如果看的话, 他实际上在文艺工作者当中, 他是少有的把发展一方的心态, 发展一方的诉求, 发展一方面面临的发展压力, 就是不发展就会挨饿的压力, 宫崎骏实际上是表露的, 表达的非常好的一个了, 很多人知道就是啊, 你发展是为什么, 那一定是为了帝国, 那一定是为了称王称霸, 一定是为了霸权主义, 宫崎骏是少数告诉你, 帝国一方发展, 哪怕是侵略的一方也是人, 他们很多侵略也是因为面对着自身内部的生存的压力, 他们必须要扩张, 不扩张就没法活了, 在这一点方面, 当然你不能说宫崎骏是右翼, 但是宫崎骏远远不是一个纯粹的左翼, 实际上你如果要说的话, 我会说宫崎骏归根节以来很多作品的人表输思想, 其实就是跟我一直以来观点一致, 就是可以有竞争, 但是竞争差不多得了, 特别是在某些时候, 当结局已经非常明确的时候, 没有必要有额外的流血, 他就是那种认为跟我一样, 认为南北战争到了1863年之后, 南方应该早点投降, 没必要拖到最后, 包括现在乌克兰应该早点投降, 你打不过就不要无谓的延长冲突, 没有意义, 干净利落的解决最好, 就像红猪最后的解决是双方打拳击一样, 我觉得作者疑死理论如何, 我认为作者疑死只是对一个客观现象的一个阐述而已, 确实这样, 作品出来之后, 作者本人想表达什么就不那么重要了, 重要是公众如何解决, 不, 公企俊不是日本无罪论, 公企俊并不是日本无罪论, 在对于日本战争问题上, 公企俊跟多数日本左翼在这个方面是有红补点的, 就是当然他们可能理由和出发点不一样, 但是核心还是, 日本战败从一开始就没希望, 就是个打不赢的仗, 你折磨国内人, 折磨国外人到处侵略最后为了什么呢, 最后一招回到解放前吧, 没意义, 这打的没意义, 或者一定程度上我们说, 公企俊的观点如何总结就是, 国家治理政策应该有一套负责任的理性的一个整体规划, 实际上公企俊里面最大的反派不是侵略者而是发方的人, 包括天空之城, 天空之城其实不算反战, 天空之城里的反战反派最关键的问题是, 它不是基于国家利益, 它就是基于个人自大狂和个人试图掌握那个拉普达的原因, 核心是国家政策应该在一个负责任的理性的态度下推动和决策, 这一点我是完全同意的, 这一点我是完全同意的, 对, 自由派确实算是日本拼图最小的一块, N.A.哥又来了, 长期来看日本不是一直在发疯, 以你那个标准长期来看美国都在发疯, 那你要这么说江户幕府还和平了两百多年呢, 长期来看如果按照你的标准, 但凡做出任何战略不理智决定就算一直在发疯, 那么每个国家长期来看都一直在发疯, 就像长期来看人总是要死的是一个道理, 就N.A.哥我不知道你今晚是吃错药了, 你过去很多观点我至少可以说我们是观点上有差异, 但是你还是有些基本逻辑的, 就今天晚上您是怎么了, 就今天晚上真的是已经不存在逻辑了, 龚崎骏本来就不那么简单了, 我当初喜欢龚崎骏就是龚崎骏的很多作品, 是正儿八经有想表达的东西, 而且他很多是一般的我们所看的文艺作品当中触及不到的深度, 天空之城真不是环保片, 我最喜欢的战斗机是哪一款, 苏27吧, 你如果要我想的话, 我真的只能说是苏27, 就包括我玩1999的头一个多月, 当时感觉没什么意思, 当时实际上让我眼前一亮, 后来坚持玩下来就是红弩箭动二立会之后, 我突然发现红弩箭骑的是个苏27, 这都是一个重要原因, 这都是一个重要原因, 苏27对我来说可能包括对于很多老一代军迷来说, 它不仅仅是一架飞机那么简单, 它算是一个象征, 它算是一个在各方面的象征, 一个就是在一个西方思想被视为主流和不可动摇的真相的时候, 让我们知道广义上的东方和非西方以外阵营远远并非一无是处, 也能够有一些自己的非常独特的非常出色的东西, 这苏27在很多我会说老一位居迷当中已经变成一个精神符号了, 他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飞机那一回事了, 侧位真是情怀, 然后包括我国对侧位的本土化和对侧位的改进, 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我国过去几十年高速发展的一个缩影, 感谢风机友人卡音P的SC, 私信过不了SC, 看一下啊, 今天遇到的托派是真的发疯, 我国和世卫组织和其他国家合作抗议就骂, 托派真是人艳狗贤, 托派真的算了, 他们祖师爷都人艳狗贤, 你想了, 猫猫我也很喜欢, 猫猫我也很喜欢, 我很喜欢猫猫的, 就对我来说猫猫和苏二七意味着不同东西, 就一定程度上我们说猫猫象征的我喜欢的关于美国的一切, 就是不管是扎实的基本功, 还是整体的设计, 还是就是说体现出的一种美国人确实, 你可以说是傲慢, 但是也可以同样说是雄心, 那个时代的美国是不一样的, 那个时代的美国真是不一样, 猫猫可能是我最喜欢的美国飞机, 托洛斯基和斯大林关系很差, 但当年台关都没找托洛斯基, 你猜呢, 虽然那个说法不知道是不是确认存在, 就是斯大林刻意骗托洛斯基, 说不需要他回来台关, 不好说, 但这两人明显不对后, 这两人是明显的不对后, 不, 我恰恰在波斯人空军序列当中, 我最不喜欢的就是波斯猫, 波斯猫是伊朗空军爆残首缺的最好的象征, 我恰恰非常非常非常讨厌波斯猫, 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很多波斯猫粉丝整天吹嘘, 伊朗空军就靠F-14撑着, 没有F-14伊朗空军啥都不是, 我就你在说什么东西, 今天的F-14恰恰是拖累伊朗空军的最大没坠好吧, 红白大战时期两个人明显不对付, 我记得当时啊, 在托洛斯基发文批判说骑兵是资产阶级象征之后, 不穷尼一副, 这傻逼在说什么东西, 然后不穷尼是当时少数还在公开用骑兵的部队, 你觉得不穷尼为什么敢这么做, 你觉得托洛斯基为难不穷尼的时候, 是谁在帮忙保不穷尼的, 你如果要说不穷尼和斯大林的关系, 我觉得你用宋江和李葵是比较合适的, 虽然不穷尼有很多缺陷, 虽然不穷尼有很多问题, 但是为什么不穷尼在斯大林手下一直吃得开, 就是他在关键问题上不穷尼本事不差, 不穷尼其实不穷尼的军事能力当年被黑的比较多, 但实际上从现在来看, 他其实至少不算差, 他是至少不算差, 至少是个平均以上水平, 而且不穷尼确实足够忠心, 不穷尼确实足够忠诚, 他没那么多花花肠子, 托派甚至吹托洛斯基写无产阶级上马, 这不是托洛斯基经典打脸吗? 这不是托洛斯基经典打脸反转大戏吗? 从骑兵是资产阶级的象征, 是压迫无产阶级的象征, 然后再到无产阶级上马, 这不是经典托洛斯基打脸案例吗? 还有人敢吹这个? 既然托那么不靠谱, 他的影响力是哪里来的? 答, 他说的话漂亮, 总有人喜欢漂亮话, 你没办法, 但是你自己看托洛斯基下场就知道了, 整天只想着说漂亮话的人, 你到最后办不成事, 你到最后是要出事的, 你如果要我说暴论的话, 只有自己一事无成, 不知道怎么做事的人, 才整天只想着说漂亮话, 真正办事的人都知道, 漂亮话办不成事, 做事是个比较复杂, 而且很多时候没那么漂亮和体面的过程, 觉得是托派害了托, 托本身都要托派切割, 但是问题在于, 你自己就是那种好面子魔证人, 那崇拜你的人也是好面子魔证人, 不奇怪吗? 哪怕你自己都受不了他们, 感谢封机会用卡安P的SE, 曾经的我兵稿还是太极端了, 看了托派文章后, 兵稿还是太少了点, 可还行, 就托洛斯基本人至少还懂得回旋, 他本人至少还知道回旋, 那有些人真的是死到临头都不回旋, 不光是因为养马贵, 再也就是当时, 当时你像镇压民众起义, 很多时候要用马, 用起义, 包括今天, 所以这个东西留下了非常不好的印象, 作者在出版正文里, 明确写出标准解读力, 如何? 答案是不可能, 很多作者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文章是什么, 就你会感到惊讶的是, 很多作者实际上写文章的时候, 真的没想到, 我都是被后人解读出来的, 就是我多数时候, 在现代我们回头来看, 以现代创作者经历, 多数作者主要写的时候想的是, 哎呀妈呀, 解稿期要到了, 我这个月稿费不知道有没有着落, 我能不能多骗点稿费, 这是多数作者在写文章的时候想的东西, 你如果自己也写过, 你就会知道, 你很多时候写到那个点是真的, 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在写什么东西, 说的是那些作者写这个作品, 就是会阐述某个观点, 但是问题来了, 如果作者写这个作品, 就是会阐述某些观点, 那他已经阐述了, 问题是, 就算作者已经阐述了, 再明白不过, 还是会有人告诉你, 作者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来咬文绝字, 字里行间, 他其实想要表达是这个意思, 哪怕作者明确阐述了, 也会有人说他不是这个意思, 没办法的, 没办法的, 感谢宇天的SC, 托洛茨基有些话说的还算对的, 托派说的绝对扯淡, 这个我基本同意, 这个我基本同意, 那个温迪哥, 温迪哥之王不要来重复了, 你再重复刷的话算刷屏, 这个问题我不准备, 我明确说了, 不要再刷了, 不要再刷了, 就什么鱼眼睛里诡异的光, 我当时看了感觉就是, 完全有可能就是看了感觉很诡异, 不是不是, 我觉得大剑难道真的没人感觉鱼眼睛很诡异吗, 我觉得一个正常人, 很多人看到鱼眼睛, 包括死鱼眼睛, 感觉是鱼眼睛确实看了挺诡异的, 所以我当时第一次看到那句话, 我是没有任何的感觉, 我就感觉是是啊, 就是很诡异啊, 这有什么好解读的吗, 你没见过鱼眼睛吗, 你吃鱼眼睛没有问题, 我也吃鱼眼睛, 我也吃鱼眼睛, 但是你长期特别是盯着看的话, 鱼眼睛很瘆人的, 别睡觉了看恐怖片可爱心, 是, 没见过的可能在想, 这背后有何深意, 我觉得见过的就是, 那鱼眼睛就是很诡异啊, 这个也不得不说, 就是我对国内语文教育一直无法适应, 依稀记得我当年初中的时候拿全班第一, 在语文最后一门试卷分出来之前, 我是第一, 出来之后我是第三, 语文分还低于平均分, 就我只能说我确实不能适应那个, 我确实不能适应, 就有些解读我真的就是一种, 就是正常人怎么会想到这个, 你不给我看答案正常人怎么可能会想到这个, 都是这种感觉, 解读就是用别人的话说自己的意思, 但是问题是他有标准答案啊, 就问题是他有标准答案, 就是如果真的是说我有一个感悟, 我要解释为什么说他这个文章是为了表示这个, 就是他如果是开放式答案我也就认了, 问题是他是有标答的呀, 他又不是没有标答, 而那个标答哪个正常人能想得出来呀, 是的, 解读和意义基本上都有定势, 是的, 但是我就是不能适应那个定势啊, 有什么办法, 就是我一直还是那个观点, 就语文别整那么多什么真情实感感情流露, 包括一定程度上啊, 虽然这个可能有点牵强, 但是我觉得今天很多小作文某种意义上就是语文课交出来的, 就说句难听点的, 我看到很多小作文为什么很习惯, 我的感觉就是当年学校我就一堆人写这个嘛, 还有不少写这个, 然后得分挺不错的, 那自然而然出社会之后, 就有人继续写一些奇奇怪怪小作文咯, 就很多奇奇怪怪作文我当年就是这都啥玩意儿啊, 但是大家觉得真情实感, 那好吧那就真情实感吧, 那今天有人写小作文也不奇怪啊, 我的观点一直是语文课应该更多教一些明确的, 比如说逻辑学等等这些, 逻辑学本身也是哲学的一部分, 感谢黑色圣族的SC, 经常看录像支持下, 问一下网上一堆神友暗示国内看着心烦怎么办, 我个人观点是这样, 你去辩论浪费时间最好不看, 不看就眼不见心不烦, 就是你也可以去辩论, 但是一般辩不出个结果, 而且往往是辩论两头不讨好, 一你没法说服神友, 二外界的人觉得你跟神友去浪费时间你也是神运, 所以两头不讨好没什么必要, 眼不见心不烦, 眼不见心不烦, 优秀作品解读怎么看, 例如白学, 我的观点一直是这样, 实际上就特别是我在接触过国内和国外教育之后, 我的一个明显认知就是, 我们语文课很多内容在国外是文学课内容, 而文学课在国外就算有些在高中有, 它是一个绝对的选择内容, 而国外的对标语文的必修内容, 至少我所看过的英美的教育系统, 它对标我国语文的, 在多数时候实际上都是更偏向于逻辑学和修辞学, 而这一点反而在我国国内的教学没有那么多, 所以就是我不是说这些东西不能教, 但是我不认为这些东西应该被作为必修和通识来教, 因为能够学文学走这条路的本身就是少数, 而且对于多数人来说需求真的不大, 就你说数学和各种科学学科的内容, 包括你说文科的话像包括地理这些, 很多内容我们今天都可以用, 但是说真的就是说你说回顾过去小中高语文, 放到今天有什么用, 好像真就是写小作文, 就你甚至在写工作文件的时候, 它不是我不认为会有人按照小中高语文课的思路来写工作文件吧, 不可能吧, 就那作用真的就只剩下小作文了, 有关于澳大利亚英语科是读小说, 但然后根据小说内容写SA, 感觉是超长版国内阅读理解, 但是不太一样, 就我们看包括SAT里面的很多, 它有个明确的公式, 它不是阅读理解, 它所谓的阅读理解很多, 更多是paraphrase, 更多是用你的话把作者观点重新表述一遍, 而且这个作者观点往往一般有的定式, 每一段的开头和结尾这个样子, 它不需要你进行什么深入解读, 更多是你重新把它的话说一遍, 它相对来说澳大利亚的我不太熟悉, 但是至少我接触过的多数是这样, 它还是有比较明确的标准可循的, 感谢风机委员卡安P, 就刚刚这个我回了, 感谢P5L野马战机的SC, 作为学渣也不喜欢语文, 每年不理解为什么这么多人探讨高考作文, 我可以理解, 我可以理解, 高考作文没有具体限定方向, 以至于都不知道具体法理, 那我们就更不说有些什么逆天的了, 应该是那个吧, 我可能记错了, 当年那个什么鸟怎么用树枝横渡太平洋那种东西, 我们就不说了, 我们就不说了, 好,睡觉睡觉了, 三点四十了快四点了, 快快快睡觉睡觉睡觉, 今天起来还要做事, 今天起来还要做事, 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就播了几个小时, 七个小时可还行, 快快快快睡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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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原本准备工作还没弄完呢, 之后弄一下, 好的好的, 就这样吧, 大家晚安了, 再见再见